Chapter In 8点23分 久违的他回来了 1.冯家瑞从黑暗中苏醒时 天还没亮 他习惯性要转身动一动 才发觉身上哪儿哪儿都疼 腰身被一条有力的手臂 估得很紧 根本动不得 这样的场景很陌生 在冯家瑞的记忆里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和身边这人同床共枕过了 而且 这样的体验 确实是生平第一次 昨晚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入他的大脑 很快 他的脸颊发烫 后颈的温度 直接唤醒了身后的培制 怎么了 他的声音低沉又沙哑 带着温热的呼吸 打在冯家瑞的耳朵上 昨天晚上折腾得太狠 冯家瑞被体内的酒精 弄得昏昏然 脊椎和四肢都软塌塌 推举不开 就这么 被他抱着迷迷 呼呼睡去 培制翻身压住他 大手在他的腹部轻轻抹撒着 一口咬在女人露出的锁骨上 眼神像是饥饿许久的瘦 泛着悠悠的光 冯家瑞本能要躲 可培制此刻恶狠狠的模样 却莫名让他觉得可怜 他抬起手臂回抱住这小可怜 轻声说 别这样 我不是回来了吗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个 缠名啾啾的晚上 8点23分 培制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是一个很久都不曾联系的人 打来的电话 他说 培制 我要回护城了 冯家瑞要回来了 终于把毕生的爱撒进 带着疲倦的身体 和空荡荡的心 要回到他身边了 护城机场 室外38摄氏度 南方的夏天 湿热闷热 刚过一场大雨 路面上还残留着 尚未被蒸发干净的水汽 微风拨开云朵 露出太阳的脸来 阳光肆意在大地 落地窗前的人 微微眯起眼睛 驻足良久 抬脚离去 冯家瑞把背包放在行李箱上 一手拉着走出机场 阴凉一点点撤去 刺眼的阳光 和闷热的风扑面而来 他深吸一口气 而后点点头 确实是熟悉中的家乡了 潮湿得令人浑身不适 不同于其他旅客的张望 冯家瑞 竟自去了机场附近的咖啡厅 倒不是没有人来接他 而是他回来的不是时候 父亲公事繁忙 闲不住的母亲和闺蜜们 去了泰国旅游 据说结束后 还会去马来西亚等地 好友赵甜甜搞科研 最近正带领着一众学生 日夜奋战 而说好来接机的培制 飞机一落地 就收到了他的信息 路上堵车 预计迟到半小时 你去咖啡厅等我 冯家瑞在咖啡厅 寻了个座位坐下 从背包里拿出耳机 和一本厚重如砖的摄影书 放在桌上 等拿到了自己的拿铁 戴上耳机 嘴里哼着歌 开始看书 冯家瑞低垂着头 坐在旁边的是一个外籍男人 与他戴着同款耳机 正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霹里啪啦打着字 也不知怎么的 就注意到了身侧的冯家瑞 转过头来 笑出一口大白牙 嗨 你好 冯家瑞微微一笑 你好 外籍男子从冯家瑞的脸 扫到他放在桌上的摄影书 悦有惊讶 这本书我也在看 难道你是摄影师吗 不过 你力气可真大 竟然会随身带着这么厚一本书 算是 他是从摄影师 一步步做到纪录片导演 冯家瑞把袖子撸上去一点 豪迈地撸出 隐约有肌肉轮廓的小麦色胳膊 笑道 对我而言 这本书不算什么 毕竟干我们这一行 得常年背着设备 跋山涉水 老外直愣愣地看着眼前 与其他精致如玉的东方女孩 截然不同的胳膊 wow so cool 没有多聊 冯家瑞的耳机音乐声 突然切换成了来电铃声 他按下接通键 对老外笑了笑 男人低沉轻悦的声音 顺着电波传递到冯家瑞耳朵里 你在哪 冯家瑞站起身来 左右张望了一下 在人来人往的缝隙中 和一双戴着墨镜的黑毛相对 还没来得及出声 便听他说 看到你了 大筐墨镜 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 再加上一顶鸭舌帽 黑口罩 冯家瑞能认出他来 也算是一桩了不起的本领了 男人的身影 没有被人群淹没 他身高腿长 显眼得很 不一会儿 穿过人群 走到冯家瑞面前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T恤 和浅蓝色牛仔裤 以及白色板鞋 头发也柔顺低垂着 没有进行丝毫打理 轻轻爽爽地随性打扮 看起来像是大学生 与当年别无二致 而冯家瑞 就和以往大不同了 有些凌乱的长卷黑发 头发浓密如海藻 生命力蓬勃而旺盛 身上穿着白色薄棉衬衫 和黑色粗布裤子 脚踩一双黑球鞋 干干净净 风格中性而洒脱 皮肤因为高海拔的日晒 和风沙吹时变得粗糙 脸颊处 甚至还有一小块 没有脱落的皮线 如果不是他一太大方 气质不俗 再邋遢一点 或许会人怀疑 他是哪里偷渡过来的难民 虽然是这副不修蝙蝠的打扮 女人的眼睛 却是乌黑明亮 带着异异闪光的笑意 在这个国际机场的咖啡厅里 实在不能不引人注目 也难怪外籍男子 独独会找他搭讪 男人把冯家瑞的行李箱 和背包拿过来 要回家吗 他说话咬字很清晰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 却没有一丁点南方口音 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词性 不论听他说话 还是唱歌 都是一件极为享受的乐事 陪志 他笑着小声叫他 然后扣扣他的帽颜 这打扮怕是要适得其反 因为从他走进咖啡厅开始 已经有不少女性 朝他们这里看了 陪志是正当红的男演员 年前杀青的一部剧 目前正在某台热播 收视不俗 冯家瑞与陪志 一前一后地走出去 临出门时 还和那位老外交换了名片 他说 他是电影特效师 有合作可以联系他 工作室就在许会区 冯家瑞欣然收好名片 上了车 冯家瑞随意说着话 扯东扯西的聊天 几乎算得上是喋喋不休 而陪志却是一言不发地 握着方向盘 气氛有一点尴尬 这对于在交际上 网无不利的冯家瑞来说 有一点陌生 更何况 对象还是陪志 这个与他认识了八年的男人 甜甜姐呢 很快 他开口打破了 这短暂的安静 冯家瑞从衣兜里 掏出一块巧克力来 朝他递过去 要吗 陪志不置可否 冯家瑞自顾自就拆了包装 往他唇边定 看他淡粉色的薄唇 微微张开 把巧克力含进去 他才收回手指 给自己拿了一块 他嘴里吃着巧克力 含糊道 甜甜最近很忙 叫我这一个月 都不要去打扰他 顿了顿 他突然问 你今天是不是有事 我打扰到你了 陪志恩了一声 冯家瑞立刻歉旧地笑了笑 啊 前天就不该给你打电话的 真抱歉 陪志下意识地 想要开口辩驳 却在触及他目光时宜正 是前天晚上八点二十三分 陪志记得很清楚 因为接到的是一个半年 都不曾联系的人打来的电话 他的声音 还是一贯的慵懒 带着一点沙哑 混在呼呼的风声中 听得不真切 像被什么撕扯着 可能不一会儿就消散了 如同那无数个夜里 虚妄的梦境 他说过两天 要回户城待上一段时间 和同事们探讨 下一部纪录片的选题 等定了才会走 他并没有要求 陪志来机场接他 只是通知他这么一件事 语气平淡 自然好像 他只是他人生中 在寻常不过的一个朋友 可是他不是 陪志想 他们的关系 可不是朋友这么简单 不知想到什么 他一直压抑的气息 陡然变了 单手扶着方向盘 另一边胳膊 抵在窗檐上 盯着前面的红灯 似有若无地轻笑了一声 语气稍稍有些冷 如果是他 你还会说抱歉吗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停滞了 刚刚还算融洽的气氛 毁于一旦 冯家瑞把脸对向窗外 声音很平静 他吗 多么显然意见的答案 以前用不着 以后没必要 他答 那个他 叫许庚 他是冯家瑞的初恋 大他七岁 北方人 持纯正的北方普通话口音 发音方式和低沉嗓音 让人觉得他是可靠 叫他名字时 会带点话音 显得有几分宠溺 他是冯家瑞父亲好友的儿子 就记住他家楼下的空房里 空闲时总辅导冯家瑞数学 就这样 他不仅把冯家瑞的数学成绩 从18分提高到108分 顺便还将他的心挖走了 培志将他这句话 在心里默念一遍 不知是该沮丧 以前用不着 还是该高兴以后没必要 冯家瑞说完这句话 接默了好一会儿 没话找话 你有女朋友了吗 他的唇抿成一道线 答 没有 枯燥贫瘠的对话后 没人再去打破瓶颈 尝试缓和着尴尬的气氛 从机场到家的车程 大一个小时 期间 他们没有再说过话 好像在暗地较劲 又像是谁单方面赌气 冯家瑞是不懂赌气为何物的 他喜欢直来直去 爱恨分明 从来不愿意做冷战赌气 这种无聊的事 可是今天他有一点疲倦 一想到许庚 他就很容易疲倦 他靠在窗边睡了过去 在醒来时 车子已经停在了院子里 裴志正翻看着他背包里那本摄影书 还未察觉到 旁边的女人已经睁开了眼睛 冯家瑞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侧脸 毫无疑问 裴志长得很帅气 他一上车就把刘海撩了上去 露出饱满的额头和精致的五官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立体 眉宫到鼻梁 薄唇到喉结 此时他的模样 已经和他印象中那个沉玉少颜 又极傲娇慌的少年 相差甚远了 少年长大 变成内敛又暗藏危险的男人了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忽然察觉到 车厢里淡淡的香水味 也许是琥珀 橡木台 香草根和雪松混合的清新味道 冯家瑞有片刻的迷惘 仿佛回到了数年前同 与他并肩坐在桌前 分析一道物理梯的时光 这款香水 是冯家瑞送他的礼物 那年培制17岁 冯家瑞19岁 许庚生日在即 他正满大街寻找最合适 送给初恋男友的礼物 当时这款名牌香水刚上市 有一点清新的肥皂水 和锐利冰感香结合的香气 浅淡却久久不散 营销主打的噱头就是 初恋的味道 这波精准营销 让冯家瑞立刻掏了钱包 可因错阳差之下 许庚生日之前 被叫回了北京老家 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再回来时 已经有了女友 冯家瑞心灰意冷 随手将香水送给了 来找他补习功课的少年 给你吧 这是什么 他背过身去 掩藏住自己苦涩的笑 故作轻松到 初恋的味道 呵 如果他突然转身 一定能发现 少年漆黑的眼睛 在这一刻书的亮了 车厢里很安静 只有清浅交错的呼吸声 培植四油所感的转头 对上冯家瑞的视线 怎么了 他问 冯家瑞愣了一下 然后露出一个很简单的笑来 笑容里没有过度和预兆 露出洁白的牙齿 爽朗天真 没心没肺的冯家瑞是微笑 他拉开车门下车 走了几步又回头 与其诚恳对培植道 如果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就通知我 我会配合你 立刻办离婚 毕竟当初是为了帮我 你才 家瑞姐 他面无表情地打断她 爷爷说 今年想要抱重孙 冯家瑞 培植 是冯家瑞的邻家弟弟 是炙手可热的当红演员 也是冯家瑞 如何都看不透的丈夫 二 冯家瑞第一次见到 培植也是在一个夏天 就在家门口 16岁的少年 白衣黑裤 脚上踩着人自脱 黑发有些长了 稍微遮住了眼睛 在电梯门打开之际 不经意地抬头 与她对视一眼 很快就淡淡地移开 冯家瑞那时候 还是个肤浅的眼狗 就这么惊鸿一瞥后 回家就跟焦梦玉说 妈妈 你知道 咱们这一楼 住了一个高中生吗 我今天下午出去玩的时候 刚好和她碰见 知道的呀 上个月刚搬过来的 就住在我们对门呀 我听邻居说 这孩子父母 好像离婚了 就她自己住呢 焦梦玉拿起一颗 洗好的草莓 塞进冯家瑞嘴里 微微醋眉道 小小年纪 可怜呀 冯家瑞 慢吞吞咀嚼着草莓 想起少年那一台眸 漆黑的眼睛里 冰冷的没有一丝情绪 好像这世界上的一切 都引不起 她任何的兴趣 一定很孤单吧 冯家瑞漫不经心道 她知道了 那天是湿冷天气 天空低压阴沉 淡淡的乌云 在天际翻滚 不一会儿 就下起了雨 放学林响起 安静的教学楼 灯时变得嘈杂起来 冯家瑞和赵甜甜 并肩走出教学楼 在拥挤的人群中撑开伞 赵甜甜很喜欢 和冯家瑞黏在一块 抢先撑起伞 招呼冯家瑞 一起撑吗 多有情调呀 冯家瑞收起自己的伞 两个小姑娘 互相抱着腰 胳膊挨着胳膊 说说笑笑往前走 一片树叶 被愈来愈大的风吹起 漫过冯家瑞的目光 飘到站在高一教学楼门口的 那少年脚前 他个子瘦高 校服被雨水打湿了大半 格格不入地远离人群 孤零零低着头 往校外走去 冯家瑞下意识加快步伐 走到他一旁 他始终低着眼瞼 黑色发烧近着水溢 有些凌乱 却越发称得脸色白皙 冯家瑞 你走这么快干嘛 赵甜甜个矮腿短 渐渐跟不上冯家瑞 追赶少年的步伐 忍不住暴躁 冯家瑞顿了顿脚步 耳边的雨声见大了 赵甜甜杂杂呼呼的声音 引得培至寻声望去 倦怠的视线 漫无目的地扫过 接踵而出的人群 和稀里语目 毫无预兆地 就看见了他 随意散着地过肩中 长发被风吹得乱糟糟 背着白色双肩背包 鼻尖被冷风吹得发红 清凌凌的眼睛正注视他 冯家瑞冲他笑 我们见过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就住在你对门 这伞回家再还我吧 他说完 把雨伞塞到培至怀里就走 没有留给他半分拒绝 和道谢的余地 或许他认为 培至不该拒绝 也不会道谢 他的目光 跟随着女孩的背影 消失在校门口 慢吞吞地撑起伞 然后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 走出去 瓢泼大雨如期而至 哗啦啦冲刷着人间 特大台风于凌晨登陆 新闻和广播接连报道 冯家瑞的父亲 是公职人员 台风添别人休假 他也照样要上班 因此 滞留在单位两天未归 焦梦玉和冯家瑞 母女两个留在家里 用提前储备好的 蔬菜水果度日 静静等待着台风离境 一个不上班 一个不上学 两人就共睡一室 赖起了床 陪至暗响门铃的时候 冯家瑞还以为爸爸回来了 穿着睡裙 光着脚狂奔至门口 爸 最后一个字 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得这么近 四目相对 若有若无的尴尬 他发现这孩子很白 脸也很小 皮肤细致到看不见毛孔 五官相对其他男生而言 要精致许多 但因为阴气的眉眼 和冷峻的眼神 并不会让人觉得 他过分阴柔 有一种独特的俊美 呼啸的风声 刮过墙壁和玻璃窗 未沉寂的环境 增添了一抹遥远的声响 冯家瑞不说话 等他开口 然而 裴之还在看着他 依旧是白皙的脸 神采奕奕的眼 高挑纤细的身材 穿着白色碎花 吊带睡裙 凌乱的发丝 若隐若现挡在锁骨上 冯家瑞眨了眨眼睛 语气柔和 你好 裴之垂眸 把伞递过去 同时 薄唇上下动了动 发出一道极为悦耳又疏远的声音 谢谢 冯家瑞接住伞 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鬼使神差地喊 哎 你要不要来 姐姐家吃饭 话说出口 他自己先惊讶到了 怎么好意思自称姐姐呢 他尴尬地处在门口 而少年在一片死寂中 稍稍偏过头 黑毛里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血 姐姐 在冯家瑞的印象里 每当裴之叫他 姐姐 学姐 或是嘉瑞姐时 一定都是不太愉悦的场景 不知道此刻算不算 他说 嘉瑞姐 爷爷说 今年想报重孙 这几乎算得上吓人了 冯家瑞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怕他那个老古董事的爷爷 冯家瑞的爷爷 自幼丧腐 寡母柔弱 他小小年纪 就当家做主 硬是为家里 争出了一份名望 十几岁 便能与族中长辈 平起平坐 共商大事 随着长辈逝世 族中大任 也由他一肩挑 谁都知道他性子刚直 脾气火爆 又极有原则 不留情面 糊弄谁也不敢轻易糊弄了他 如今虽然修身养性 已养天年 脾气也和缓了许多 甚至还有了几分长者的慈祥 但家族上下 谁都不敢忤逆他半分 否则老爷子 就要拎起拐杖 来打人 平心而论 老爷子对小一辈 是非常宠密的 如果当年不是冯家瑞 为了许更和爷爷闹翻了天 老爷子扬言 要跟他断绝爷孙关系 或许他下了飞机 就该直奔冯宅 而不是这湖光别墅了 冯家瑞从片刻的金乐中 回过神时 一辆低调的奔驰轿车 驶进大门 停到卡燕车边 里面下来 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 目光扫过裴志 然后才是冯家瑞 声音里带着一点和善的笑 听裴志说 你今天回来 刚好我办事路过附近 就来看看 冯家瑞上前 笑应一声 爸爸 裴不亨的形象 百年不变 他带着金丝边眼睛 模样斯文如雅 眉眼和裴志有三分相像 衣着昂贵面料考究 笑意不及眼底 让人望而生畏 半年多未见 他的企业越做越大 威严也越来越重 看人的眼神 没有半分温情 来看儿子儿媳 倒像是来视察下属工作 一板一眼 乏味极了 裴不亨对冯家瑞 从不发表任何意见 哪怕这个儿媳 曾经闹过众人皆知的丑事 他也能眼睛一眨不眨 听完裴志决定结婚的通知 就算是现在 他面对冯家瑞的难民形象 也能面不改色 毫无惊讶 仿佛冯家瑞 生来就是这副模样 他没有多留 在客厅喝了一杯温水便走了 裴志问 晚饭想吃什么 现在下午三点 一个不早不晚 模棱两可的时间 冯家瑞拖起行李箱 往楼上走 头也不回地答 随便吧 冯家瑞走到二楼张望了一下 找到自己的房间钻进去 冲进浴室 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温水澡 在西北那个水自园齐缺的地方 能泡一次澡 几乎成了十分奢侈的梦想 泡澡到一半 生活助理的电话打了过来 冯家瑞擦干手解锁 接通电话 冯家瑞入行八九年 期间换了五六个助理 基本都是因为 耐不住超强度的工作 主动辞职 如今剩下的 只有两个助理 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工作男助理 何朝鼎 一个则是二十出头的 生活女助理朱玉 这三年里 冯家瑞大多时间 是和这两人在一起的 朱玉的嗓门 大得像喇叭 因为冯家瑞是提前回去的 他留在西北收拾行李 本来都要走了 宾馆前台却说 收到了一个收件人 为冯家瑞的快递 寄件人显然是不知道 冯家瑞已经回了护城 寄了好大一只箱子 里面沉甸甸的 不知道是装了什么 因为冯家瑞在网上的风评 不是很好 曾经也受到过一些恶意快递 所以 没敢冒事寄给冯家瑞 冯家瑞也是一头雾水 不清楚是谁寄的 你打开看看 终于一眼打开 然后声音突然弱下去 迟一道 家瑞姐 好像是耿搁寄的 都是一些书信文件 等温水彻底变凉 冯家瑞才起身从衣柜里 随意找出一件宽松的衬衫 看了一会儿 仔仔细细地观察自己 然后抬手摸了摸自己 略显粗糙的脸 嘴角拉开 形成一个有些难看的笑蓝 曾经有媒体评价他 这位新锐导演的作品 和本人身上 都有一种旁人没有的力量 由蓬勃的生命力 不羁的野心 和永远饱满充盈不枯竭的 热烈情感组成 好像这世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能笑容以对 如果媒体说的对 他就不会去西北 也不会把自己变成这样了 不过没关系 他这么年轻 人生的路还那么长 总有一天 许庚慧才成为 他生命中不足轻重道 甚至再也勾不起 他心绪一丝波澜的过客 冯家瑞把袖子挽起一点 开始整理行李 等到行李箱的东西 被一一放置妥当时 卧室门被敲响了 裴志单手扶着门边 神色淡淡地往他身后看了一眼 问 收拾好了 下楼吃饭 冯家瑞顺势关门 随裴志下楼去餐厅 裴志不习惯和陌生人相处 因此家里没有用人 只有终点工定时来打扫 一般洗衣碟被这类私密室 都由裴志亲力亲为 餐桌上摆了三菜一汤 青炒菠菜 凤梨咕噜肉 红烧排骨 和高汤娃娃菜 摆盘精致 卖相十足 冯家瑞拉开椅子 惊讶到 你会烧菜了 裴志嘴角微翘 垂眸加了一块排骨 放进冯家瑞碗里 尝尝 如果不是亲自验证 冯家瑞绝对不会相信 裴志居然学会了烧菜 并且手艺还不错 难道这是什么 单身必备技能吗 想不到当初 连蒜都不会包的人 也学会烧菜了 冯家瑞想起 裴志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就是那个台风天 外卖没办法来 超市商店也不开门 而他这个独居学生的家中 连最基本的炉灶工具 都没有 硬生生吃了两天泡面 如果不是冯家瑞 一时脑抽 邀请他去家中吃饭 或许也就没有 现在的裴志了吧 当然 这是裴志后来才告诉他的 因为 那时候他还十分冷酷地拒绝了她们 但当时焦梦玉从卧室出来 看见瘦条条的裴志 立刻母性大发 好像看不见少年眼中的拒绝 热情地将人拉了进去 冯家瑞的神思 飘回数年前的回忆里 而裴志看着他线长的眼睫 落在眼瞼下的一排阴影 突然轻声说 不是单身 他声音太轻 冯家瑞只听到了尾音 他咀嚼着排骨抬头 疑惑地瞪大眼睛 嗯 裴志黑眸中 倒映着他身后的碧灯 装了满眼温柔星光 他神情认真 一字一句地对他说 我是有家世的人 三 某些意义上 冯家瑞和裴志很相像 是一样的 对爱情过分偏执 冯家瑞当初爱上许庚 闹得全家上下眉头紧皱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 追随许庚去了那个陌生遥远的城市 那时 他从没有想过 有今天 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在最终 总是与一些美好的初衷背道而驰 不是吗 如同他爱许庚 至于卑贱如斯的地方 就是从不主动同他联系 他只是 站在原地等着他 等他某一天回头看他 这一次 他不会再任由他飞走了 他屈指在表情呆直的冯家瑞鼻尖上 轻轻刮了一下 轻笑 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 在他心中毅然 冯家瑞回过神 一口吞下排骨 大大松了一口气 用开玩笑的语气道 太吓人了 我还以为你犯了重婚罪 有时候 裴志真的不得不怀疑 冯家瑞是不是在装傻 晚饭结束后 冯家瑞帮裴志一起收拾餐桌 裴志洗碗碟 他来擦干 把最后一只碗放回原位时 他突然笑着感叹一声 还是回家舒服 正在洗手的裴志动作一顿 嘴角无声翘起一个小弧度 他转身擦干手 做了一个少年时代里 他们之间无比熟悉的小动作 他用干净修长的手指 看似漫不经心地剥了下他的头发 然后弯腰在他耳边低语 家瑞姐 欢迎回家 欢迎回到我身边 裴志温热的鼻息 扑打在冯家瑞的耳朵上 让冯家瑞下意识地躲了躲 往后退了一步 刚好贴在冰凉的冰箱上 紧接着 他的身子就往前倾了过去 一瞬间 冯家瑞就感受到了 他靠近时的体温 带着淡淡的清烈味道 和人体自然的温度 温暖干净 好像站在了冰与火的交界处 冯家瑞有一丝陌生的茫然 他微微抬头 对上男人深邃的双眼 锤在身侧的手 慢慢收紧 绕开他走出厨房 他故作轻松到 还有一个片花没剪好 我先上楼了 男人的视线紧跟着他的背影 答 好 早点休闲 冯家瑞不乏平缓地走进房门 反手关上门后 靠在门板上 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翻找出手机 给赵田田发信息 田田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某颗颜狂人 难得在次日清晨就回复了消息 刚好有空 出来逛街吃烧烤 冯家瑞立刻从床上爬起来 火速冲了一个枣 套上昨天的衬衫牛仔裤 对着镜子 涂了薄薄一层哑光口红 最后把黑色长卷发 抓得更蓬松一点 便出了房门 走到进客厅 冯家瑞捡起放在茶几上的便利贴 一行囚禁有力的字体 映入眼帘 我出去工作了 冰箱里有吐司和牛奶 陪志在凌晨四点 就被助理接去片场了 他们两个的房间隔了一条走廊 冯家瑞没有听到丝毫动静 冯家瑞从冰箱里 拿出吐司和牛奶 拆包装饰 顺便看了下日期 都很新鲜 应该是这两天刚刚采购的 他咬着一片吐司 把奶锅找出来 用二十分钟解决了早饭 换上跑鞋打车赴约 自从高中毕业后 冯家瑞和赵甜甜 聚少离多 一个去了北方学电影 毕业后走遍了全国 一个则留在了户城的重点大学 从生物学换到物理学 最后一头扎进了伟大的科研事业中 总而言之 两个人都很忙 感情却一直未变 冯家瑞时间充裕 早早抵达约定地点 期间还买了两只冰激凌 结果赵甜甜这家伙 迟到半小时 眼看冰激凌 就要化成冰激凌水 冯家瑞只好一人把两只都吃了 等他拿出纸巾擦干净手时 赵甜甜终于姗姗来吃 大蝶 人真的是经不住分开太久的 就站在对面的两人 彼此凝视了好久 才终于百分百确定 判断无误 赵甜甜留了过腰长发 穿着淡粉色娃娃领连衣裙 露出纤细柔嫩的四肢 小小的鼻梁上 架了一只银矿眼镜 唇上擦了粉色唇彩 在灯光下闪烁着流光 他整个人看起来软萌可爱 柔弱可期 与冯家瑞印象里那个大大咧咧到 能够忘记洗脸的假小子 大相径庭 两人相断坐 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 不约而同地 扑斥一声笑出来 在咖啡厅点了两杯拿铁 和两块蓝莓丝康 他们絮絮叨叨说着话 续久良久 赵甜甜知道 冯家瑞与许庚那段不愉快的往事 所以对对方的心形象不予置评 他告诉冯家瑞 他刚刚恋爱两个月 对象是比他要大一岁的中科院硕士 老家在云南 是个古板的书呆子 不过对他还不错 这是赵甜甜的初恋 但冯家瑞总觉得 他的语气像是在介绍老公 哦 对了 你说的那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快说来听听 冯家瑞的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把挡在眼前的长发挽道而后 然后拄着脸轻声问 你觉得裴志这个人怎么样 赵甜甜插了一块丝康放进嘴里 用一种看好戏的眼神望着冯家瑞 怎么 裴志那小子终于对你告白了 冯家瑞 什么 赵甜甜没忍住 翻了个不雅的白眼 冯家瑞 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 裴志喜欢你吧 我不对 除了你 你这个睁眼下 当初赵甜甜作为冯家瑞的死党 已经不知多少次 在不经意间发现冯家瑞口中 那个冷酷寡言的弟弟 向他头以战有欲十足的 吃恋目光了 只可惜 冯家瑞一心要撞许庚这个男强 眼里根本看不到那少年半分 赵甜甜点到极止 不再多言 冯家瑞沉默了一会儿 屠戮真言 以前可能察觉到了 只是不敢去想 他把全部都给了许庚 已经拿不出任何东西 来回应裴志的爱了 所以干脆假装未曾察觉 不做正面回应 只等他耐心耗尽 自行离开 洒脱如冯家瑞 也有会这样未喜的一面 爱情对冯家瑞来说 真是个难题 他几乎把整个青春给了许庚 到了现在 默然回首 又忘记了裴志 其实早在年少轻狂时 冯家瑞就明白 人生短暂 世事无常 爱情的欢乐 如同清晨转瞬即逝的露水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想要 极致如今 他也并非心灰意冷 只是有一点倦怠 还没有恢复力气 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赵甜甜问他 你对裴志什么感觉 冯家瑞想了一会儿 答 和他在一起 就很放松 难为赵甜甜这个理科生 绞尽脑汁说 那么 我想你也未必 对他毫无感觉 反正 你们都结婚了 不如就趁此机会 培养培养感情 冯家瑞不觉得 这是个好主意 这成了什么 当备胎吗 赵甜甜挑眉道 人家上赶着 当你备胎都不要 冯家瑞笑骂了赵甜甜一句 很快就错开了话题 难得见面的两人 去商场逛了一下午 冯家瑞买了几套衣裙和护肤品 准备挽救一下自己的形象 赵甜甜选了两双鞋 顺便给男友买了一条领带 冯家瑞看着店员打包 突然折回去 精准地拿了一条 去柜台结账 麻烦把我包起来 赵甜甜笑着腻他一眼 半是感叹 半是打趣道 看来某人 今天要高兴地睡不着了 冯家瑞接过店员递来的袋子 往外走 请不要过分脑补 玩到天色渐晚 赵甜甜和冯家瑞 去了高中时代 经常光顾的一家烧烤店 这家店开在他们高中附近 是一家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 夫妻档小店 不仅食材干净 口味绝佳 而且价格低廉 所以十分受学生欢迎 如果是周六日 几乎没有挤进去的可能 刚好今天周四 学生们也还没放学 所以 两人幸运地抢到了最后一个空桌 只是天不如人愿 这边刚点好菜 科研所就给赵甜甜打了一通电话 把人又给叫了回去 正当冯家瑞 对着满桌烧烤发呆的时候 陪志的电话不期而至 你在哪儿 店里很吵 四面八方的交谈声 把冯家瑞包围了 但他仍旧听清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 太不一样了 这样轻悦好听的声音 即使在嘈杂中 也格外清晰 我不在家 我在外面 看到你了 冯家瑞下意识往门外看去 果然在门边看到一道 高大距离的身影 他穿着黑色连帽衫和牛仔裤 宽大的帽颜 将他的脸遮住了大半 站在发黄的白赤灯下 半个身子的轮廓 融于门外的黑暗中 你怎么 他走过来 拉开冯家瑞对面的椅子 坐下来 田田姐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来陪你吃饭 冯家瑞 哦 幸好是坐在角落里 他又背对着人群 旁人才看不到他的脸 否则这一顿饭 恐怕要随着学生们的 涌入中止了 他们在装饰简陋 灯光昏暗的小店里吃饭 赵田田和冯家瑞 口味一致比较重 点了许多海鲜烧烤 以及各类口味生猛的食物 培志因为胃不好 所以吃得很清淡 加了一份海鲜粥 一勺一勺地喝着 期间冯家瑞点了啤酒 一边与培志 聊着天一边续杯 一杯一杯 竟然喝到鸣顶 浑身血液翻滚 热气上涌 他拿手在冯家瑞眼前晃了晃 问 你现在还好吗 好 冯家瑞点头 非常好 好的不能再好了 他笑盈盈 抬起朦胧的眼睛看着他 然后嘴角动了动 想笑 但不知名的伤感 却渐渐在他眼里沉落下来 或许是感觉羞愧 他低下头 用手背挡住额头 轻轻地笑了一声 培志 他的声音非常低 嗯 他注视着他 猜想他此刻 或许又在想念着那个人 能让他露出这样脆弱神情的 只有那个人 冯家瑞不知道 培志嫉妒着每一个 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男人 他认为自己 才应该是他最初的 唯一的 最后的男人 然而 现实却刚好相反 他什么都不是 他取得的唯一胜利 唯一未解 便是在他被恨意冲昏了头脑时 又骗他结婚 大家心知肚明 这不过是作戏 但他身为演员 却入戏太深 无法自拔 婚后 他总是将近半年 才会回来一次 半年 半年又半年 短暂相聚后 便毫不留念地离开 人的一生 能有多少个半年呢 他恨不得要时光加速 瞬间白头 看他那时 他会在谁的身边 他低着头不说话 喉咙里 发出不明意义的沉吟声 好像有什么话 在胸衣之间酝酿着 裴志 就在他要开口的时候 听到他问 不如我们交往试试 四 小店里戏嚷吵闹的声音 都被冯家瑞这句话 远远地推开了 裴志眼前似乎有一层迷雾 眨眨眼 映入眼帘的 却是年少时的那个夜晚 裴志从打工的酒吧走出来 穿过晚高峰的车水马龙 路边生长着茂密交错的棉树 枝刹上开放着一束火红 花瓣包围着黄色的花蕊 远远看去 像是绽放在初春的火苗 他走到一棵树下 借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 点燃一支烟 火苗在晚风中颤颤巍巍 他抬手护住 不经意间 抬头看到 隔着一条街的那间 24小时便利店 此时店内出窗后 有一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 和西装革履的男人 坐着 两人都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却显露出 崩得很紧的下额 培植有一瞬间的尸神 火蛇趁机舔噬到香烟 接着便扑的一声 熄灭了 橱窗后的女人 似有所感抬头 视线与她相对 下一秒 她利落地起身 眼睛里带着泪光和恨意 推开便利店的门 穿过马路镜子走向她 车辆快的 几乎只能看到白色灯光 眼前一切幻化成虚意 笑声 喇叭 远处歌舞厅的音乐 全部都静止 一切都虚假的 好似梦中 只有对面女人的笑容 是真实的 她在她面前站定 摸了摸她的脸 只见一寸寸 描摸着少年的轮廓 用蛊惑的声音问 培植 你喜不喜欢我 她的心率陡然加快 喉咙里的话 像是一只鸟 挣扎欲飞 隔街似乎有黑色身影在晃动 然而她挪不开目光 只能定定 看着她那双漂亮的眼睛 她又走进一步 勾出一抹射人心魄的笑 不如 我们就往试试吧 然后 她点起脚 不容拒绝地吻上去 把少年的回答 含在两人的唇齿之间 亲吻只有片刻 冯家瑞松开培植 转头扫尸一圈 发现那人早了没了踪影 这才厚之厚绝地 不好意思地 对着培植善笑 我 故意给她看了吗 烟头已经烧到手指 烫得一片粉红 培植转身 将烟碾碎 扔到垃圾桶内 然后用最平静如常的样子 看着冯家瑞 冯家瑞傻傻地点了下头 眼尾通红 还因有泪 培植我 她用指腹 温柔地擦了下她的脸 不等她回答 只说 我送你回家 被怒意冲昏脑袋的冯家瑞 第二天起的笔记还早 回想起昨晚自己的行为 恨不得原地穿越回去 改写剧情 不会是她出吻吧 冯家瑞对着天花板发呆 想起少年的眼底冷漠 化作惊讶 完了 手机铃声打断了 她在床上打滚哀嚎 你说你和许更分手了 还强吻了培植 冯家瑞无声地点头 电话那边的赵甜甜 声音反而多了一丝笑意 肯定是她出吻 冯家瑞下意识地问了句 为什么 赵甜甜指 故作神秘地笑 那天之后 冯家瑞故意躲着培植 其实也不算躲 当时培植大肆临近毕业 一边打工 一边还要赶毕业论文 本来就忙得昏天黑地 她偶尔半夜起来觅食 还能听见对面她开门的声音 她还好奇 有必要这么拼吗 她不知道 少年憋了一股劲 想要证明自己 更想要让她 看自己的优秀 冯家瑞一人 晚上八点的时候 突然停电 她倒过了半个小时 以失败告终 半夜又被热醒 窗外树影叠叠 她在黑漆漆的房间里 看到了培植走在昏暗的路灯里 有远极近 她忘了尴尬 像看到救星一样 打开门 就往楼下跑 楼道里的感应灯 也在要坏不坏的边缘 像恐怖片里那样 忽散忽散 冯家瑞小跑着到培植面前 仰头近距离看到那瞬间 只是短短几日不见 怎么感觉 她瘦了那么多 少年面无表情 额前的黑发变长了些 稍稍有些遮掩 低头时 冷白的下额线 在朦胧月色里 格外罪人 小飞虫在眼前晃悠 她眼急手快地 直接一掌 拍在培植的脖子上 拍完掌心发烫 好像是湿漉漉的汗 冯家瑞连忙缩回来 笑嘻嘻道 是蚊子 在吸你血 培植垂眸 睫毛又直又长 目光淡淡 让人看不出情绪 我答应你 她突然开口 说的话却眉头末尾 冯家瑞愣了下 然后笑 你怎么知道 我家停电了 你答应了呀 走快帮我修 真的热死了 培植一顿 随后脸色难看起来 什么 修电啊 她理所当然地说 培植沉默地 跟着她回到家 打着手电筒看了下 电路只是跳闸 也不知她怎么笨到 连这个都处理不了 离开时 培植手抵着门 没忍住 回头注视着她 冯家瑞 冯家瑞很少听见 她叫自己全名 你干嘛 少年的下额绷紧 你说话算话吗 她立刻就说 当然算啊 培植低头吃笑一声 降门关上 转身回了自己的家 骗子 不走心的骗子 她向来会骗人 狠起心来 连自己都骗 冯家瑞的酒量和酒品 向来不敢恭维 此刻她撑着下巴 看着她 眸子亮得让人不敢直视 仿佛眼前的人 就是她深爱的人 店员捧着发出 霹里啪啦的木炭 上来替换 不小心碰倒了啤酒� 道歉声中 培植神情专注地 扶住了岌岌可危的酒瓶 才能勉强忽略 刚刚明显加速的心跳 气氛过于微妙 谁都没有说话 身边是嘈杂的环境 她的沉默 显得特别 过了好一会儿 冯家瑞看见 培植唇边出现个狠淡的笑 带着不善和嘲讽 她呼伦发正尖 耳边就听见 她比记忆里冷漠许多的声音 不是 冯家瑞睁大眼睛 意外她的拒绝 想想也是 她那么混蛋 不是也行 她安慰着自己 故作爽快一笑 我开玩笑 培植忽然开口 叫了下她的名字 冯家瑞 她眼里 装着冯家瑞看不懂的色彩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冯家瑞还没明白 培植靠在那看着她 突然嘀嘀地笑 低头时 露出很浅的梨窝 三年前 也是这样久易熏天的夜晚 她同样是醉得迷糊 露出现在一样的迷惑神情 在她的红片下领了证 她很多时候都承认自己卑鄙 但这又如何 只要得到她 她下地狱也何妨 路边有一辆车打了远光灯 刺得让人睁不开眼 她在这瞬间 忽然起身坐到她身旁 坐下时 卫一的绳子 不小心碰到她的肩膀 冯家瑞喝得有些多 目光一转 发现她的脸 距离自己只有分好 她眼睛长得最好 下睫毛浓密 眼尾较长 细细的双眼皮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让人有一种被深爱的错觉 看到一半 觉得心跳有些快 她偏过头 准备说的话 还没说出口 唇就毫无预警地被堵住 很轻也很软 碰了只有一秒 她若无其事地移开 又靠在椅子上 看着冯家瑞瞪大的眼睛说 提醒你一下已婚的事实 冯家瑞经的酒都醒了几分 摸了摸嘴角 气息有些不顺 终于意识到 她刚刚说的话的奇异在哪 他们已经是结婚三年的夫妻了 还要怎么睡 八月的夜晚 灶热潮湿 现在是晚上八点 街道两侧 满满都是人 裴志帮冯家瑞拎着购物袋 走在她身后 她目光没离开她 从高中时代就是这样 她一直走在她身后 看着她 这几年她不在 她连走在她身后的机会都没有 路过一家网红奶茶店时 冯家瑞跑过去买了一杯 喝一口 又塞到她手里 太甜了 裴志看着她 发丝粘在脖子上 指尖有点痒 两个人在一起时 她总忍不住想靠近她 细细观察 不放过 不做过任何一点小细节 喝了一口奶盖 裴志被填得皱起眉 对面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 不堪路地从对面走来 他伸手拉下她的手腕 他没拒绝 反而往她怀里靠了靠 他感觉心肩被抓了下 没忍住 终于将那根发丝 从脖子里拿开 他仰得抬起头 好像下了某种决心 那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我会对你超级好 超级好 裴志的手 从手搂到腰 冯家瑞没听到她的声音 又看了她一眼 正好看见她眼眸中的自己 她有些意外 此刻自己 比小店门缝里露出冷气 还让人惬意 就是到最后 也没说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第二天睡醒已经十点 冯家瑞吃着裴志做的早饭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感叹 做明星真的是忙 赵甜甜早早打来电话 说为了弥补昨天的晚饭 今天请她看电影 冯家瑞同意 难得闲暇的时光 放纵一下也无所谓 只是没想到工作日的下午 电影院还能满场 冯家瑞捧着爆米花和可乐 和赵甜甜坐下后 发现全场几乎都是女孩子 票是赵甜甜买的 她好奇 谁这么大魅力啊 你家裴志呗 赵甜甜好奇地凑过来摇耳朵 领带送出去了吗 她什么反应 是不是高兴坏了 冯家瑞摇摇头 想起昨晚那个吻 她不太自在 还没 你在矜持什么 赵甜甜恨不得挑明撮合他们俩 但又怕冯家瑞起逆反心理 我不知道 她想了想 我以前看她觉得就是弟弟 现在好像突然一下子长大了 然后 你也突然陷入爱情 冯家瑞没反驳 反而认真地想了下 怎么说 就像那首歌里唱的 是行动啊 真假的 假的假的假的 赵甜甜还要追问 电影院内 一下子灯光黑了下来 冯家瑞抵了下她的胳膊 让她先看电影 这是一部青春片 剧情很简单 裴志在里面演一个大学生 只要她一出场 电影院里 就响起女生们的尖叫 冯家瑞第一次真实地感受裴志的人气 她有点不大适应 又有些鱼有容焉 大屏幕里的裴志 穿着最基础款的白衬衫 只是随便一拍 都是让人惊艳的帅 她卑微地暗恋着女主 一直默默地守在她身旁 甚至到了最后 都没有将告白说出口 整个片子酸酸涩涩的 没有狗血 也没有欺负太大的剧情 似乎只是在讲少年的孤单心事 电影散场 好多小女生都坐在座位上 不肯离去 眼眶红红的 我看采访 裴裴说 这部剧和她真人的经历相似 不可能吧 裴裴这么帅 在真实生活里 怎么会有女生舍得拒绝她 真的好心酥 暗恋八年求而不得 唉 本来不想裴裴谈恋爱 但是真的像电影里演的 我真希望那个女生 能回头看看裴裴 冯家瑞从她们面前走过 一字不拉的 将话都听到耳朵里 从记忆里搜寻 没找到结果 她转头问赵甜甜 裴之真有一个 暗恋八年的女生吗 赵甜甜惊讶地看着她 冯家瑞 你是真傻还装傻 你真的不知道吗 哦 应该是知道吗 外面突然来了一场雨 雨势太大 激起一片白雾 冯家瑞没带伞 赵甜甜本来说 将她送回家 临时又有事 只好送到邻近的地铁口 下车时 赵甜甜叫住冯家瑞 忽然问她 你知道高二比高三晚自习 早放半个小时吧 这是什么意思 赵甜甜没回她 只说 你好好想想 地铁上十分拥挤 几个小女生 正用手机在综艺节目 是季西白和周牧野 两个都是时下最有流量的明星 周牧野对季西白说 我看了最近新上的那个电影 我好喜欢林律石啊 季西白了然一笑 你不会是 知道我和陪志关系好 想通过我找陪志 要林律石的联系方式吧 周牧野厚着脸皮理所当然 不然要你有何用 没想到 季西白真的拿出手机 给陪志发了条微信 几个小女生互看一眼 聊着天 我好迷陪志和林律石的 CPO 性感大花旦X 清冷寡言白切黑 顶级流量 陪陪不也说她 喜欢姐姐行吗 他们俩CP 已经是排行榜前五了 视频里 季西白的话 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你好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有林律石前辈的联系方式 季西白听完 就开始嘲笑起陪志 拍戏三个月你 居然连女主的联系方式 都没拿到 陪志 你是不是打算单身一辈子啊 然后拍了拍周牧野的肩膀 对不起啊兄弟 陪志社交上有问题 我替你教育她 刚刚还在迷之律CP的小姑娘们 面露苦涩 陪陪总是这样 任生时级 十分难聊 其中有一个是陪志为粉 煞有介事地分析到 陪陪真的好酥啊 洁身自好 如果真像她之前说的 那她一定是在等 那个姐姐 天哪 这是什么绝世深情好男啊 冯家瑞心口 像被什么啃了一下 突然记起 她从前也是这样调侃她 地铁在轨道里飞速运转 眼前一片模糊 忽然觉得 有什么她忽略的 思绪飘回了很久之前 冯家瑞 有个关系很好的学妹 叫许如涵 相当迷恋陪志 小女生满心都是少女情怀 恨不得立马就让对方 明白自己的心思 可又羞怯 冯家瑞低头看着情书 觉得这是不大好 你自己送吧 许如涵双手合十 可怜兮兮地低声求她 夜里本就冷 凉风一吹 显得小姑娘让人联系 冯家瑞怜香惜玉 行 我只帮你送 下面的 你自己来哦 嗯嗯 这情书像烫手山芋 在冯家瑞手里待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 她犹豫再三去了对门 她自己熟门熟路地开了门 心里有事 连房间门都忘了敲 直接推门进去 房间里光线昏暗 深色的窗帘拉了一半 只看了一盏不太亮的暖黄色台灯 视线里 她刚洗过澡 只穿着全棉材质的长裤 上半身裸着 头发还滴着水 窗户没关炎 有一缕冷风从外面跑进来 把她吹醒 她连忙闭上眼 闭完之后 觉得不大对劲 又将眼睛睁开 比之前睁得还大 裴志盯着她 待在原地 面上还能勉强维持 耳朵却不可抑制地红浪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裴不哼的声音 裴志三两步上前 拽过冯家瑞的手 两个人都躲进了衣柜里 衣柜不大 两个人在里面更显狭窄 冯家瑞看着近在咫尺的裴志 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这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裴志看了冯家瑞几秒 一开目光 她上身还没穿衣服 衣柜里更黑 只有灵星的光线照进来 可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少女的亮晶晶的眼睛 两人贴得近 明明没开暖气 却莫名觉得热 呼吸交融间 冯家瑞还在纠结 我躲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裴志揉了下发烫的脸 觉得心跳 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你来干什么 她问 冯家瑞立马气短了点 她有个不好的习惯 只要一心虚目光 就胡乱 没个定点 正好看见她的腹肌 我能摸一下吗 裴志没反应过来 她补充道 腹肌 裴志冷声拒绝 不能 小倩 她撇了下嘴 我来帮许如涵送情书的 她喜欢你好久了 谁 她心跳骤然降低 骤着没问 你同班同学好吗 冯家瑞没忍住 还是戳了下 班花都不记得 裴裴宝宝 你这样很容易孤独终老的 她不知道 自己起伏巨大的心跳声 有没有泄露 也不知道 此刻突然坏透的心情 从何而来 反正在这一秒 她口气急差地回 关你什么事 门外 裴不亨敲了两下门 声音透过门传来 我九点的飞机马上要走 前我放在桌子上 过了两分钟 冯家瑞听见关门的声音 下一秒 裴致猛地推开衣柜的门 随手将刚刚放在 衣架上的衣服套上 少年看都不看她 全身泛着生人物尽的冰冷 冯家瑞 这个人真的好奇奇怪怪啊 冯家瑞也不高兴 气冲冲出了门 发现情书还在手里 又折回去 看见裴致脸更冷 冯家瑞直接扔给她 你自己解决 她被裴致冷淡的声音叫住 冯家瑞 她没好气地回头 干嘛 她黑发黑眼 沉下去的脸色 在这样的夜晚里更加冰冷 以后少管我 冯家瑞一口答应 谁想管你啊 真是 第二天雷电交加 大雨倾盆夜幕里 除了沉沉的雨声 还有汽车的警报声 教学楼的灯还亮着 许如涵从走廊看到裴致走过 急急跑过去 不管前后是否有目光注意到 大声叫住她 裴致 一声闷雷下 裴致停下了脚步转了过去 那个 家瑞姐说已经给你了 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许如涵说得结结巴巴 这是她第一次喜欢人 更是第一次做出 这个出格的行为 她仰着头 紧张又期待地看着她 走廊上冷得要命 雨声越来越大 像道灌了一样 电闪雷鸣 一点浪漫的气氛都没有 眼前少年校服外 穿了件黑色的羽绒服 那张让人着迷的脸寡淡又轻盲 似乎这世界没有什么 能提起她的兴趣 许如涵的心 慢慢慢慢沉了一点 你要是没什么话说 也行 她视线停顿了几秒 终于从记忆里想起了什么 许如涵 许如涵立刻回到 对 是我 她点了下头 表情更淡 风轻云淡地问 喜欢我 许如涵用力点了下头 雨更大 头发忽然被水珠打到 她下意识摸了下 目光触及培植的视线 本来雀跃的心跳突然平息下来 她手指蜷缩 恨不得能找个缝钻进去 可就这这一秒 闪电的白光里 她突然看到了少年的目光 在这一瞬间 冰山融化成春光 她敏感地回头 难道看错了 我不喜欢你 好好学习吧 她转身又慢吞吞往回走 许如涵不死心 跟上前追问 培植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她只迟疑了一秒 没有 许如涵心想 骗人 晚自习还在继续 培植刚回到座位 手机震动了下 冯家瑞 好狠的心啊 冯家瑞 你怎么拒绝人 都不知道委婉的 培植扫了一眼 没回 晚自习下课 高二比高三早半小时 她习惯性多刷了会儿体 看时间差不多 再去楼梯口晃着等她 身体被从后面推了下 她不受控地后退 刚要踩空 又急急 被刚刚的罪魁祸手拉住 冯家瑞气哼哼地别扭道 你怎么这么没有防范意识 培植撑开雨伞的手顿了下 目光垂下 看了她一眼 只一秒 又很快收回 从学校到家 不到三公里 公交车五站 路过六个红绿灯 要走617米 108街台阶 培植没说一句话 冯家瑞叽叽喳喳念叨了一路 最后到了家门口 转身各回个家前 叫住她 她长得好 一双眼睛最为艳丽 像是最亮的星星 此刻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语气严肃又认真 宝宝 以后 你如果是孤家寡人 可怎么办呀 培植垂下眸子 又长又密的睫毛 挡住她眼底的情绪 楼梯里 还能听见轰轰的雷声 声控灯亮亮暗 冯家瑞眼尖地看见她 勾起了嘴角 那家瑞姐 养我一辈子 灯光忽闪忽闪 将冯家瑞拉回线时 雨下得更大 冯家瑞跑进便利店 只剩下质量超级差的透明散 排队负账的时候 她后之后觉得感觉自己有点渣 行人道上 人烟携手 冯家瑞撑着伞 在大雨中飘摇 她想 无论以后怎么样 现在一定要对培植好 非常好 当年她走投无路 是她和自己结婚 将她从绝望的边缘 拉回 走了十分钟 终于到家 散坏得七七八八 自己也淋湿得差不多 她脱掉鞋 将包放到一旁 她一身只为了一条浴巾 露出带着腹肌的窄腰 她正拿着浴巾擦头发 皮肤上有薄薄水珠 听见开门声 身形一顿 回头看过来 凌乱湿发下 那双星空一样的黑眸 盯住湿淋淋的她 四目相对 冯家瑞心猛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就速度极快地降门关上 冯家瑞嘀咕 又不是没看过 她脑海里下意识 将多年前的画面 和刚刚的复盘 好像更壮了一点 身后的门打开 裴志已经穿上衣服 头发半干未干发尾 还滴着水 冯家瑞下意识 又看向她腰腹处 啪的一声 浴巾盖在她身上 淋雨了 她声音从头顶传来 她点点头 说出的话却不经脑子 腹肌不错 四周空气静了静 若是当年 裴志大概只会被她痘红了脸 但现在 裴志靠在墙上 表情似笑非笑 声音低哑却滚烫 要摸吗 冯家瑞一愣 办下阵来 我先去洗澡了 手拉开门 十分干脆利落 冯家瑞站在镜子前 雾气还没散去 但她还是看见了 自己红红的脸 空气里都是沐浴露的香味 和裴志身上的一样 她不太自在 总觉得自己 和她融为一体似的 现在居然敢调戏姐姐了 裴志看着冯家瑞 落荒而逃的背影 嘴角翘了翘 手机上已经有三个位阶来电 她一边打开电视 一边回播了回去 电视里正在回放 济西白那个综艺 裴志看着 耳边传来当事人的声音 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助孤生了 你也太不争气了吧 就这事 裴志忽然想到什么 走到冯家瑞门口 刚要进去 又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拿了一件自己的大T恤 回到卫生间门口 轻轻敲了下门 洗了吗 我拿了件衣服 放在门口 冯家瑞衣服刚脱到一半 打开门 直露了一张脸出来 看也不看她 直接从她手里 将衣服夺进去 你在干嘛 济西白停顿了一下 我说你不会藏了个女人吧 没事挂了 济西白大叫 不许挂 我的天 裴志我看错你了 你还以为 你是单纯的小白花 结果你才是闷声做大事的 快说是谁 圈内的吗 林律师吗 她回想了下 裴志身边 别说女艺人了 连工作人员都是男的 对方平日里 人情寡淡 连圈内好友 只有她一个 还是她死皮赖脸凑上来 裴志也不回答 注意力一直放在浴室的方向 突然开口 你平时都怎么追人的 济西白骚包的炫耀 真男人都直接睡 谁还追啊 话音刚落 浴室的门打开 裴志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视线里 冯家瑞穿着她的衣服 长度到膝盖上 大概十厘米 皮肤被热水蒸得有些粉红 她抬起头看过来 浑然不知她已经盯着她许久 电视彻底成了摆设 裴志看着她 自然地坐到她身边 胳膊微微碰到 他们身上 有着同一种味道 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 她怕冯家瑞太长情 怕许庚就这么长长久久地 住在她心里 但更多时候 她又羡慕这份长情 她侧头望她 领口太大 露出大片肌肤 她没注意 怎么了 她目光垂下 视线在她脖子上的 那颗至上停留 轻身逼近 冯家瑞紧张地绷直了脚尖 睫毛颤了颤 裴志 她恍若未闻 靠得更近了一点 你心跳好快 废话 面对你这张脸 谁心跳能不加速 在还有一厘米的时候 冯家瑞手抵住她的胸 电视里正在放她的广告 她一身黑色皮衣 在闹市的黑夜里行走 暗色调的霓虹层叠 突然一束光出现她的脸上 黑眸幽深 左脸颊有个唇印 画面定格品牌名称 和四号出现 冯家瑞注意力不集中 目光移了过去 电视里的人 此刻就在眼前 她心跳更快了起来 这张脸 还和曾经没有变 只是少年成了男人 带着致命的危险 难挨的时间里 只见她伸手轻轻 碰了下她的耳后 她全身都有些麻 下意识就要躲 突然 她声音响起 有泡沫 啊 是吗 冯家瑞连忙擦了下 抬头正好看见 她目光里的笑意 你故意耍我 陪志坐了回去 嘴角笑意 有点孩子气 冯家瑞气息不顺畅地 瞪着她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下一秒 她声音又钻了进来 家瑞姐 你什么时候 开始履行夫妻义务 六 空气静了两秒 陪志漫不经心地开口 开玩笑的 冯家瑞 笨问两声 也不管自己不了 直接就跑回自己房间 她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过了两秒 她猛地翻起身 又跑去卫生间 刚刚洗澡后 她内衣还在那儿 陪志应该不会发现吧 事与愿违 她速度还是慢了些 她瞪着她手里的内衣 洗了 陪志淡淡看了她一眼 手洗的 现在重点是手洗吗 内衣这么私密的东西 第一次 出现在异性的手里 冯家瑞干咳一声 掩饰住自己的不自在 神色正惊道 这是我的 知道 她语气平常 陪志望着冯家瑞纠结的脸 突然有了些笑意 又不是没看过 这是刚刚冯家瑞说的话 冯家瑞忽然沉默了下来 她近推两难 脑子嗡嗡叫 四肢都在发麻 最后自暴自泣 那谢谢你 又折回床上躺着 她捂住隐隐发烫的脸 她怎么就能这么理所当然呢 睡意全无 她在微信上找赵甜甜闲聊 冯家瑞 陪志没以前可爱了 赵甜甜 冯家瑞 你别看她长得淡漠 一副性冷淡的模样 其实就是一个狐狸精 这种冷心冷情的人吃起人来 都不吐骨头的 赵甜甜 吃你了 冯家瑞 冯家瑞把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赵甜甜抓住重点 她什么时候看过的 冯家瑞 就以前上学的时候 赵甜甜很没革命有意的 直接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截图 发给了陪志 没一会儿 冯家瑞的手机震动了下 陪志 睡觉 冯家瑞心口一跳 她怎么知道自己没睡的 果然是只洞察人心的狐狸精 这一晚上发生的事情太多 冯家瑞一整夜翻来覆去 梦里都是见到陪志的那一年 自从台风天后 陪志在冯家瑞家吃饭的概率就变多了 主要是焦梦玉实在太热情 陪陪 去叫家瑞起来吃饭 焦梦玉打开门 又急急跑回厨房 盯着烤箱里的蛋挞 餐桌上已经摆了四五样家常菜 陪志换上拖鞋 慢吞吞地走到冯家瑞门口 敲了几下门都没反应 焦梦玉注意着情况 陪陪你 直接进去叫她 她睡得沉 陪志顿了几秒 手腕轻轻用力 推开房间的门 冯家瑞的房间很乱 衣服扔得乱七八糟 因为这个事情 焦梦玉不知道说了她多少次 但屡叫不改 还非说有自己的秩序 房间内没开灯 厚厚的窗帘 阻挡了刺眼的光线 女生的房间总有种香气 冯家瑞 陪志叫了她一声 得到的是一片沉默 她不得不往里走几步 守在墙上找到开关 眼前一瞬间 从暗到明 她不适应地眯了下眼睛 再一抬眼 发现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一件内衣 粉的 还带着软软的蝴蝶结 她反应还是迟了一秒 看到了全部 撇开眼 正好对上冯家瑞 含着笑意的眼睛 她是什么时候醒的 陪志别过身 面无表情 冷声道 吃饭 冯家瑞从床上爬起来 笑嘻嘻地拉住她 不让她走 看了就想跑 陪志脸色一变 没看见 冯家瑞才不管她 仰着头 观察着她的脸色 少年皮肤薄 脸上还维持得住 但耳后脖梗都红了 冯家瑞笑得更灿烂了 站起来居高临下地 戳了下陪志的脸 小色鬼 陪志转过头瞪她 身体僵硬 恼羞成怒道 不是 她平日里冷清清的 像不解风情的小冰山 冯家瑞还以为她 本来就冷心冷情 可眼前面红耳赤的少年 明明更有意思 明明看到还不承认 冯家瑞大大的眼睛里 含着的都是不怀好意 靠得更近了点 呼吸和说话的气息 都贴在她肌肤上 为了公平起见 你给姐姐看看 你今天穿的内裤 什么颜色好不好 她说得像了女流氓 话音刚落 裴志脸更红 整个人好像都要烧起来 冯家瑞 名字被她得咬牙切齿 冯家瑞扑齿一笑 拍了拍她肩膀 见她还是紧咚咚的 很是僵硬 笑得更大声了 乖宝宝 她捂着肚子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怎么这么纯情啊 这件事 过去没几天 就是周年庆文艺会演 高三学习 忙没安排节目 在节庆当天 安排来大礼堂看节目 裴志作为颜值担当 班内怎么可能放过她 他们班师乐队演唱 给她安排了一个 副主唱的位置 就是既不需要弹乐器 也不需要飙高音 轻轻地唱几句 最轻松的部分 还可以引得一众女生尖叫 冯家瑞就坐在第三排 赵天天在旁边和她八卦 裴志甄 把许如涵拒绝了呀 搬花呀 嗨 她还小 不懂欣赏美 赵天天 快 欣赏我们陪陪宝宝 舞台上灯光暗下 过了两秒 一束追光亮起 裴志就这么出现 音乐声响起 是这年最红的甜逆情歌 她一身黑衣 额前的随碎发被吹起 露出光洁的额头 一双眼睛在灯光下 格外招惹是非 赵天天大惊小怪 我的天 平时已经够帅了 没想到打扮一下更帅 弟弟长大后不得了 肯定要让万千少女伤心 别说赵天天了 高一高二的小姑娘 更是藏不住心心眼 冯家瑞没说话 他看着少年 冷淡地拿着话筒 长腿靠在支架旁 一张脸面无表情 简直哭到没朋友 灯光太亮 将他整个人都照得闪闪发光 节庆的时候最混乱 观众席有老师看着还好 后台简直一团糟 裴志坐在偏僻角落的楼梯里 开了一局游戏 楼梯间的门忽然被打开 他一抬眼 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一个人 他坐在台阶上 仰起头 他穿着校服头 披着头发 小女生暧昧 头上还夹着水晶发夹 昏暗里闪闪发光 对方毫不客气 一把抢过他的手机 看到上面已经灰掉的画面 真惨 裴志本来有点困 一下子醒了 半眯着眼 声音冰冷又无情 冯家瑞 他低笑 弯下腰靠得更近了一点 裴志被台阶卡着 退无可退 只能仰着头看他 他像只卫化成人形的小狐狸 毫不害臊 越来越近 近到呼吸交融 裴志又想起了在衣柜里 他也是这样含着笑问他 可以不可以摸一下 心跳如雷 呼吸困难 他知道应该推开他 应该一开目光 只是偏偏 他僵硬的动都动不了 裴志 他嗓子哑了 声音堵在喉咙里 只发出模糊的一声 嗯 我要咬你了 他说 裴志愣了一下 就在这几秒钟 他低下头 牙齿准确地咬住了他的喉结 温热的鼻息 在脖梗里乱窜 裴志尝了一颗虎牙 现在正咬住舌尖 让自己看起来更镇定一些 冯家瑞却不知道他的纠结 他别了下身子 用更贴近的方式 在靠着他 不知过了多久 他抬起头 四目相对 他轻轻地说 惩罚你 他猴解滚动 盯着他眼睛 什么 招风引蝶 招惹是非 他声音很轻 鼻尖抵着 声音好像贴在他唇上 你呀 只能做姐姐一个人的乖宝宝 他心跳更快 这个人都要窒息晕厥 叮铃铃 上课灵响了 从梦中醒来的裴志 从客桌上猛地抬起头 同桌受惊吓地看着他 站起来往外走 你去哪 这是上课灵 裴志冷水 洗了三遍脸 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 手下一时摸了摸喉结 却摸不走烫意 他余光一晃 从镜子里 看到了梦里的那个人 冯家瑞刚打开水龙头 就看见裴志冷着脸转身 赵天天在身后目睹了这一切 你们俩吵架了 啊 冯家瑞看了眼裴志 毫不在意道 我们小少爷又不知道 谁惹到他了 现在你知道我这个知心大姐姐 有多难做了吧 还未走远地陪志 知心个屁 姐姐个鬼 Chapter 2 明月在上清风为正 我唯一的愿望是你 咦 这几天阴阴沉沉 又都是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闷热最难熬的时候 下起了暴雨 这种天气 最适合开着空调宅 在家里睡觉 冯家瑞将这几年 没睡够的叫一次性 都补了回来 窗帘拉着 时差混乱 根本不知道 是白天还是黑夜 睡饱了的冯家瑞 冲了个澡 敷着面膜 躺着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水果 正无限惬意 手机却不放过他 一直在震动 朱玉在和他汇报工作 说西北那边差不多了 这几天就打算回上海 顺便 还试探了问询了下 他工作室地址找得怎么样了 冯家瑞心虚的好半天才回 快了 朱玉 老板 你不会没找吧 一语中递 朱玉 老板你要加油了呀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冯家瑞发了一条朋友圈 没一会儿 有了十几条评论 有惊讶他回来的 有趁机来敲工作的 冯家瑞翻了翻 切回聊天页面 看到一个高中同学 突然私聊他 这周末 张老师50岁生日 你来吗 对方估计怕他 不记得张老师 是谁又追加了一句 高三的数学老师张盈 当年张盈是数学组组长 不仅教高三 还是陪着他们班的班主任 对方性格直爽 上课从来不拘于课本 又特别关心学生 所以口碑很好 冯家瑞一点都没犹豫 立刻就回 好呀 对方见他这么爽快 立马就把时间地点发了过来 一部电影结束 冯家瑞起身洗掉 脸上都面膜 再回来 电视机里正在放陪志的访问 电影频道配合新电影 宣传的一个深度采访 陪志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 质地很柔软 柔顺的黑发搭在额前 看向对面主持人的目光 都比往日少了几分冰茫 主持人是个业内 很有名气的知性大前辈 看到陪志愣了几秒 脸有些红 难得出现了些少女心 捂着脸对着镜头 近距离看陪志 真的太帅了 陪志低头笑了下 有点让人心动的害羞 冰可乐在手心沾满了水 冯家瑞才分心打开 咕噜咕噜的气泡 爬在嗓子里 他专心听看着 之前你说过 剧中的人物 和你本人的感情经历很相似 网友都不信 长成你这样 还会追不到女孩 他平静地回答 所以爱情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主持人步步紧逼 那你追求的时候 都用什么方法 陪志认真听完问题 宁神想了一会儿 我比剧中的他 还要再胆小点 总想着 有一天他会发现我 我就会出现在 他能找到的地方 一抬头或者一回头 就能看见我 他睫毛垂下 表情多了几分落寞 对面的主持人心更软了点 那后来他发现了吗 没 他笑了下 但话说到一半 突然停住 冯家瑞无意识地 咬着插在可乐里的吸管 心里又酸又骂 这几年 他连自己都无暇关心 对陪志的新闻所知 更是少之又少 现在好像隔了漫长的岁月 揭开了少年的心中的秘密 主持人的好奇心 被调了起来 陪志效益更明显 等有合适的机会 再告诉大家 电子门锁被悄然打开 手机屏幕时间显示 23点10分 冯家瑞拿着笔记本电脑 蹲在地毯上 看了一整天的陪志视频 饿不了下 他这几年的所有作品 及物料 他一边看还 一边用手机 在逛他的微博抄话 榜单上前后都是爱斗艺人 只有他一个演员 名列前三 显得有些突兀 陪志这个人 冷冷清清 连微博头像都是灰色的 微博内容更是月更 冯家瑞更好奇起来 这么不爱营业的人 那么多的女粉 究竟喜欢他什么呢 陪寥寥 冯家瑞笑出声 他哪里聊了 点开一个粉丝的视频剪辑 每个时期的陪志都有 从第一部校园电影 到近期的影视作品 将他所有的时刻 剪成一个人生的旅程 视频的最后写了一句话 他从不会让人觉得过分热情 却带着藏得很深的温柔 画面停格在 陪志在人群中 所有人举着相机 闪光灯亮起 他一身黑衣 眯着眼在笑 不带一分烟火气 中央空调的冷气 好像更低了一点 他肌肤上起了 一粒一粒的鸡皮疙瘩 他搓了搓胳膊 眼前还是那个笑 心突然跳得有点快 陪志安静地走过来 正好听见冯家瑞念念有词 陪志真是 嗲嗲奶奶的小宝贝 这表情也太渴了吧 好想把他藏起来 他脚步一顿 好啊 突然冒出来的声音 冯家瑞吓了一跳 手机差点扔出去 电脑上是他无限放大的照片 手机里都是他的彩虹屁 他头疼地在想 藏哪个比较好 一抬头 正好撞进陪志韩笑的眼睛 之前的无数个小时里 他对着这张脸 专注得了看了许久 现在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眼前 忽然变得不真实起来 他穿着紫色的卫衣 刚刚将帽子摘了 后脑有几根头发 调皮地翘了起来 低头是挡住了 屋子里所有的光线 冯家瑞抬着头 觉得他很像一只 很好摸的奶猫 陪志俯身过来 从他背后拿起鼠标 冯家瑞愣了一下 不自在地转过头 脑子里还在自动播放 粉丝们对他的彩虹屁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洗脑了 他全身很紧张 他看了下他浏览的网页 调查我 冯家瑞突然问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 对 他平复着心跳 明知顾问道 谁啊 陪志握着鼠标的手指收紧 周身的气压 好像低了些 冯家瑞察觉到他的变化 心突然悬了起来 哼 温热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反正不是你 四目相对 心猛地跌了下去 像绑在跳楼机上 不受他控制 冯家瑞口不择言 说谎的人 是要吞一千根针的 二 然后呢 这剧情才进行一半 冯家瑞将车停好 把手机从支撑架上拿下来 放到耳边 我到了 不和你说了 哪有你这样的 赵田田正加班 哀嚎一声 我也好想去啊 我把咱们礼物都带了 下次有空 我们单独回学校看他好了 酒餐厅定在西山会 冯家瑞来得不算早 包厅里一共三桌 已经来了不少人 找他来的小谢同学 冲他招了招手 家瑞 和这些同学好久没见 冯家瑞看见他们 总觉得时间还没变 几个女生互相聊起来 哇 你都没变啊 你明明还更美了 冯家瑞这笑话在这儿 谁敢说自己美啊 被点名的冯家瑞爽朗一笑 没办法 上天就是这么偏爱我 几人哄笑成一团 隔壁桌有人小声在问 裴志会不会来啊 裴志也是我们学校的 学霸家言霸 我就和他同届的 能和他出现在同一张毕业照上 这是能让我吹一辈子 有人记起冯家瑞和裴志的关系 凑上前来询问 冯家瑞 你知道裴志会不会来吗 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 今晚裴志有个活动 脱不开身 肯定不会来的 对方露出了好可惜的表情 还以为能见到大明星呢 张银学生不少 今天这个50岁的生日宴 还是学生提议办起来的 他专门打扮了下 穿着旗袍走过来 看到冯家瑞时 还惊喜了下 我带了你三年 你的数学成绩啊 这个意味深长的断句 冯家瑞连连点头 是我给老师造成工作上的困扰了 张银笑着拍了下他的手 就当攻坚克难了 旁边的人都笑起来 三言两语 场子热了起来 在这样的气氛下 正式用餐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隔壁桌有个男人 走过来敬酒 冯家瑞 你什么时候从西北回来的啊 没几天 冯家瑞回敬 并不记得眼前的人是谁 泛然 对方也从他眼睛里 看出迷茫 笑着调侃 当年 我可是为了追求 你挨了一顿打 周围有点吵 冯家瑞没太听清 对方靠近了一步 声音控制在两个人 能听见的范围内 你和裴志还在一起吗 什么 冯家瑞没接他的话 他和裴志的关系 除了父母和赵甜甜 以及裴志的经纪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没人知晓 一个和自己 都不同伴的男同学 是怎么知道的 他错愕了一秒 然后意味深长地笑 真的佩服裴志 说了眉头末尾的一句话 就端着酒杯走了 冯家瑞看着对方的背影 有些奇怪 身旁的小谢拉了他一下 我们去敬一敬张老师 好 张盈酒量不好 已经换上了果汁 和小谢说了话话 目光又转到冯家瑞身上 回忆起多年前 他颇有感叹地开口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派出所领人 就是因为裴志 冯家瑞目光错愕 张盈孝里有几分八卦的意义 高二下学期吧 他和我另一个男学生 打架去了派出所 你猜是因为什么 冯家瑞没接话 那个男生在追一个女孩 没追到结果 就在外败坏女孩名声 裴志看不过去 就去打了人家一顿 如果不是张盈的目光 所指性太强 冯家瑞没办法 将他和故事里的 那个人联系起来 小谢也听见了 错愕地问 老师你是说 上学的时候 裴志为冯家瑞打过架 张盈点点头 含笑的目光 还放在冯家瑞身上 另一边 裴志刚从活动上结束 季西白从身后追上他 一起喝杯酒 裴志低头看了下时间 有事 季西白勾住他的脖子 大声嚷嚷 别吧 你到底藏谁了 天天这么神秘 难约得要死 这个点正是堵车高峰 城市霓虹闪耀车水马龙 裴志低头拿着手机 不知在和谁聊天 季西白非要做司机 想看他到底被谁骗走了 车里广播正在说 青春期做什么疯狂的事情 勾起季西白一青春 我和你说 我高中时候可是笑吧 屁股后面跟着的小姑娘 可多了 然后鄙视的撇了裴志一眼 你这种闷骚行 读书时候 一定是乖乖宝 裴志摇摇头 不是 我也是为姑娘打过架的 季西白惊了 我真是太好奇了 快说快说 裴志难得有闲情 应了他两句 那会儿 高二下学期刚开学 2月14日 情人节过去的没多久 天气冷得要命 一抹剩下没几天 整个高三氛围都很紧张 冯家瑞那几天立假来 心情更差 天天抱着书和英语单词在呗 他笑话的名号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不少男生总会在校园里偷看他 他平时爽朗又洒脱 就算遇到男生示好 也会处理得很好 可也有偶尔一次 这天下课领响了 黑漆漆的楼道里 突然杂乱的脚步声 裴志站在不远不近的长廊镜头 只见两三个人男生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将冯家瑞堵住 其中一个叫泛然男生 大声说完告白 走廊里热闹起来 冯家瑞被围在人群中间 先是懵了一下 然后摆摆手 学习要紧 不谈恋爱 快走快走 学姐闹排队行不行 冯家瑞心情不太好 见对方死缠难打 语气不客气起来 不行 我不喜欢你 青春期的少年 在众多人面前 被伤了面子 哪能就这么罢休 脸红脖子粗地扔下 不时好歹四个字跑了 这不过是繁忙高三学业后的一场闹剧 冯家瑞不过心情不好了几天 赵甜甜只笑他 魅力太大 伤了别人的心 就得承受这个罪过 几天后的晚上 裴志在校门外和范然擦肩而过 正好听见他和身边人说 冯家瑞真的给脸不要脸 面上拒绝我 背后居然给我发信息说喜欢我 真当我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啊 旁边有人不信 真假的 看起来冯家瑞眼光狠 严格两个字 被范然的恶狠狠的目光 逼回喉咙里 哼 完完就算了 什么笑话不笑话 连猛地被人打了一拳 范然捂着脸回头 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你谁啊 你有病吧 裴志阴着脸 每一拳都带着狠 范然终于反应过来 连忙还手 裴志寡不敌众 被打了好几下后 警察及时到来 将他们都带回所里 警察教育了几下 他们几个小孩 让他们通知各自家长来 裴不亨当时在出差 最后没办法 叫来了张盈 张盈到的时候 就看见裴志一言不发 低头坐在那 鼻梁上有一道血痕 眼下轻轻子子 他了解完事情的经过 对这几个人都很无语 互相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范然翻了个白眼 还是没明白 裴志打他的原因 但他比裴志年纪大 作为哥哥 他得有犯 我打你也不对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裴志偏过头不看他 抿着唇一言不发 张盈拍得下裴志的肩膀 快说 少年的校服 刚刚蹭到墙上的灰 黑一块白一块 再配上这张 让人迷恋脸 倒是有了几分叛逆的味道 张盈是过来人 哪能不明白他心里的别扭 你总不想因为这是 全校通报批评吧 裴志静了两秒 不大情愿地开口 下次不打你 张盈点点头 看了范然一眼 将这是定性 行 那你们就这样和解了 各回个家吧 范然 出了派出所 天已经黑透了 旁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 范然跑进去 买了窗壳贴 追上裴志 学弟 你是不是喜欢冯家瑞呀 范然也不是傻子 琢磨了一遍 只有这个可能 裴志没要范然的窗可贴 走得很快 范然扯住他 冲着他调侃道 可以啊 有勇气 范然也不管 裴志不搭理他 好像找到同病相连的人 但冯家瑞真的难追 高中三年没一个人成功 你这样打我也没用啊 默默在后面做这些 冯家瑞又不知道 少年脚步一顿 像是被人戳穿了心里的秘密 气急败坏地甩开他 消失在夜幕里 天空突然毫无预警 下了暴雨 季西白吓了一跳 连忙开了雨刮起 到西山会门口 LED屏幕上正放着 张银50岁生日的照片 季西白不敢置信 这是谁 我高中班主任 所以 你是来参加高中班主任的生日宴的 裴志理所当然地点头 季西白 感觉自己被骗 气得扔给他一把伞 就开车走了 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裴志 你坐哪桌 冯家瑞 左边靠墙那桌 他刚回完 包厅的大门被打开 现场的女同学 特别眼尖 喊了一声 裴志 三 裴志戴着黑色的渔夫帽 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 走到冯家瑞身边 小谢看见人来 连忙让了个位置 裴志低声说了句谢谢 坐了下来 几乎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看着他 他穿着在这一种精心打扮 隆重出息的人群里 并不起眼 就是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气质 让人一不开眼 服务员送上一副干净的餐具 他低咳了两声 冯家瑞将手边的橙汁递给他 感冒了 好像有一点 裴志鼻音有点重 喝了两口橙汁 看到他空掉的酒杯 眉头皱起来 喝酒了 冯家瑞点头 心里有点乱 认真想了下 好像裴志是 有一段时间 脸上有伤 当时他好像说是摔倒的 目光在他脸上 认真看了一遍 没有吧 那应该是恢复得很好 四目相对 他略抬起眼皮 淡淡地问 怎么了 身后 有人将手压在冯家瑞的肩膀上 裴大明星来了呀 来来来 喝一杯 就是 来都来了 怎么只和冯家瑞说话 裴志侧身准备拿冯家瑞的酒杯 冯家瑞抢在他前起身 拿起自己酒杯 和对方碰了下 碰完才发现 四周静了下来 他尴尬地解释 他感冒 我替他和你们喝吧 说完 他想拍一下自己脑袋 什么叫越描越黑 视线都聚集到他身上 大家都在猜测 他和裴志之间的关系 裴志神情淡然 静静地拿着冯家瑞 和他刚刚盛的鸡汤 干净的碗筷就在一旁 不用任何言语 已经将关系昭然示众 女同学们的眼神变了变 看向冯家瑞的目光里 多了几分羡慕 只有泛然在心底嘲笑 这个傻子 真是这么多年 还是这一招 胆小鬼 大家要了签名和合照 才念念不舍离开 裴志脱身走去 和张迎问好 小谢睁大眼睛 悄悄问冯家瑞 你们在一起了吗 冯家瑞点头也不是 摇头也不是 含糊了半天 小谢没得到想象中的答案 感叹道 感觉裴志好喜欢你啊 他说话还是干什么 目光一直都在你身上 还有他刚刚站起来 还帮你理了下裙子 冯家瑞今天穿的是长裙 十分好看 但很不方便 他眼皮跳了下 心里疑惑 有吗 小谢还在用很羡慕的语气说 他还在看你 冯家瑞下意识地转头 两道视线相交 裴志先转开 不知和张迎在说些什么 冯家瑞的心跳忽然很快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忽然冲着他招了招手 果然裴志顿了下 弯腰轻轻和张迎 来了一个礼貌性的拥抱 随后走过来 冯家瑞仰着头 探究地看着裴志的眼底 头顶的水晶灯黄眼 他鬼迷心窍地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裴志微正 宝石的一样的眼睛 微微停滞 冯家瑞精神涣散 带着酒气 歪着头笑 开玩笑的 你紧张什么 裴志低头不作声 将他搂进怀里 耳边听到他嘴里念叨的三个字 胆小鬼 胆小鬼这个词 伴随了裴志整个青春期 他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他也像冯家瑞这样 爱得轰轰烈烈 勇往直前 境遇会不会有改变 他们好像和雨很有缘 常常在雨天相遇见面 车要是在我包里 冯家瑞翻着包 找了两次还没翻到 雨天视线模糊 头顶撑着伞 就这样模糊的视线里 还有人不停地 往他们的方向看来 耳边似乎听到裴志的名字 冯家瑞更心急了点 裴志举着伞 目光低下 伸手从内层里拽出钥匙 第一 车门解锁 他将车门打开 弯腰将冯家瑞抱进副驾 裴志轻身将他寄安全带时 醉得迷糊的女人 突然偏过头 与他四目相对 他眼睛长得很好 眼尾微微上挑 下眼瞼中间 还有一颗红色的痣 像还没画成人形的小狐狸 亮晶晶的 比前天满月的月亮 还要蛊惑人 裴志停住动作 紧张着他接下来的动作 他太熟悉冯家瑞了 不知他还能不能认出眼前的人 又因为太熟悉 怕他认错人 冯家瑞皱了皱鼻子 一把就搂住他的脖子 裴志的动作又一顿 随后下意识护住他的脖子 不让他没有支离点 下一秒 女人的唇就贴了上来 带着麦香的酒气 和让人无法抵抗的高温 狭窄的副驾驶位上 他手脚无处安放 全身有些不自然的僵硬 车门外 徐徐的晚风夹着雨 偷偷跑进来 聊起这一方灼热 呸呸 他叫的是他小明 声音低雅不轻 如果我当初喜欢的是你会怎么样 他盯着他没说话 问你话呢 他胳膊搂得更紧了点 声音细细痒痒痒 钻进他脖子里 估计也不大好 你这个人冷漠得要死 好多小姑娘喜欢你 你都不搭理人家 要是我喜欢你 可能也得伤心得很 他絮絮叨叨说个没完 在鼻息交融 距离只有分毫时 他突然开口 带着和这个夜晚 不应该有的理智和冷静 我是裴志 他说 他睁开朦胧的眼 歪着头 思索了一会儿 对啊 裴志 一字一顿 又进了一秒 裴志想 就算错了也认了 然后低下头 咬了他的唇 这是我们第三次接吻 是第四次 冯家瑞撑着脑袋 看着挡风玻璃前的狂风暴雨 酒精烧脑 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来 还有一次在哪里 裴志看着跳动的 红绿灯的秒针 跳动得十分缓慢 他侧头 看向身旁的女人 梦里 四 接下来几天 裴志天天在剧组里不见人影 冯家瑞也忙得团团转 选工作室地址 和合作方平台 谈下次纪录片选题 风力是他老朋友了 听说他回上海就开始约他 一边用工作做邀约 一边还说帮他找地方 这几天 小雨中雨 大雨暴雨随意切换 冯家瑞长了记性 出门前 特意带了一把黑色的长饼伞 地方约在风力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厅 这附近小子情调很足 好几个剧组都在这一片取景 刚坐下 风力的脑袋 从手里里抬起来 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听说裴志在附近拍戏 我朋友圈都被他刷屏了 一会儿我们谈完 也去看看吧 对方的语气太过热情 冯家瑞没吭声 显然他低估了对方的执着 最近我手里有个项目 男主真的很适合裴志 我把本子发给他经纪人 他经纪人居然回我 裴志不喜欢爱情戏 你说长成那样 不演偶像剧 造福大众 藏着干嘛 冯家瑞被他的语气逗笑 想起他是说过这样的话 当初他刚一入学电影学院 就引起轰动 开学典礼当天 就被圈内著名大公司 抛了橄榄枝 他当时就拒绝了 说不喜欢抛头露面 后来大学毕业 那家公司还没放弃 他签约那阵他不在 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他同意 裴志的话题 单方面进行了十分钟 才开始正题 聊到一半 门口忽然嘈杂起来 来了两辆车 冒着雨就开始搭设备 风力小声嘀咕 不会真真要巧吧 人群里有个人特别显眼 他穿着一身黑 手里拿着剧本 一手撑着伞 正在和对面的 对手戏演员对戏 冯家瑞不自然地 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被刚入口 就被多了一盎司 浓缩的冰美式 苦到心里 连忙又拿起旁边的 柠檬水压了一口 在抬头 咖啡厅的门被拉开 裴志就这么在 众人目光中走了进来 他助理跑到柜台买咖啡 他目光看到他 没一刻停留 直接往他的方向走来 冯家瑞心扑通一跳 手里的水杯 差点抓不住 锋利的眼睛睁大到 眼珠都快掉下 裴志在冯家瑞身边坐下 拿起他的冰美式喝了一口 眉头皱了起来 冯家瑞连忙将柠檬水递上去 是不是很苦 我多加了一份浓度 他接过水杯 又自然地喝了一口 锋利连忙给他递了个眼色 快介绍一下 冯家瑞抓耳挠腮 不知怎么定位这份关系 剧组又在门口 咖啡厅里 还有不少人 对面的 更是圈内著名制片人 而裴志虽然当红演员 但怎么说 也还在上升期 我学店 从高中到大学 还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 这个解释 应该很合理吧 冯家瑞用余光 撇向裴志 正好看见他将水杯放到桌上 侧目瞧了他一眼 没出声 冯家瑞松了口气 锋利是个人精 好不容易有机会遇到正主 连忙开始拉自己的项目 裴志你好 我是锋利 我最近手里 有个项目 是都市爱情剧 里面的男主人 设好 而且特别适合你 热血赛车手无比深情 裴志眉头微拧着 听完对方的话 不接爱情剧 这部剧 我们投资很大 导演也有质量保障 如果播出 肯定能够吸粉 确实有一定的亲密戏 但画面绝对是唯美的 不会让人不舒服 锋利在桌下 踢了下冯家瑞 又朝他眨眨眼 冯家瑞不得不赶鸭子上架 好演员就是什么类型 都要尝试 你现在上的电影 不就是爱情题材的吗 裴志眼睛一亮 你去看了 啊 他说的每个字 都好像在意有所指 冯家瑞不知该做何表情 迎面来了个突兀的女生 这不是冯家瑞吗 不在西北逃避了 回来面对 做过小三的现实了 冯家瑞一正 抬头就看见 苏蒙从咖啡厅的二楼走下来 他周边还为了 几个网红模样的女生 听见他的话 纷纷往冯家瑞这边看来 冯家瑞脸色没变 只是放在桌子下的手攥紧 苏蒙是许庚的老婆 一个粉丝几十万的网红 当年许庚当年和冯家瑞分手后 转头就和自己导师的女儿 苏蒙领了证 冯家瑞一直蒙在鼓里 嗤嗤单方面等了他几年 等苏蒙在微博撕他 说他是破坏家庭小三的时候 才知道许庚已经结婚了 当时几乎全网都在骂他 那是冯家瑞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微博短信所有的社交平台 他被无止境地谩骂 各种不堪入耳的话都有 而许庚毫无解释 甚至都没有联系他 从头到尾 做一只缩头乌龟 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的暗恋 那个清风朗月书生气十足的大哥哥 到大学四年 坚持不屑后 又分分合合 终于在那一刻 画上句号 冯家瑞删掉所有他的联系方式 扔掉所有有关他的东西 头也不回地去了西北 苏蒙穿着贴身的吊带裙 脸上妆容妖艳 踩着高跟鞋走近 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冯家瑞 这次回来 又打算破坏哪个家庭啊 冯家瑞 你不会是惯三吧 冯家瑞扫了苏蒙一眼 刚要说话 放在桌下的手 被裴志抓住 他下意识地看向裴志 本来强加来的盔甲 突然出现了裂痕 这几年 他做的错事太多 荒唐的他都觉得自己可笑 那这一切 裴志会怎么看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冯家瑞 突然有些害怕 裴志轻轻将他每个钻紧的手指 舒展开 然后食指交叉 握住他的手 苏蒙心里 只想让冯家瑞不好过 现在才看到 他身边还坐了个人 裴志 冰冷 明明他居高临下 却有种被强制压制住的感觉 网红圈和娱乐圈 有着说不清的牵扯 苏蒙只知道 这位当红演员的粉丝 格外强汉外 根本不知 他有什么花边新闻 传闻他不尽人情 性格冷感 别说花边了 连普通的社交都没有 可眼前 为什么觉得他和冯家瑞那般亲密 这种亲密 不是动作多亲密 而是他们坐在那 明明还有一段距离 却觉得十分和谐 苏蒙心莫名慌了下 下一秒 耳边听到比他眼神 还有冰冷的声音 这位女士 你在公众场合毫无证据 不分青红皂白 损坏他人名誉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小时内 我会让律师 向你出具律师函 请你茶烧 苏蒙不敢置信 看着裴志 你说什么 律师函 你是裴志吗 裴志的助理小Q 买好打包的咖啡 正好看到眼前这一幕 简直比苏蒙 还要不敢置信 自己冷漠无情的老板 居然还会为别人打包不平 裴志轻轻捏了下冯家瑞的手心 踩松开手 慢慢站起来 仗着身高优势 轻轻看了苏蒙一眼 你还不离开的话 我只能报警了 苏蒙 他狠狠瞪了冯家瑞一眼 踩着高跟鞋离开了 小Q看了下目前的情况 善善地问裴志 老板 律师函真要出吗 裴志拿过小Q刚买好的热拿铁 将他放到冯家瑞面前 顺便将他的冰美式没收 然后才点了下头 出 直接告 小Q呕了一声 控制不住眼睛 又看了眼冯家瑞 老板这是冲冠一怒魏红年啊 网上那么多黑他的黑粉 都没见他这么生气要告过 剧组那边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工作人员往咖啡厅里看了看 问他们打了个招呼 裴志离开前 又看了眼冯家瑞 似乎想说什么 又皱了下眉 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这场闹剧来得快走得也快 锋利关心地拉了下冯家瑞的手 没事吧 当年那是要说起来 你也是受害人 那渣男才不是人 你和他那几年 突然想起 裴志味不好 不能喝冰美事 他拿起手机 找到裴志的微信 字都打好了 在案发出件的时候 犹豫了一秒 他想了想 还是发了出去 落地窗外的雨下得更大 冯家瑞发完 就转头去找裴志的身影 他正拿着手机 似乎有所感应地抬头 两道视线在空中交汇 身后有人在催他 他突然笑了下 随后转头扔掉伞 开始拍雨戏 冯家瑞离开的时候 戏还没拍完 他站在屋檐下 撑开那把黑色的伞 他喜欢你吧 这个他不言而喻 冯家瑞微正 锋利理解的笑笑 声音很轻 放心啊 我会保密的 只是让全世界少女 都疯狂的男神暗恋自己 是不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 锋利也没想他回答 又感叹了一句 真羡慕你啊 五 锋利走了后 小Q不知 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 家瑞老师 您是坐出租车来的吧 冯家瑞点点头 小Q今年不大 比裴志还小一岁 做裴志的助理快一年了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 处理自家老板 和异性的来往 他声音有点局促和紧张 陪陪 今天有夜戏走不开 让我送您回家 车就在后面 您跟我来 冯家瑞本想拒绝 手机突然震动了下 看到裴志发来信息 注意安全 很客套的礼貌 他看起来 并不像会这么体贴 安排这些的人 坐的是裴志的保姆车 现在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 一来一回 保守估计要两个小时 如果裴志这场拍完 需要休息的话 就没有地方了 他突然觉得 这个体贴有点烫手 目光从后视镜 和小Q撞上 对方笑了笑 我开车技术很好的 家瑞老师 您放心 冯家瑞笑了笑 看着车外繁忙的高架桥 明明车里 空调开在24摄氏度 凉爽又舒适 可他掌心还是有些失路 心头比掌心还失路 被人保护的滋味 真的很好 小Q偷偷摸摸 用后视镜看了30多次 终于想起 冯家瑞是谁 他刚来裴志身边的第二个月 那天晚上有个应酬 向来不太喝酒的裴志 居然喝了一点 经纪员尼哥 还得在里面 伺候那群投资人 就将裴志扔给他照顾 裴志闭着眼 靠在座椅上 眉头深皱 整个脸苍白到可怕 他手忙脚乱地 打开一瓶矿泉水送过去 不小心蹭掉了 裴志拿在手里的手机 手机摔在车上 手机壳和手机分离 露出一张拍力的照片 在黑色的车垫上 他好奇地捡起来 看到一个女孩的侧脸 是他吧 小Q更紧张了点 自己好像不小心窥探到 老板最深处的秘密了 那个暗恋求而不得的女人 也是他吧 送逢佳瑞到家后 他内心都快好奇死了 但还是十分敬业地 没有问出口 到了拍摄现场后 裴志正好一个镜头结束 正在在监视器前 看刚刚的回放 见他来微微侧头 小Q连忙凑上去 在他耳边轻声说 安全送达了 裴志点点头 看着裴志的反应 小Q不免好奇起来 难道自己猜错了 晚上12点20分 一天的戏份结束 裴志到家 已经凌晨一点 玄关的灯还亮着 像是特意为他留的 裴志脱掉鞋子 换上拖鞋 脚步很轻地往房间走去 路过客厅 看到一个人 正躺在沙发上 他脚步一顿 有一瞬间不敢置信 随后嘴角翘了翘 脚步更轻走了过去 他手机手里还拿着手机 裴志轻轻拿过 不小心碰到他大拇指 屏幕自动解锁 他一抬眼 就看到他的屏幕 他正在和圈内 著名时尚杂志的主编 Elly聊天 对方说 下期封面的摄影师 失恋去肯尼亚散心拍大象去了 要他去救场 冯家瑞来回拒绝了几次 强调自己已经很久 没拍时尚杂志了 而且一直在西北 连人都很少拍了 在对方说出一个名字后 他开始软化 最后同意了 裴志嘴角的笑更大了些 下期的封面人物正是他 没想到有一天 他居然能让他妥协 裴志弯腰轻轻 将冯家瑞抱回房间 他坐在床边 看了他很久 才轻轻关上门 下了一天的雨 到夜里终于小了一点 窗外有两盆花 忘记搬回来 已经被风雨 打得搭拉着脑袋 裴志终于从繁忙行程中 喘了一口气 房间里没开灯 被雨水打湿的月光 十分朦胧 将他的影子 拉得又长又淡 黑暗中 裴志点了一支烟 星红的火光一闪一闪 他吸了一口 仰头慢慢吐出白雾 他烟瘾不大 太累 或者压力太大的时候 抽一支解压 学会抽烟是大一 他又成了冯家瑞的学弟 看着他就在眼前 却无能为力 和他在一起 他看着他开心 看着他委屈 看着他哭 那时候 他觉得像个 毫无存在感的第三者 从意识到喜欢他开始 他就是个 没什么存在感的弟弟 可那个人渣 完全不知道珍惜 裴志心头更燥 所有的往事浮上心头 他恨不得 现在就去打许更一顿 让其再也不要出现 一支烟燃静 他又点了第二支 微苦的烟草味 把他包围 冯家瑞打开门 就见他站在一团白雾里 又高又瘦 整个人看起来孤单极了 你还不睡吗 裴志听到声音回头 看到他立刻将手里的烟掐灭 走到窗户前 打开通风 他眉头微皱 吵醒你了吗 冯家瑞摇摇头 下午有太多人在 场合也不对 有许多话想对他 都没机会 本来想等他回来和他说 没想到睡着了 冯家瑞左脸颊上 有一道刚刚睡觉压到的印子 他本来长相明艳 此刻穿着柔软到家居服 头发有些乱 站在他面前 居然可爱极了 裴志觉得心头的怒火 被这份柔软浇灭 声音更温柔了点 怎么不继续睡 冯家瑞仰着头 眼前的人靠在墙上 微微低头 身上是一件黑色的卫衣 他觉得他真的很好看 路上小Q说 他正在拍的这部剧 动作戏很多 他几乎都要求亲自赏 所以难免总受伤 他视线往下 在他微微挽起的袖子下 看到了亲子的伤痕 他不太清楚 是怎么弄的 但下意识地替他觉得疼 你以后能不能别受伤 他眉头微挑 低头故意问 心疼 没想到 冯家瑞却点了点头 已经处理过了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 他答 知道什么 知道不是严重的伤 但你以后 能不能尽量别受伤 他说的反复 裴志却听懂了 他话里的含义 裴志不知怎么形容 现在的心情 只觉得心上被什么缠住 一层又一层 又紧又密 呼吸都轻了些 昏天黑地里 他笑了下 然后说 好 听到他的答复 冯家瑞的心 稍稍放了下来 他终于记起 自己来的正事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他还有很多话想说 比如 感谢你毫不犹豫地 就站在他身边 比如这么信任他维护他 他犹豫了一下 两年前的事情 网上有 对我很多种解读 我也从来没和你解释过 是我的不对 那时候 我们已经结婚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应该和你说一下 其实我不想听 他冷声打断 不想听吗 冯家瑞一愣 那我不说了 他局促的 连手脚都不知怎么放 这种经历是从来没过的 他向来在裴志面前 随心所欲惯了 现在复杂交汇着 他数都数不清的酸甜苦辣 那我先回去了 你快点睡吧 冯家瑞同手同脚 刚走两步 就被人从身后按住肩膀 他指尖很冰 半开的窗户 还飘着雨 冯家瑞回头 就和裴志的视线相交 一双眼睛 就这么看着他 想谢谢我 他问 冯家瑞点点头 他笑了下 又问 还想我能原谅你之前做的错事 他咬字的方式很特别 尾音有点轻 正好压在冯家瑞的心跳上 他又点了下头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觉得 四周的空气变得 更燥热了点 连呼吸和皮肤 都变得滚烫 灯还是黑的 借着月光 他发现他毛子格外亮 像是在黑夜中看中猎物 他心跳更快了 寂静的空间里 每一秒都格外难熬 就在他要喘不过气时 能亲我一下吗 冯家瑞咬了下唇 对上他的眼睛问 亲一下就原谅吗 他说 对 气氛又静下来 床头柜上有个垫子钟 还在滴答滴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冯家瑞亲身靠过来 点起脚 在他注视下 亲在他喉结上 他答应 LA拍封面后 特意又去培制的超话 逛了一圈 最新一条精选微博是问 你最想亲培制哪个部位 选项有 眼睛 脸颊 嘴唇 下巴 和喉结 其中 喉结已高票领先 评论下方 有许多特写图 说培制的喉结上 有一颗痣 每次滚动时 都愤外心感 他盯着照片看了许久 最后赞同粉丝的言论 明明周身都散发着 清猛的气质 身上却散发着一种 他特有的少年感的欲 让人难以抵抗 锋利说 真羡慕他 此刻他突然理解了这份羡慕 后脑突然被他稚固住 让冯家瑞的唇 贴得更紧 鼻息间 都是他的味道和体温 还有在跳动的脉搏声 他的心跳 培制 培制喉结滚动了下 他清醒着 又问了那天的问题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垂眸 目光突然变得有些锐利 冯家瑞不怕他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 是 我就要追你了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培制磨了磨虎牙 冯家瑞笑得像偷心的猫 是的话 那我就不追了 不行 为什么 他恨不得用虎牙咬他 牙齿磨了几遍 最后输给自己的心软 冯家瑞 你是不是故意的 对啊 六 这一夜 培制断断续续 做了一整晚的梦 将年少所有细枝末节 都重新放映了一遍 一颗心像跳跳糖 外表裹着酸粉 等熬过去 又变得无比甜美 高三下学期 冯家瑞的课业压力更重 平日里不是在刷题 就是在刷题的路上 两人的交流变少 除了吃饭时 能偶尔聊两句 其他时间 冯家瑞都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偶尔见他捧着手机 聊得很开心 他不经意看到过 是许庚 焦梦玉切好水果后 赶着出门 就对着培制说 和你家瑞一起吃 阿姨先走了 培制点点头 走到门边 敲了几下 里面没动静 他蹲了下 转动门把手 铺满课本和卷子书桌前 冯家瑞正拿着手机 手指速度格外快 聊得太专心 连培制走进去的脚步声 都没发现 等冯家瑞发现时 培制已经就站在他身后 他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护住手机屏幕 等看清是培制 才松了一口气 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 培制用牙签戳了一小块西瓜 递到他嘴边 他张口咬住 吃完还在瞪他 你在谈恋爱吗 培制问 冯家瑞瞪他瞪得更厉害了 才不是 我再问许庚题目 提到许庚 少女的眼睛更亮了些 脸颊红红 语气里满是新鲜 我和你说 许庚超级聪明 我数学多靠他 才能起死回生 模拟考的数学卷子 就放在桌上 培制看着上面 108分的红色字样 瞥开眼 不太舒服 你是不是还没见过许庚 他这段时间好忙 一直在外地出差 等他回来 我介绍你们认识 他本人超级帅的 是那种书生气的帅 冯家瑞兴奋地说了好一会儿 发现培制都没有理他 他侧头过 看见他表情淡淡的 连拿在手里的西瓜都没在吃 你不舒服吗 培制轻轻点头 是不舒服 莫名地感觉 心口很堵地慌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了一个月 距离高考 剩下没几天 这阵子 互称提早入眉 每天都潮碌碌的 那是周日的下午 天气阴得可怕 乌云滴滴 让人分不清 是白天还是黑夜 培制一如往常来冯家瑞家 一进门就发现了一双 没见过的男鞋 焦梦玉开完门就去厨房 还嘟嘟他 快去洗手 准备吃饭 培制没说话 踩着拖鞋 慢吞吞地往里面走 路过冯家瑞的房间时 下意识地 转头往里看了一眼 他房门没关 开了的不大不小的缝 他穿着白色的睡裙 很乖地坐在椅子上 那个人就坐在他身旁 一只手拿着笔 另一只手搭在椅背上 写写画画 低声在分析题目 冯家瑞的心思 没在题目上 一直用亮的 让人心动的眼睛 偷偷看许庚 许庚看过来时 他又低下头 下一秒 又故意抬起来 和他对视 两个人离得很近 肩膀互相抵扎 培制看见了 冯家瑞又靠近了一些 脸上的笑 是他从来没见过的 那一刻 像是被一盆冰水 从头浇到尾 可心底火苗 还不肯熄灭 培制不知 自己怎么一开目光 又是怎么吃完这顿饭的 身体不听使欢 表情木然 心头像有千万只蚂蚁 在撕咬 他抬起睫毛 冯家瑞和许庚 就坐在他对面 在酸涩的折磨中 他终于意识到 他是喜欢冯家瑞的 他向来人情寡淡 从来没有哪个时刻 希望哪个人 可以只属于自己 闷热的六月来临 在绵绵小雨中 高考结束 冯家瑞彻底在家 坐起来米虫 天天捧着西瓜 在沙发上看电视 焦梦玉看不得 他每天无所事事 你这么闲 明天开始 给培制辅导功课 他这学期成绩 突然下降了不少 明明挺聪明的孩子 也不知道受什么打击了 好啊 没问题 焦梦玉比培制亲妈还操心 你好好教 那孩子心思敏感 别打击到他 冯家瑞有一搭没一搭的点头 知道了 补课从第二天开始 在培制家 他刚洗过澡 从冰箱里 拿出刚榨好的橙汁 放在冯家瑞旁边 冯家瑞正皱着眉 看他的期末成绩单 明明这孩子上学期 还在年纪前十 怎么这学期 一下掉了一百名 他狐疑地盯着培制的脸 难道早恋了 可他每天 在他眼前晃 也没看见 他对哪个女孩子伤心啊 他拿出知心大姐姐的架势 盯着培制的眼睛 你老实说 为什么成绩下降这么快 培制不由地眨了下睫毛 眼前的冯家瑞长发 被盘成一个丸子 扎在头顶 俏皮又甜美 空调冷风徐徐地在吹 他虎牙轻轻咬住 让自己不要脚蟹投降 不想学 冯家瑞眉头皱了起来 用食指轻轻点了下他的额头 你是不是叛逆气道了 怎么能不想学呢 说完 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 他又拍了下他的肩膀 姐姐很理解你 但是无论如何 成绩可不能下降 培制不说话 他看着自己那糟糕的成绩单 嘴角压抑着笑 他了解娇梦欲 如果他成绩下降 一定会让冯家瑞能辅导他 冯家瑞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家这个城市 去外地读书了 他和他能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冯家瑞不知道 培制弯弯曲曲的心思 讲完一道题 发现他居然根本就没在听 他将笔拍在桌子上 仰起头看向他 培制 这样不行啊 你为什么不想学 没意思 少年复杂的家庭环境 还有培不哼的态度 让冯家瑞心里酸涩起来 一定是太失望了吧 考得好 没人关心 考得差 也没人关心 好像做一切都没有意义 他心里更软 对上他漆黑的眼眸 脱口出 你每进步三十个名次 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 怎么样 培制猛地将头低下 在他的目光下 冯家忽然有些退缩 当然杀人放火 超出我能力范围的 好 培制打断他的话 眼底是窗外满月的月光 我答应你 七 漫长的暑假才拉开序幕 除了烈日就是暴雨 窗帘永远拉着 空调不知疲倦地吹 昨天回来的时候 看到陪陪淋雨了 脸色白的呀 像得小可怜 我刚刚想过去看看 在门口就听见 他们父子俩在吵架 娇梦玉化完妆 又照了遍镜子 准备出门时 又不放心地看了下 正在客厅看电视剧的冯家瑞 吩咐到 家里有感冒发烧的药 一会儿记得送过去 冯家瑞啃着西瓜 你怎么不去 哎呀 你这小孩 就不能发挥下姐弟爱吗 敢在娇梦玉长篇大论前 冯家瑞连忙点头 王阿姨要催你了 你快走吧 你放心 我一会儿就去送药 电视剧放到一半 开始插入广告 右上角180秒倒计时 冯家瑞吐槽了下 现在简直是在广告里 插电视剧 他站起身 从沙发上站起来 找来药箱 翻出药 犹豫了几秒 还是敲了敲对面的门 敲了好几声 正当冯家瑞要走的时候 门突然从里面打开 大夏天的外面缠声啾啾 树叶都被晒粘了 裴志穿着长裤长袖 脸色惨白 他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 衣角还稍稍卷起 抬手时 露出少年紧致结实的腰腹 冯家瑞磕巴了一下 一开目光 点起脚也不管他反应 直接将手背靠在他头上 惊呼 这么烫 裴志皱了下眉 没出声 冯家瑞直接从他身下走进门 房子里空荡荡的 没看到裴不哼 你爸呢 走了 裴志靠在墙上 看着他从厨房里 拿出热水壶摇了摇 发现没水 又从冰箱里 拿出瓶矿泉水倒进去 进行加热 烧水的空闲时间 他仰着头看过来 裴志个子比冯家瑞高一个头 他和他说话 觉得有点费劲 伸手将他从墙边 拽到椅子上坐下 手劲可能大了点 也可能裴志生病中 没什么力气 肩膀不小撞到 冯家瑞连忙伸手抱住他 掌心所接触的体温比他高好多 他头靠在他怀里 呼出的热气都烫人 少年的睫毛又长又密 稍不注意 还会划到他的锁骨 冯家瑞觉得痒 忍不住抓了下 掌心一躺 他一低头才发现 他碰到了裴志的唇 客厅里没开空调 四周空气都烫了 冯家瑞莫名觉得 心跳有点快 见裴志没反应 松了口气 电水壶跳了一下 他将它服好 对了一杯温水来 裴志 冯家瑞轻轻叫了下他名字 装满水的玻璃杯 抵在他唇边 喝一口水 吃药 他沉默了几秒 睁开眼 不乐意的又偏开头 不吃 呼 冯家瑞盯着他 看了好几秒 最后 在他可怜兮兮的表情下 败了下来 他在心里唾弃自己 真是个眼狗 与其更轻了点哄他 不吃药 生病会难受 裴志睫毛微微眨动 看了他一眼 不光是眼神 现在连声音都委屈起来 你逼我 这个少爷 真的难搞得要紧 平日里挑食这不吃 那不吃就算了 生病了还这样 冯家瑞瞪着他 少年的头发没整理 有几根不老实的翘了起来 这样的裴志 多了几分平日里 没有的可爱 想揍他的心 只维持了两秒 他站起来 风风活活打开门 裴志一愣 看着他背影 还没来得及叫 冯家瑞冲回自己家 从冰箱里 拿出两包正动着的 旺仔QQ糖 电视机里 正在放男女主的对手戏 他看都没看一眼 又跑了回去 裴志看着他 动了动唇刚要说话 嘴巴里 就被塞进了一颗 葡萄味的QQ糖 他下意识地吞了进去 脚呀 你傻不傻 裴志没说话 只盯定地看着他 眼前的少女 刘海被因为刚刚跑步 被吹散 一双眼睛里都是他 他来不及做什么 嘴里又被塞进一颗胶囊药丸 少女仰着头 嘴角都是笑意 现在可以吃药了吗 他吞了下去 又被他强硬逼着 喝了一大杯水 一切都结束 他站起来 揉了下他的脑袋 声音又轻又甜 你以后长大了 可好好好笑声解交 回答他的是少年 冷冰冰的眼神 裴志这场感冒 来势汹汹 半个月都没好 低烧反反复复 时不时就在咳嗽 可把焦梦玉心疼坏了 没事就盯着裴志 那张日渐消瘦的脸 长须短叹 又是周末 冯家瑞正在做卷子 焦梦玉门也不敲走进来 使唤他 我熬了鸡汤 去得裴志送去 为什么不是你去 焦梦玉理所当然 我是你妈 你就得听我的 冯家瑞无话可说 只得听从命令 焦梦玉别的不行 在煲汤这方面 可是一绝 看着卖相 就特别诱人 冯家瑞端起焦梦玉装好的鸡汤 从鞋柜上的架子里 找出裴家的钥匙 这是前几天裴志 他爸裴不哼给他们的 说是怕裴志一人 在家病倒无法开门 特意给他们救急用的 真是奇怪 这么担心自己儿子 为什么不自己在家照顾 反而还全世界乱跑 冯家瑞掏出钥匙打开门 将鸡汤放到餐桌上 踩着拖鞋 啪哒啪哒 推开裴志房间的门 人呢 房间里空荡荡的 裴志有洁癖 他所有的东西 规制得像样板间一样 窗外呼啦呼啦 刮着风 乌云沉沉的 果然下一秒雨点 又大又密地砸了下来 他在密不透气的雨声里 四处张望 从房间到卫生间 再到阳台 只见裴志一个人站在阳台 窗户没关 雨点顺着风倒灌式地 往里砸 冯家瑞愣了下 连忙走上前 将窗户关上 又看向全是几乎湿透的裴志 你有毛病啊 你知不知道 你感冒还没好 你现在吹风淋雨想干嘛 他劈头盖脸骂完 才看向裴志 他面无表情 神情比往日里 还要阴沉几分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总是有许多叛逆的心思 冯家瑞却不觉得他叛逆 因为他敏感地察觉到 他晦涩的心情 比这天气还糟糕 余光不小心看到他紧紧攥着手 冯家瑞想都没想 就伸手过去 握住了他的手 我们裴志宝宝 因为天气差 所以 心情不好吗 裴志顿了下 僵硬地看过来 冯家瑞本来以为他不会说话 没想到安静了好久后 他慢吞吞点了下头 除了天气不好外 还有别的原因吗 今天是我生日 啊 也是他们离婚的日子 他说得十分平静 一点情绪起伏都没有 冯家瑞立马笑着说 那我去给你买蛋糕 啊 这个天气 我不想出去 不然我给你做一个吧 说完 也不管裴志的意愿 就将他扯进来客厅 先督促他换了一件衣服 换衣服的时候 还发生一件事 他怕裴志不听话 也赖在他房间里不走 非要亲自监督才行 冯家瑞在他衣柜里 拿了件他认为 最好看的白色短袖 递给裴志 然后背过身 捂住眼睛 好了 我看不见的 你快换 裴志拿着衣服 一动不动 冯家瑞没听到声音 又催他 快点呀 我真的不骗你 他低着头 将衣服利落地脱掉 又放到一边 拿起他选的那件套上 衣服还在腰腹处 没放下去 他余光看到面前 信誓旦旦 说不看的人转过身 正笑眯眯地盯着 他露出来的那片皮肤 哇 裴裴宝宝 上次没看清 没想到你平时 什么深藏不露 还是有八块腹肌的 裴志不理他 冯家瑞又凑上前 灰色的 裴志脚步一顿 什么灰色的 突然大脑里闪过什么 他回头要瞪冯家瑞 他已经飞快 从他身边跑了出去 边跑边大声说 裴裴宝宝好冷淡哦 穿灰色 我更喜欢黑色 多神秘啊 冯家瑞 好了 你乖乖坐着哦 姐姐给你做蛋糕 碍雨姐姐从来没下过厨 我给你做个 冯家瑞正翻着厨柜 眼前一亮 拿出面粉 又找出几个鸡蛋 信心十足 做个鸡蛋糕 他见交梦郁做过 一点都不难 他回忆着步骤 将面加上水 又将鸡蛋放进去 搅拌来搅拌去 裴芝的声音 在这刻格外冷漠 冯家瑞瞪了他一眼 手忙脚乱地 将蛋糕 从锅里移到盘子里 惨不忍睹的模样 哪里是蛋糕 根本就是胡了的鸡蛋饼 家里有蜡烛吗 冯家瑞问 裴芝看了他一眼 无声地将一个 照明用的找了出来 有总比没有好 冯家瑞自我安慰 也行 你今年几岁啊 还有几根啊 要不都拿来吧 过了几分钟 冯家瑞看着眼前的一堆白蜡烛 放在胡掉的鸡蛋饼前 总觉得不大吉利 要不还就一根好了 烛光摇曳里 冯家瑞看着裴芝 见他脸色比刚刚好多了 心放了下来 他看着他 从眼睛看到嘴巴 又从下巴喉结 看到锁骨手指 不禁感叹 裴芝宝宝 真是哪儿哪儿都长得好看 快许个愿 然后吹蜡烛 裴芝今天一直很沉默 却非常配合他 在他闭上眼的时候 冯家瑞也双手交叉闭上眼 他在心里说 希望裴芝宝宝 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 你许什么愿望 冯家瑞说完又说 算了算了 说出来就不灵了 他纠结了两秒 继续说 但是好好奇哦 裴芝能不能告诉我啊 裴芝的目光 移到他脸上 轻轻吐出两个字 不能 真是不可爱 明月在上 清风为正 我唯一的愿望 冯家瑞可以喜欢我 Chapter C 你就是这么对到追的人吗 一漫长的语迹 冯家瑞因为紧张 早早达到杂志社 和团队开了一上午的会 中午11点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裴芝 你为什么不发信息给我 冯家瑞 裴芝 不是要追我吗 冯家瑞笑出声 连忙发回去 今天陪陪宝宝工作忙不忙 累不累 会议室的同事 看向冯家瑞 等他最后拍板方案 距离发预告没几天 裴芝那边的行程安排很近 没空去国外拍摄 只能在棚内 那就棚内 棚内部场装台 大概要三天 我这边再和裴芝团队 确定下拍摄时间 冯家瑞收起手机 点点头 他没告诉裴芝 准备到时候 给他一个惊吓 雨花花而下 激起一层白雾 一片朦胧中 裴芝的团队提早到达 他从保姆车上下来 穿着一件牛仔外套 没什么表情 但哪怕是对待 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他都很有礼貌 女性工作人员 将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一片羡慕中 冯家瑞主动笑着走上去 今天摄影师是我 他笑容里有些紧张 和小小的得意 体温 声音轻轻地在耳边响起 我最起码有两年 没拍过时尚大片了 你也知道 我一直在西北 面对黄土高坡 如果成片不好 你让尼哥别发脾气 他身边的经纪人 尼多问先皱起眉 锐利的目光 在他身上扫了一下 裴芝点了下头 只是说话时微微醋眉 目光一直落在他身上 声音淡淡 知道了 冯家瑞仰起头 棚内正在调灯光 时明时暗 他眯了下眼 敏锐地发现 裴芝的鼻音 好像更重了点 还有 他好像情绪不太高 他跟着工作人员的指示 去后台化妆换衣服 尼多问跟在身后 又让助理小Q 去买咖啡和茶点 送给全部的工作人员吃 裴芝换好第一套衣服出来 跟在冯家瑞身旁的女孩子 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嘶嘶啦啦半天 还在惊艳他的帅 是一件宽大的西装 领口开到胸口 里面没有穿任何的衣服 精致的锁骨 薄薄的胸肌 隐隐约约 透着最致命的性感 冯家瑞刚当还在 嫌弃小姑娘们 大惊小怪 拿起相机 人就在自己眼前 心跳不由地扑通一下 他忽然觉得自己不太有出息 他气质比较冷 平日里最多就是面无表情 寡言又冷淡 但偏偏气场强大 他目光看过来时 眉头微微挑起 眼神有一种莫名的可爱 冯家瑞手指发紧 下意识地抓拍下了这一张 他忽略着异常的心跳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是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让你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这次拍摄 是时尚圈最高冷的杂志之一 最重要的九月刊 这个向来不愿意 请男星的杂志 居然将含金量最高的金酒 给了裴志 不仅如此 还专门体恤裴志的档期 将现场布置成戈壁沙滩 整整遛车的沙子 所有工作人员 花了三天布置 旁边的女工作人员 从裴志进棚开始 精神就处于亢奋状态 裴裴这也太帅了吧 太A了 被她的荷尔蒙压制 裴裴这是在洗麻烦啊 从今天开始 我也是裴夫人 冯家瑞拿相机的手一抖 下意识地看了那个女孩一眼 季西白在隔壁棚拍宣传照 听说裴志在这里 特意跑过来探班 一进来就被这架势震撼到 不免极度地调侃裴志几句 你这时尚资源 简直虐杀我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待遇拍金酒 听说 那个蓝血要牵你做全球代言人了 裴志正在补装 第二组 是她只穿着白衬上 在沙漠里行走 听到季西白的话 随意点了下头 季西白更是极度到要掐她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季西白目光乱晃 不知怎的 就注意到了人群中的冯家瑞 她今天穿着牛仔裤 和最简单的衬衫 为了方便 她在衬衫下 记了个小小的结 动作大的时候 会露出银银一握的腰 季西白视线一顿 她平日里绯闻女友多 恋爱经历 比起绯闻来 更是只多不少 但偏好美丽的笨女人 用她的话来说 女人只需要好看就行 太聪明的话 魅力就减少了 但现在冯家瑞 站在人群中央 手里拿着相机 弯腰看着电脑屏幕里 刚刚拍好的照片 她眉头微皱 表情严肃 季西白也不知被什么附体了 就觉得这女人 居然性感都不可思议 她心仰了几分 拍了下旁边的裴志 凑到她耳边 轻声问 那是这次封面的摄影师 裴志微微抬头 目光不经意地 和冯家瑞的视线相交 见她立马错开 嘴角微翘 嗯嗯嗯 熟吗 季西白声音更轻 带了点你懂我懂的笑意 裴志放下咖啡杯 侧头看了她一眼 季西白没感觉到 裴志周身的气压变低 继续说 真太性感了 你看那背影 你再看那腰 还有她的眼神 哥和你说 女人美在鼓不在皮 这种从骨子里 散发着性感韵味的 最难得了 你既然和她合作 一会儿 你帮哥哥我签个线 认识一下 咱俩谁和谁是不是 季西白越看心越痒 我现在就订饭店 就靠你了哦 不行 季西白用瞧不起的眼神 看了眼裴志 怎么你一个人 单身还不够 非来着我一起啊 裴志冷声道 不是 什么不是 不是单身 二 棚妹太吵 季西白心思没在这儿 压根没听清裴志说了什么 他手机响了 于是出去接电话 裴志看着冯家瑞 放下相机 拿起咖啡再喝 忽然拿起手机 给他发了个信息 过来一下 冯家瑞没看见 他现在忙死了 他真的太久 没拍时尚杂志了 全天整个人的神经 都是绷着的 过了十分钟 身后来了个工作人员 一脸为难地看着他 裴志老师说 服装有点问题 冯家瑞下意识地抬头 往他休息的地方看 有什么问题 那个工作人员更是为难 家瑞老师 你亲自去看看吧 裴老师的团队 好像很生气 服装难道出了什么大问题 居然能让裴志这么生气 他疑惑地走过去 棚里的休息间服装间 都是用简单的木板打的 十分简易 他走到门口 小Q正一脸苦涩 看见他来 好像是见到了救星 冯家瑞心理疑惑更大 据他所知 裴志不是会耍大牌的人 虽然他为人冷淡 但工作上能配合的 几乎都会态度很好的配合 难道真的是大问题 他打开门 服装间内 只有裴志一个人 他发型刚刚抓过 额前的随发都吹起来 现在穿着超级的白衬衫 好看得让人一不开眼 这不挺好的吗 哪里出问题了 裴志靠在衣架上 没什么精神地看着他 鼻音更重 门关了吗 现场人多眼杂 裴志在里面换衣服 确实应该小心 冯家瑞为了保险起见 还叫门反锁了 回头就看他向自己招了招手 冯家瑞听话走过去 眼睛一直看着他的衣服 在还有一不知遥的时候 手腕被他拽住 他失去平衡 在下一秒 整个人被他抱在怀里 裴志下巴放在他肩膀 声音很轻 有一下没一下 似有似无地蹭着他 他声音更轻 带了些别扭的指控 你就这么对你要追的人吗 声音被锁在喉咙里 他眨了眨眼睛 耳边又传来裴志的声音 我生病了 他全身每个细胞 都在举着哄我的牌子 冯家瑞觉得心砰砰跳 又觉得他们俩靠得太紧 心跳声太大 会让裴志发现 还没来得及推开他 手又被他抓住 很难受 他可怜兮兮 那怎么办啊 裴志凑得更紧 声音贴在耳边 亲我一下 小Q在门口敲了两下门 应该是有人路过在 提醒他们 别闹 裴志不情愿地松开他 低着头脸色 是苍白的 那亲八下 怎么还能涨价呢 这样不好 被看到 对你影响也不好 冯家瑞小声劝他 门口的脚步声和敲门声 更是让他心都悬了起来 我先走 一会儿拿药给你 休息一下 再拍下一组 他嗡了一声 似乎被说服了 然后问 亲吗 我刚刚和你说 都你没听见吗 他声音低耳但特别理直气壮 嗯 我满脑子都想你亲我 他想了想还补充道 你追我一点都不用心 下一秒 冯家瑞将他的下巴捏住 点起脚凑近时 他下意识别过脸 不清嘴 敢 话还没说完 唇被用力蹭了下 裴志呆滞了下 耳间开始冒红 家瑞老师 裴志那边怎么 哎 家瑞老师 您的脸怎么这么红 工作人员看着冯家瑞的脸更红 难道裴志本人这么难搞吗 听说他铜墙铁壁 特别注意 男女之间的距离 难道 有感冒药吗 送到裴志休息室 我们等他休息半小时 开始下一组 季西白回来的时 就看着裴志 坐在沙发上傻笑 发春啊 裴志拿着感冒药的包装盒 看了一会儿 拿起手机 裴志 还有七次 冯家瑞没回 裴志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 裴志 那我不吃药了 嗡嗡嗡 手机震动 冯家瑞秒回 回家不及你 我们陪陪宝宝 先乖乖吃药 季西白好奇 坐近了些 想看手机里 到底有什么神秘的 裴志将手机锁屏 背面朝上放在桌上 手指拨开 铝制包装的胶囊 他心疼我 谁啊 裴志看了季西白一眼 忽然问 你都这么没眼力见吗 什么 蠢 季西白怒了 你怎么骂人啊 晚上十一点 拍摄终于结束 冯家瑞抬头 视线里 裴志刚卸完妆 换回自己的衣服 性感魅惑的妖孽 又变成了国民男友 半个小时前 雨停了 现在夜幕深深 空气是气气凉凉的 冯家瑞看着他 和自己措身而过 又低下头 很如常地打了招呼 像面对一个 普通的工作伙伴 他心头微动 好像刚刚在服装间里的亲吻 是错觉 手心忽然被抠了下 冯家瑞抬头 他声音贴过来 你什么时候能结束 他还有很久 要留下来盯着彻场 还要将今天拍摄的照片 进行粗选 还有很晚 你先回去 他点了下头 也没作声就走了 凌晨两点半 小Q发来消息 家瑞姐你 还有多久结束啊 冯家瑞握着手机 捏了下眉心 不敢相信的回 你们还没走 小Q 我已经走了 但车留给陪陪了 我手机上看车的位置 一直没动 所以 小Q 家瑞姐我不是催你哈 就是陪陪明天早上六点 就要到剧组 小Q非常有心机的 只发了一半 他老板第一次追女人 只会用这种笨方法 他得多帮老板 刷刷存在感 尼多问看了小Q一眼 发了 小Q点头 尼多问吸了口烟 骂了句脏话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一直烟抽完 尼多问对着小Q说 最近多关注点 陪志的心理健康 冯家瑞就是个祸害 他顿了下 忽然想到什么 医院那边的结果出来没 还得两天 尼多问烦得要死 你说陪志 怎么就这么可怜 冯家瑞抱着 背着相机和电脑包 从棚里跑出来 找了一圈 终于在后巷的大树下 找到了一辆车 他跑过去 四处看了看 生怕这个点 还有记者和粉丝 车窗被敲了两下 陪志睡眼迷离地歪过头 迟疑了一秒 才打开车门 冯家瑞坐上副驾驶 想了想觉得不对 将手里的东西放进后座 你下来过来 我开车 陪志半梦半醒 加上感冒嗓子哑的厉害 为什么 他看着陪志 被压得翘起来的头发 和素颜的脸 心头一软 我在追你吗 开车这种事 应该我做 眼前的陪志 实在太软太可爱 冯家瑞捏了下他的脸 督促道 快一点 不然那七个轻轻就作废 陪志立刻睁大眼睛 刚要说话 另一边的脸颊 被他的唇碰了下 他稀里糊涂的 就坐到了副驾驶位 凌晨车少 冯家瑞担心 陪志睡眠不足 一直让他睡觉 我车记很好的 你先睡 到家我叫你 陪志应了一声 只是每过几分钟 他都会睁开眼 看看冯家瑞 像是在确定 他还在不在 冯家瑞一开始没发现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习惯性去看一下 每次都可以看见 他眼睛睁开 他心头没有来的 忽然很酸 夜幕里又刮起了小雨 灯光一打 细细又秘密 放在腿上的手 突然被握住 应该很没安全感吧 他想 他明明就在他身边 他还要一遍一遍地确认 冯家瑞垂眸看过去 他和陪志认识八年 几乎算得上 对他十分了解 他父母早年离异 他跟着忙碌的父亲 几乎一个人 度过所有的时光 母亲有新的家庭 对他根本不关心 仔细看 他眼下清黑一片 人也轻瘦了不少 因为鼻塞呼吸有些重 冯家瑞心疼 将手一转 反客为主地握紧他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车速不快 一盏一盏的路灯 从车窗照过陪志的眼睛 他不大愿意说 不知道 其实追根究底 他也不明白 哪个瞬间喜欢上了冯家瑞 只是觉得 他就应该是他的 也只能属于他 那你喜欢我什么啊 不知道 冯家瑞瞪了他一眼 那你知道什么 他坐正身体 看着他的目光 严肃认真 整个人透着老实的深情 知道喜欢你 陪志其实也挺想问 冯家瑞喜欢许庚什么 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 车厢狭小 空气里都是他的味道 他没有哪个时刻觉得 自己可以和冯家瑞如此靠近 他舍不得也不敢破坏 三 快天亮的时候 意外接到焦梦玉的电话 焦梦玉女士 被恶劣的天气影响 滞留机场 无聊的景 想起他这个宝贝女儿来 特意打电话来解闷 聊了十几分钟 家长里短 冯家瑞突然问 妈妈你说 什么是爱情 焦梦玉是搞艺术的 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还是很浪漫 爱情就是这么恶劣的天气 你担心他会不会淋雨 会不会感冒 会不会受伤 担心他所有的小事 冯家瑞手指无意识地抓紧床单 眼睛看着天花板 脑海里却浮现出培志的脸 妈妈你为什么会嫁给爸爸啊 焦梦玉哈哈一笑 当初人家和我介绍你爸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太严肃 不同意 后来发现 这个人严肃归严肃 但对我很好 处处体贴我 让我做自己 不一定要惊天动地 有一个人理解你爱护你 能让你无忧无虑 全身心信赖他 也是爱情 冯家瑞没说话 焦梦玉似乎感受到他的纠结 培志是个好孩子 你好好对他 和他好好过日子 妈 你放下心房去试着接受 你怎么会知道自己 真的不喜欢他呢 冯家瑞没说话 电话那边传来广播声 再说 飞机即将起飞 焦梦玉在挂电话之前突然问 培志身体怎样了 他真准备捐肾吗 楠楠你劝他再想想 冯家瑞全身的瞌睡虫 都被吓醒 整个人僵在那里 脑子里嗡嗡一团乱 妈 你说什么 什么捐肾 就是培志那个 童母义父的弟弟啊 得了红狼般什么病 说要捐肾才能救 焦梦玉上了飞机 一旁的空姐 一直温声劝他挂电话 他不好意思地道歉 说 还有最后一句话 他没告诉你吗 结论当然是没有 冯家瑞完全睡不着 屋子里里里外外找了一圈 才想起 培志今天早上六点 就要拍第一场戏 怀着沉重的心 他拿着手机 在搜索网页查了半天 最后自私战胜了他 他真的一点都不想 培志去捐献 这种事 肯定已经发生很久 培志却一点都没告诉他 冯家瑞有点生气 但想起自己这几年的行为 又觉得自己没资格生气 他肯玩培志做的早饭 给赵甜甜打了电话 赵甜甜听完 沉默了一会儿 问他 培志应该不想要你担心 他本来就是什么事 都藏在心里的人 可这是大事啊 而且他妈妈对他一点都不好 我以前见过 他妈妈只会问他要钱 要不到就打他 当年可是他出轨离婚 后来日子不好 还找培志 他生的孩子生病了 凭什么让培志负责 冯家瑞没发现 自己的眼圈已经红了 言语之间已经有乌业 培志他知不知道 我们是夫妻 无论做什么 我都是有知晓权的好吗 结婚式词上都写了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无论青春还是年老 我们都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同甘共苦 冯家瑞 嗯 你忘了 你们没有婚礼 没有誓词 而且从头到尾 没把场婚姻认真对待的人是你 今天没有雨 室外温度38摄氏度 刚刚发布了高温预警 太阳裂到刺眼 冯家瑞全身发冷 他嘴巴张了右臂 不知道要说什么 赵田田说的对 他无法反驳 你记得当年 你明明快要证实 你和裴志感情的时候 许庚又回来找你 说他已经和那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分手了 你还记得 你当时怎么说的吗 冯家瑞没接话 赵田田说 你说你知道许庚有多渣 也知道他有多少致命的缺点 但你就想要试试 那天 我们俩彻底聊了一整晚 你说 哪有人没爱过人渣 但浪子回头 渣男从良 也不是没有 你说 或许自己就是特别的那个 没试过怎么知道 这确实是冯家瑞的爱情观 近人视听天命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那是你第一次拒绝裴志 或许这不算拒绝 因为他没告白你 也没说开 你只是忽视掉他的情感 他也配合你 一起装傻 赵田田停顿了几秒 语气变得无比认真 我是你最好朋友 你也是我最好最重要的朋友 嘉瑞你真想清楚 对裴志的感情了吗 你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你们互相又有多少年 可以这样浪费 你仔细想想 他们结婚的过程并不是很美好 当初在便利店门口的亲吻 被一位亲戚看到 一次家庭聚会 三姑六婆闲聊家长 焦梦玉就这么知道了这件事 当时正值冯家瑞和许庚分手 全家都以为他和裴志在一起 已经彻底放弃许庚 纷纷看好这段感情 没多久 居然开始试探地问他 要什么时候和裴志结婚 都什么和什么 冯家瑞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百口莫辩 他一边生气许庚的冷酷 辞了上海的工作 直接就回了北京 一边又痛恨自己 为什么已经看清了他的面目 还不肯死心 他躺在床上 一边用平板电脑看着剧 一边拿着手机 和赵甜甜聊天 聊天内容很单调 赵甜甜单方面疯狂地骂许庚 而他时不时回忆下 夏天真的太容易让人烦躁了 冯家瑞看着剧啃着西瓜 偶尔拉洞进度条 短短几天 居然把今年的几个爆款都看完了 正百无聊赖 房门突然被敲了几下 他以为是焦梦玉 连忙将脑袋埋进空调背里 裴志就这么走进来 安静地坐在他身边 也不叫他 冯家瑞没躲多久 就开始缺氧 悄悄拿开 偷偷看了一眼 四目相对 他松了口气 也许是少年太没威慑力 也可能是少年 也是受害者 下一秒 他开始掉眼泪 这些天 一直假装地坚强 失恋地痛苦 父母的压力 还有一切的一切 都在这一刻宣泄出来 他哑着嗓子 哽咽地说着一些 任性又负能量的话 似乎许庚就是天就是地 现在天地聚毁 他居然不知该怎么办 少年的白色短袖 被少女泪水浸湿 眼泪仿佛 随时都有可能 要湮灭卧室 家瑞姐 少年突然轻身而来 用柔软的指腹 擦去他的泪水 声音低沉蛊惑 我帮你报复他 好不好 他漆黑的眸子 定定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道 和我结婚 让他爆汗终生 那天 陪志说完那句话 冯家瑞太过震惊 可心里某个隐秘的声音 又被他叫出来 他没胆子 在第一时间回复他 却在两天后的半夜 十二点半 他晕晕呼呼 在夜市的摊位上 喝了两瓶啤酒后 给他打电话 明天上午九点 我们明镇局门口见 说完 冯家瑞立刻将电话给挂了 陪志从半梦半醒到 完全清醒 再到一夜无眠 酒精的力量无比强大 第二天 在明镇局门口 看到陪志 冯家瑞都觉得自己宿醉未醒 等真的拿到那两本 红通通的本子时 才有了点真实感 他那天穿了一件 白色的衬衫 严谨地 将最上面一颗扣子 从他心底蔓延 他连一句客套的话 都无法说出 用落荒而逃 都不足以形容 他当时的逃跑 手机在手心震了一遍又一遍 冯家瑞看着屏幕上 赵甜甜的来电显示 接起电话 抢在赵甜甜前开口 我承认我是渣女 我觉得我真的喜欢 通话另一边 赵甜甜大喊 冯家瑞快看微博 陪志的剧组出事了 陪志已经被送去医院急救了 什么 陪志的手机无法接通 小Q的手机盲线 尼多问甚至关机了 冯家瑞如无头苍蝇一样 在微博上 找到了他在的医院 一路飞驰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发抖 一边安慰自己 不会有事的 一边又忍不住 往最坏的方向向 一场爆破戏 剧组不知道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伤了好几个人 陪志里需要爆破的车进了一点 当场受伤 传闻满头是血 送上了急救车 网上各种消息 都有 有说毁容的 有说重伤的 好不容易快到医院 车被堵在一个路口 纹丝不动 冯家瑞就近将车停好 闷着头跑 医院门口 被记者粉丝里 三层外 三层围了个彻底 他站在人群外挤不进去 听着他们对话 听说有两个人 净重症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路人拍到 陪志满脸都是写的照片 估计伤得不轻 那余神言 就这么要被毁了 能不能活着 都是一回事了 神言不神言的 哪有命重要 冯家瑞听得心头更惊 无数家媒体挤着 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 无法控制他们 就在无法突破重围 干着急时 冯家瑞突然被人拉了下 他回头看过去 小Q偷偷和他打了个招呼 家瑞姐是来看陪陪的吗 冯家瑞点了点头 小Q看了四周 将口罩拉好 神神秘秘道 那您和我来 跟电影里特工街头一样 两个人躲过众人视线 从另一栋楼进去 然后又从后门出去 弯弯曲曲绕了好久 两人进入电梯 没办法 太多媒体和粉丝了 医院这边已经在抗议了 小Q看着冯家瑞紧张的表情 陪陪没什么大事 就是磕破了头和腿扭伤了 都是皮外伤 冯家瑞瞪他 又是头又是腿的 明明都已经变体鳞伤了 还能不算大事吗 剧组多数人都在 一会儿到了 家瑞姐你 稍微注意一下 小Q说完 电梯门打开 因为受伤的人不少 除了严重的 轻伤都在这个三楼外科 等候大厅进行包扎 一是为了不影响住院病人 二是方便控制 几个受伤的主要演员 怕被偷拍 安排在一个小病房里 冯家瑞从大厅走过 走进病房里 一眼就看到了人群里的裴志 医护人员正按着他额头缝针 他身上还穿着细里的衣服 白衬衫上都是血结 虽然有小Q刚刚说 裴志伤得不重 但他这满身是血的样子 还是让冯家瑞受不住 他快步走过去 皱着一张脸 在裴志身前停下 裴志本来因为疼痛 眉头皱了起来 见他来眼睛一亮 面前的女人还穿着家居服 裙子有点透 黑色的内衣几乎看得清清楚楚 他眉头微皱 刚要说话又牵动伤口 更疼了 医生按住他 别动 动了我可不能保证不留疤哦 冯家瑞立马紧张起来 会留疤吗 要缝多少针 伤口很深吗 裴志是眼缘 伤口又在脸上 虽然在额角 精心用头发遮一下 也能遮得住 但总归有影响 七针 留疤看后面怎么修复和体质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士 他目光扫了眼冯家瑞 又看向裴志 不知心里怎么想的 又开口说 没事 就算有疤 也只会更帅 男人有点伤疤 才更有味道 冯家瑞 裴志指了指旁边的他的外套 眼睛紧紧地盯着冯家瑞 穿上 冯家瑞刚要说不用 就看见他脸更黑了点 他低头一看自己的打扮 立刻近身 将他的衣服穿上 这是他今天早上 穿出门的运动外套 上面还有他身上的香水味 裴志的伤 看起来很吓人 仔细看 他脖子上胳膊上 都是小伤口 冯家瑞心疼地说不出话 别哭 裴志看着他 声音轻轻带着 不可思议的温柔 我那么疼都没哭 你要哭的话 我就前功尽弃了 四 冯家瑞立马把眼泪逼回去 很疼吗 裴志没回答 反而问了个 从见到他开始 就想问的问题 你怎么来了 他没说话 裴志又问 担心我 他点点头 满心满眼都是他 似乎觉得还不够 很担心 他看着他 还好没什么大事 如果 他不敢想如果 他眼里笑意明显 嘴角的笑 更是压制不住 他看到了 心想 怎么明明受伤了 感觉心情还很好的样子 靠脸吃饭的你 现在脸受伤 还高兴什么 裴志侯杰滚动了下 只觉得心头很痒 只是这四面八方都是目光 他用虎牙用力磨了一下 压制住 想要轻他的冲动 目光瞧了他一眼 不告诉你 尼多问拿着一份医院 封好的文件袋 走进病房 看到冲家瑞 立马看了裴志一眼 又将文件袋放到身后 他侧身低声问小Q 你带进来的 嗯 在医院门口遇到的 尼多问目光 多看了冲家瑞几秒 小Q转过头想问什么 听到尼多问自言自语 难不成真要熬出头了 熬什么 尼多问拍了下小Q的肩膀 还能什么 多年备胎转正呗 外头太阳更烈 从窗户看下去 里里外外都是人 剧组已经发布情况说明 但大多数粉丝都不能接受 裴志亲自发了一条微博安抚 才平息下来 导演和制片人 特意过来看裴志 一群人说的都是客套话 冲家瑞谁都不认识 站在角落 在和赵甜甜发消息 冲家瑞 你说我怎么问他捐身的事情 赵甜甜 直接问 冲家瑞 他现在太可怜了 再问这种不愉快的 感觉他更可怜 赵甜甜 那等他好了再问 冲家瑞 可我马上就想知道 赵甜甜 导演他们 也就是来表达下歉意 意思到了 没一会儿就要走 裴志的伤不至于住院 但门口现在里 三层外三层的人 基本都是冲着他来的 工作室的车 裴志的车 记者手里基本都有资料 想要无声无息地出去 根本不可能 你都问打了好几个电话 小Q的神色也不大好 在焦虑的气氛里 冲家瑞开口 我开车来的 我那辆车三年前买得很少开 媒体应该不知道 就是有点高调 车是小Q 出去开进医院里来的 回来后 看冲家瑞的目光都变了 家瑞姐可以啊 粉色的GT 整个上海也没几辆吧 冲家瑞看了太眼 语气里有些无奈 是吧 这是当初结婚时 裴不亨送她的新婚礼物 她以为女孩子都喜欢粉色 非常大手笔地 买了一辆限量版的GT 她开得极少 一开始是觉得太高调 出门回头率百分之百 后来想买都买了 扔在车库 机灰更可惜 尼多问趁冲家瑞和小Q闲聊 将手里的文件带递给裴志 结果出来了 不匹配 裴志淡淡点了下头 没说话 尼多问见不得他这副表情 现在病房里没几个人 他先让小Q去 他们自己的车里 拿一套干净的衣服来 又准备将冲家瑞请出去一下 想和裴志好好聊一下 裴志拽着冲家瑞的手 不太愿意他离开 尼多问无语 这种情况 又不好再说什么 小Q拎着衣服回来 看到尼多问站在走廊上 他往病房里一看 透过门上的玻璃 看到冲家瑞 就坐在裴志的病床边 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多嘴一问 尼哥 裴裴是不是在追加瑞姐啊 尼多问拿着手机打字的动作一顿 知道就行 也多话 四个人偷偷摸摸地到了冲家瑞车旁 尼多问和小Q没上车 出了这么大事 还有更多是等着他们 尼多问看了冲家瑞好几眼 剧组放了裴裴几天假 这几天就麻烦你好好照顾他了 不知是不是冲家瑞错觉 他总觉得 尼多问对他不是很放心 路过医院大门时 这么显眼的车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好在这车的风格和裴致实在天壤之别 没引起记者和粉丝的注意 一路艰难 终于到了家 冲家瑞走得太急 家里的灯都没有关 他看着裴致头上还有干掉的血迹 连忙让他去浴室 伤口千万别沾到水 还有胳膊 裴致垂眸看着他 有点小委屈 我想洗头 他为难地看着裴致 如果让他自己洗的话 那一定会弄湿伤口 可如果不洗的话 上面还有血迹 他这种洁癖的人肯定受不了 你等我一下 冲家瑞跑进卫生间 装了一盆温水端出来 又跑进去 将洗发露毛巾浴巾都拿了出来 你去沙发上仰躺着 裴致看着他不出声 冲家瑞有点紧张 还是催他 快去啊 他盯着他思考了一会儿 终于乖乖走了过去 眼前的情况 和冲家瑞脑子里所想的 还有些区别 他怕裴致的头悬在空中不舒服 于是用手轻轻拖住他的头 又让他的颈椎抵在他膝盖上 等一切准备就绪 他才用湿毛巾 轻轻将他的头发弄湿 动作很轻 神情专注 就怕自己稍不当心 弄到他的伤口 他拇指的指甲有些长 不注意戳了下他的额头 他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 冲家瑞指尖一麻 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疼不疼 本来两人间的距离就很近 他怕伤到他 靠得更近了些 温热的呼吸 就打在他皮肤上 裴致睁睁着眼睛 看着他 呼吸平住 说不出话 他更急了点 是不是碰到伤口了 伴上 他声音比平日低雅了许多 没有 冲家瑞松了口气 那我给你摸洗发露了 他的声音 像红小朋友那么温柔 手指在他的发间轻轻摩擦 他耳边就是他的心跳 一下又一下 再有规律地变快 他的眼睛 被他垂下的发丝挡住 视觉不清晰起来 听觉却越发灵敏 他手指扣了扣掌心 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别跳了 啊 他停下动作看向他 就在这一秒 眼前恢复光亮 女人的眼睛 比所有的星星都亮 他忍耐了两秒 再想现在轻他 他被吓到的概率是多少 还没等算出来 他便直接行动 伸手按下他的脑袋 用力地咬了下他的唇 冯家瑞心跳得更快 却怎么也不敢动 他怕稍微一动 就弄到他的伤口 兵荒马乱间 他胡乱地想 他怎么这么爱亲人啊 手下电吹风呼呼地吹 一只手一直挡在裴制的额前 避免热风吹到他的脸上 冯家瑞今天才知道 原来裴制的头发这么软 这么好摸 折腾了半小时 才将头发洗好 冯家瑞觉得 简直比自己洗十个头还嘞 他放下电吹风 犹豫再犹豫 还是问了出口 你妈妈是不是找过你 裴制没说话 乖乖坐在沙发上 你同意了吗 他不说话 冯家瑞开始着急 虽然说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你妈妈有权要求你捐献 但我就是不允许 房间里安静地要命 裴制仍然低着头 安静地握住冯家瑞的手 轻轻捏揉他的手指 冯家瑞的心还悬着 等待他的回答 裴制 他认真严肃地叫他的名字 他忽然伸手 将他捞进怀里 手臂用力 他下意识地阻拦 你的腿受伤了 又没断 裴制将冯家瑞抱坐到腿上 冯家瑞很少和他这么亲密接触 顿时浑身僵硬 他紧张的时候 总喜欢皱着眉 眼珠子转来转来 裴制将下巴抵在他肩膀上 他很喜欢和他肌肤接触 捏捏他的手 碰碰他的脸 哪怕只是两人的衣服摩擦 都能让他心安 你知道了 他滴滴出声 他的声音太近了 清冷阴混着体温 让他分不清 是温柔还是温暖 冯家瑞恩了一声 我妈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了一下 还以为我知道 他停顿了下 陪陪你真的要捐吗 他稍稍抬起头 目光看向他 发现他眉头皱在一起 他心底突然一片柔软 我不知道 他话里有些苦恼 冯家瑞大概能猜到 他怎么想的 主动报警他 给他力量和依靠 要不就做回没良心的 你这么多年 明里按理补贴他的 还不够吗 我 他觉得没说服他 连忙打断他 补充一句 反正你有我就够了 裴志愣了几秒 而后笑出声 揉了下他的脑袋 然后低头 与他抵着额头 四目相对 而他终于将那句 被打断的话说出来 我检测报告出来了 不符合捐助条件 冯家瑞沉默了两秒 脸蹭得红了起来 为刚刚自己说过的话 感到害臊 我确实不介意 自己没良心 毕竟我有你就够了 他含笑的声音 还要继续说 冯家瑞抵了下他胸口 裴志 不是裴裴宝宝吗 他问 冯家瑞的心砰砰跳 分不清到底为什么跳 只觉得 如果是只小鹿的话 现在一定过速要死亡了 冯家瑞 他忽然叫他的名字 冯家瑞故意没好气到 叫我干嘛 你现在喜欢我吗 他问完 没等他回答 便紧接就说 算了 我喜欢你就好 一时间 冯家瑞心头无比酸涩 他抓着他 在张口之前 他又清了下来 一下一下 唇贴着唇 又清又烫 喘息中 他贴在他耳边 四股惑又祈求道 你肯定喜欢我 五 第二天 冯家瑞是被雷声吵醒的 窗外电闪雷鸣 大雨如破 他拿过手机 发现已经上午十点了 他打着哈欠 刚打开门 迎面就撞上了裴志 已经习惯了 每天起床他不在家 今天突然看到 他还有些懵 裴志目光一低 冯家瑞疑惑了一秒 随后猛地将胸口捂住 转身关上门 等呼吸平息 冯家瑞觉得自己有点刻意 不就是没穿内衣吗 五分钟后 冯家瑞淡定地出现在餐厅 挨着裴志坐了下来 桌上已经放着做好的早餐 他咬了口三明治 悄悄看了裴志一眼 突然觉得 他哪里不太一样 他今天戴了一副黑矿眼镜 黑发很软凌乱地趴在额前 从他的角度看过来 总觉得他下额陷凌厉 有着一种无法接近的距离感 可偏偏他穿了一件 全眠的黑色短袖 又让整个人软了下来 他喝了口牛奶 目光一过来 冯家瑞下意识又咬了口三明治 今天休息 有什么打算吗 在家看电影 冯家瑞点点头 气氛又安静了下来 正不知说什么时 他突然站了起来 他仰起头 口齿不清地问 你吃完了吗 裴志因为扭到走路 是有些别扭 一只手靠在他的椅背上 俯身过来 遮住头顶所有的光 在他还没搞清楚 他要做什么时 唇上一热 只轻轻一碰就移开 冯家瑞顿时呛地咳嗽起来 他说话时 鼻音有些重 可语气理所当然 早安稳 惊心动魄地吃完早饭 冯家瑞洗完碗 发现裴志 已经换了一件灰色的运动服 慢吞吞走了出来 看见他在水池边 他眉头微皱 以后放在那儿 我来洗 那怎么行 家务 我们也要一起分担 见他一副运动的打扮 他有些担心 要健身吗 裴志看着他点了下头 冯家瑞有点心疼 冯家瑞让他乖乖在沙发上坐好 跑去将窗帘全部拉上 房里顿时黑漆漆的 你就坐在那儿不许动啊 冯家瑞跑回房间 拿出两个香薰蜡烛回来 伸手向裴志要打火机 这样是不是超级有氛围 蜡烛放好 他靠着裴志坐下来 烛光摇曳 忽明忽暗中 见他下意识地靠近自己 裴志嘴角翘了翘 你想看什么电影 裴志很早以前 就有收藏蝶片的习惯 所以 后来他真的去做了演员 冯家瑞也没那么惊讶 都可以 他本来就是陪他看的 冯家瑞走到架子前 找了找 忽然眼睛一亮 他回头看向裴志 扬了扬手里的蝶片 就这个吧 你的处女座 浓郁的雨天拉开序幕 乌沉沉的天空下 海浪拍打岸边 裴志穿着校服 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背着书包 撑着一把黑色的伞 走进学校 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裴志大二 那个导演磨了他一年 他才同意 拍完后 因种种原因 电影被压了两年 到裴志大四时才放映 那个时候 裴志还没有做演员明星的打算 一如既往 过着和普通学生一样的生活 除了关注度 比以往多了许多 女主是个比裴志大很多的女人 卷发红唇 总穿着红裙和高跟鞋 在这座小城市里游荡 她的美丽 不属于这个保守静谜的地方 可她偏偏爱上了那个 寡言安静的少年 带着疯狂和飞蛾扑火的气势 她的爱惊天动地 终于感动了少年 后来被少年的父母发现 舆论哗然 她被贴上了很多不堪的标签 最后终于抵抗不住 决定远走他乡 她走的时候 少年来送她 问她 不是她先主动 先说爱的吗 为什么她还没放弃 她就要走了 女人未说一语 只是上前重重地亲了下少年 红唇印留在了少年的嘴角 电影结束 电视屏幕里 再放片尾曲 裴志看着冯家瑞 捧着冰激凌 咬着勺子 眼睛盯着屏幕 久久没说话 怎么了 早知道就不看了 她声音很小 裴志靠得很近才听清 冯家瑞侧过脸 明亮的眼眸盯住她 那是初吻吗 嗯 真的是啊 她似乎叹息了一声 裴志低头看着她 她放下勺子 将腿上的冰激凌 放到桌子上 不满意地 将脑袋埋到另一边 好乏啊 裴志从背后抱住她 不开心吗 她重重点了下头 对 冯家瑞用指尖戳了下她的胸口 酸酸瑟色地吃醋道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吗 怎么能让别人清免 那是拍戏 拍戏就可以清别的女人吗 裴志沉默几秒 冯家瑞没听到她的声音 仰头看过来 眼睛突然被捂住 眼前一片漆黑 她整个人又被笼罩她怀抱里 她身后是柔软的沙发 身前是她的体温 嘴唇被轻轻咬了一下 你能吃醋 我很开心 她声音烫烫地像带着火苗 我也很讨厌亲密戏感情戏 但我是演员 以后我亲别人一下 就亲你一百下好不好 她亲了她一下 一 又亲了一下 二 这次亲在她的下唇 牙齿轻咬了一口咬完又安抚地舔了一下 三 裴志 冯家瑞好不容易找回声音 裴 四 亲到第27下的时候 冯家瑞的手机响了 是 Elly 她对冯家瑞拍的封面非常满意 在电话那头夸了冯家瑞五分钟 冯家瑞握着手机 裴志还是将她的眼睛捂着 整个人半侧 脑袋埋在她颈窝里 唇一下又一下碰着她耳后和脖子 28 29 冯家瑞全身发软 心口烫得要命 好半天才有力气推了她一下 别闹了 Elly 什么 裴志亲完耳朵 说了句三十 终于放过了她 冯家瑞拿起手机 坐离裴志远了一些 不是和你说的 是我的 猫 Elly也没多想 你之前说要找地方做工作室 找到了吗 还没 房子真的太难找了 我这里有个地方不错 我下午有空 带你去看看 冯家瑞一口答应 好啊 那一会儿见 冯家瑞换好衣服 准备出门 这时 裴志慢吞吞地从沙发那边走到门口 好看的人看着你 就算什么都不说 自己都可以脑补一出大戏 冯家瑞心软地摸了下 她软乎乎的头发 像某小奶猫一样 人家催我了 你乖乖在家 等我回来 给你带好吃的 裴志捶下毛子 抿了下唇 明明表情唯唯曲曲 可还是无比乖地点头 嘱咐他道 那一定要小心 他站在那直勾勾地盯看她 他疑惑地看着她 他又抿了下唇 目光瞥向旁边 觉得奇怪 可心跳又非常快 你闭眼 他乖乖听话 闭上眼睛 冯家瑞飞快地点起脚 在他左脸颊亲了下 他开心地揉了下他的头发 终于肯放他走了 大雨哗哗哗地下着 冯家瑞撑着伞 跑进车里 看见他拉开窗帘 一直在落地窗前看着他 他嘴角翘翘 又摸了下 他刚刚摸过的头发 这里怎么样 艾雷介绍的地方 离冯家瑞家不远 开车半小时就到 他挺满意的 老房子上下两层 面积也正好 特别适合他这种 小作坊式的工作室 挺好的 我很喜欢 他拍了几张照片 给工作群发了一遍 想了想 又给裴志发了一遍 发完觉得自己这个行为 太像热恋里的小情侣会做的事 他欲盖迷章地 将手机收起来 故意不看消息 艾雷是老朋友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你不会谈恋爱了吧 冯家瑞没否认 怎么说 就觉得 你比之前看起来开心很多 整个人也柔和了许多 这些改变 除了爱情的力量 还是能是什么 艾雷挽住他的胳膊 八卦地问 那个人是谁 冯家瑞摇了摇头 秘密 房子看得很顺利 冯家瑞当天就把合约签了 回去的时候 路过商场 还买了个小蛋糕 准备晚上一边喝红酒一边吃 买完又去花店 抱了一大树花 还在想 晚餐是吃牛排 还是吃烤羊排 还是清蒸鱼 索性都买了 反正裴志都会做 买着买着 居然双手都拿不下了 后背香塞得满满的 冯家瑞开开心心回家了 刚打开门 看到门口 有一双不属于自己的女鞋 她心一顿 换上拖鞋 刚走近一步 还没看见人 听见一个刺耳的女生 怎么生病的不是你 六 冯家瑞第一次看到居听符 是在高三寒假的某天晚上 她和赵田田逛完接回来 突然看到马路对面 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身边还站了一位 年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两人似乎在说话 女人的情绪很激动 突然 那个女人伸手用力 打了裴志一巴掌 冯家瑞睁大眼睛 下意识就跑了过去 女人瞪了她一眼 丢下一句 你和你父亲一个样就离开了 裴志站在原地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冯家瑞冲到她面前 看着她 疼不疼 快给我看看 裴志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总是毫无表情的脸上 居然多了几分明晃晃的脆弱 冯家瑞点起脚 努力想看清她左脸的伤势 你怎么不躲呀 你怎么能就这么 让人打你呢 陪不亨给她的一切 对她来说是灾难 连带着 对裴志这个儿子也不待见 现在这个老公 虽然经济能力差了点 但对她百依百顺 让她每天都沉浸在爱里 小儿子是她爱情的结晶 怎么可以生病 要生病 也要是裴志这个不被祝福的 此刻居听福手里 拿着检测报告 情绪失控 冯家瑞从玄关走进去 这是她第二次见居听福 时隔几年 对方容貌上没什么变化 虽然居听福现任老公收入一般 但裴志每个月 都会给她一大笔生活费 她还是保持着贵夫人的派头 裴志坐在沙发上 神情冷淡地 看着居听福 为什么不是我 她低声重复了她的问句 居听福手里拿着报告 眼圈是红的 听到裴志的话后 眼睛里闪过一丝慌望 裴裴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虽然对裴志没什么感情 但我只是 你只是不够爱她 冯家瑞走到裴志身前 将她护在自己身后 她说完看向裴志 轻声对她说 我买了好多东西 就在玄关 你要不要去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你拖着病区 帮我拿进来 好不好 裴志看了看 她又看了眼居听福 冯家瑞催她 你不要视病而骄啊 裴志站起来 路过居听福的时候 她出声想叫住裴志 冯家瑞抢在她之前 开口 居阿姨 您手里拿的那份报告 已经说明了 裴志完全没有捐献的可能性 据我所知 您小儿子 现在所有的医疗费 包括您全家的生活费 都是裴志在负担 我觉得作为儿子 他已经付出特别多了 裴志刚刚在剧组出现意外 您作为母亲不关心就算了 上门责怪是为什么 同样是儿子 难道在你心里 还有高低贵贱 亲疏远近之分吗 居听福脸色变得难看 他和冯家瑞不熟悉 只听过冯家瑞的一些事 当初裴志和冯家瑞结婚 他就不同意 这是我和裴志的家务事 冯家瑞笑了下 我和裴志是夫妻 有什么事 是我不能参与的 您小儿子的病情 我们都了解 在没有找到肾源前 我们会支付保守治疗的费用 找到后 我们也会支付手术和后续的费用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居听福强调 他们是亲兄殿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一个从未生活在一起的 同母异父的弟弟 一个抛弃自己 没有付过赡养责任的母亲 说一句 裴志有妈生没妈养不过分吧 希望你也不要借着母亲的身份 和我们的善良 就得寸进尺 冯家瑞每个字都说得不客气 他比居听福高 面无表情 居高临下 这份气势 真把居听福震住了 裴志一直站在玄关 静静地听着不出声 居听福气势上就输了一大半 本来就不占领 可他不甘心 这件事 你们如果处理不好 我们就媒体上见 裴志现在可是公众人物 他这样对自己的亲人 是要遭网友和大众谴责的 冯家瑞真的被气笑了 好啊 那到时候 我们法庭上见 居听福气势汹汹地走了 走之前 还不忘狠狠瞪了裴志一眼 冯家瑞连忙走到玄关 从背后抱住裴志 他作为外人 面对这样的状况 都要难过死了 更何况当事人呢 要哭就哭吧 男人哭吧 哭吧 不是罪 冯家瑞将脸 靠在裴志的背上 在想 有没有见过裴志哭过 想玩一圈 发现裴志真的 从来都没哭过 他将裴志抱得更紧了些 开始进行心理辅导 其实哭是一种发泄方式 男人哭的话 也很帅 很有魅力的 裴志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抓住他放在他腰上的手 冯家瑞 他本来想说他不难过 或者家瑞姐 我这样很有压力 他微微挑眉 有什么压力 冯家瑞才不想承认 他每次叫自己名字 都像是上学时候 被老师上课点名一样紧张了 你就没什么可爱的昵称送给我吗 比如 家瑞 瑞瑞 宝贝什么的 他忽然想起什么 松开 他往自己的卧室跑 拿起早就买好 放在袋子里 一直没拿出来的领带 他将包装好的购物袋 递给裴志 裴志打算接过 却被他拦住 他点起脚 悄悄凑到他耳边 我买了个领带 嗯 给裴志打 裴志动作一顿 手掌收紧 压下疯狂跳动的心 冯家瑞第一次正经送礼物 也有点难为情 他勉强控制着自己 我只买了一件 是指送给裴志独一份的 冯家瑞期待地看着他 裴志只是点了下头 冯家瑞失望地嘟囔了一句 什么吗 下一秒 他就被裴志抱进怀里 他行动不便 站着有些费力 他心跳得飞快 还分心关心他的腿 这个礼物 可以让你叫一声瑞瑞吗 冯家瑞 你怎么 冯家瑞不满 刚要反驳 他声音打断他的话 你完了 什么完了 他抱得更紧 像是对待来之不易的宝贝 就算你后悔 想要逃跑 都来不及了 这辈子都逃不开了 Chapter Sword 从喜欢你到特别喜欢你 一 裴志在家休息了一周 就回剧组拍戏了 早上 走的时候天还没亮 冯家瑞起床 没找到裴志 才知道他去拍戏了 开工第一天 剧组上下状态都不对 一条简单的戏 因为各种不在状态 NG了十几条 导演无可奈何 让全部休息一会儿 裴志拿着手机转了几圈 给冯家瑞发消息 冯家瑞没回 估计在睡觉 纪西白的信息发过来 那个摄影师 你到底帮我约了没 裴志 纪西白秒回 冯家瑞 是叫这个吧 你那个杂志封面的摄影师啊 裴志不高兴回了 纪西白居然还穷追不舍 你就这么想让所有人都陪你单身吗 裴志手指敲了两下桌子 表情带着隐隐的怒气 他结婚了 纪西白 真的假 纪西白 其实我也不介意的 这天是聊不下去了 裴志将手机扔到一边 拿起剧本看了两眼 看不进去 他又给纪西白发了一句 他的丈夫是我 发完这句 纪西白那头安静了 尼多问上车 正好看见裴志笼罩在低气压里 两眼紧盯着手机 怎么了 他将手里的咖啡递给裴志 裴志抬起头 认真的问尼多问 你手里有纪西白黑料吗 放给营销号 尼多问一愣 他抢我们资源了 想了想 没收到消息啊 裴志摇摇头 比这还严重 尼多问吓一跳 连忙拿出手机 看微博热搜榜上风平浪静 究竟发生什么 裴志抿着唇 不说话 尼多问突然想到什么 你妈找过我 这是你不用担心 只是 嗯 恋情公开预案 是不是应该做起来了 裴志微愣反问 为什么不是结婚公开的预案 尼多问 我是不是顺便把离婚曝光的预案也做了 裴志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尼多问拍了拍裴志的肩膀 开玩笑 那么紧张大麻 我真替你开心 七八年了 终于要熬出头了 别的不说 你还真的忍得住 手心的咖啡杯杯壁上都是水珠 裴志没说话 看着吸管 想起冯家瑞 不管喝什么 都要吸管 每次还将吸管咬得扁扁的 裴志下意识地捏了下吸管 尼多问不知道 他早就忍不住了 还好 一切都在变好 房车的门被敲了两下 尼多问看了裴志一眼 转身去开门 小Q拎着一个饭盒 开开心心地冲着裴志说 刚刚在片场门口 看到佳瑞姐了 他就将这个饭盒给我 尼多问观察着裴志的表情问 他人呢 走了 小Q说得理所当然 说完才发现 裴志的脸色好像突然变了 呃 佳瑞姐说 片场人多眼杂 他近来不方便 所以 逢佳瑞起了的大早 特意起来给裴志做早餐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早就去剧组 思前想后 决定还是送饭给他 他没做过饭 为了这次 特意下载了好几个做菜APP 手忙脚乱 也只煮了个粥 炒了个很简单的三鲜 开了一个小时车到了片场 看着片场周围的粉丝 冯佳瑞又不敢进去 还好看到了小Q 然后 他跟其他粉丝一样 坐在马路旁边的石墩上 一边和赵甜甜发信息闲聊 一边听着粉丝交流的八卦 那个周瑶好讨厌 今天又上裴裴的房车 每天都去找裴裴 想和我家炒CP的心 不要太明显哦 唉 感觉裴裴就是唐僧 所有人都想去吃他 冯佳瑞打字的手一抖 正好这个瞬间 手机铃声响了 是唐僧本人 在哪儿 你别出声 冯佳瑞激动的声音有些大 旁边的小姑娘都看了过来 她侧过头捂住手机 裴志沉默了一会儿 问 你还在片场附近 不在不在 她刚说完 就听见裴志低声 让小Q出来接她 她嘟囔 这样不太好 怎么不好 冯佳瑞心里有一套说辞 却没办法说出口 待在那儿没动 裴志说完 就将通话断了 冯佳瑞也不好走 回味她刚刚说的话 忍不住笑了笑 冯佳瑞往隐蔽的地方走了走 拍了个显眼的标志物 给发小Q 还叮嘱她 一定要低调 过了三四分钟 走过来一个人 撑着伞 戴着口罩 身上还穿着距离的警服 冯佳瑞没注意到她 对方走到她面前 敲了敲她的脑袋 她手指修长 每个关节都精致好看 随意的一个动作 都像在拍海报 冯佳瑞抬头一看 正好撞进 那双冷淡的眼睛里 裴志眉头微皱 走 她还想再说什么 就被冯佳瑞捂住了嘴巴 你别说话 裴志习惯性地皱了皱眉 她连忙向四周看了看 生怕着唐僧被人发现 还好剧组的保密设施 做得不错 粉丝和媒体 都在警戒线外 冯佳瑞这才稍稍松口气 裴志没开口 又把目光移到她脸上 看着她一边捂着脸 一边紧张地念叨 什么为什么是 你出来不是小Q 你知不知 万一被拍到影响 又多大你明白 你现在女友粉 有多恐怖吗 裴志没有表情地打断她 你为什么走 冯佳瑞抬眸看了眼 抿着唇 这是重点吗 对 冯佳瑞觉得奇怪 不太明白 裴志酸酸色色的心理 这时 手机震动了一下 小Q 裴裴亲自去接你了 小Q 今天裴裴心情好差 NG了好多次 佳瑞姐你能不能哄哄她 哄她吗 冯佳瑞停顿了一秒 声音软下来 和她说话 那是我不对 她脚步突然停住 气氛陡然冷了下来 一方阴影下 看着她天真的表情 裴志有些无力 刚刚见到她的欣喜 此刻不见了 心情变得 比恶劣的天气还要糟糕 太任性了 她知道这样不好 可她就是患得患失 在乎她所有的行为 忍不住多想 冯佳瑞敏感地觉得 裴志的心情不太好 她嘀嘀咳了两声 胸腔微微震动 整张脸闷在口罩里 显得更虚弱了 冯佳瑞担心地问 之前感冒不是好了吗 她别过脸闷声道 好了 什么啊 怎么气鼓鼓的 冯佳瑞突然靠近 点起脚 用手背摸了下裴志的额头 好像有点低烧 吃过药了吗 她问 她不自然地偏过头 冯佳瑞太了解她 那就是没有 也不知道都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是那么抵触吃药 正要念她 就听见她叫自己的名字 冯佳瑞 冯佳瑞随意地嗡了一声 在想 她是什么什么时候感冒的 她这体质也太差了 下一秒 就听见她隐隐带着别扭 委屈的声音 你就这么不愿意和我扯上关系吗 啊 她这才明白 她的脾气从何而来 此时 裴志眼角垂着 像只受了委屈的猫 我不想你受影响 她立马回 这对我没什么影响 说完立马补充 你如果这样的话 永远都追不到我的 冯佳瑞瞪了她一眼 她跟着她上了房车 问小Q 要了感冒药 这位少爷还在闹皮奸 冯佳瑞接过小Q 手里的感冒药 将药片从铝纸包装里抠出来 又将热水 抵到裴志唇边 看着她喝了一口水 她速度极快地 将药片塞进她嘴巴里 裴志脸色不大好的吞下药片 她松了一口气 开始展示自己的菜 裴志问 你做的 冯佳瑞点点头 紧张地摸了下鼻尖 我第一次做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麦相是稍微差了点 吃了 冯佳瑞立刻觉得 自己做的饭菜不香了 呃 要是不想吃的话 裴志什么都没说 低头喝了一口粥 冯佳瑞 平住呼吸 裴志向来表情少 又加了一筷子 她炒的小菜 好吃吗 她轻声问 难吃 气氛忽然变得尴尬 做好饭菜后 她明明都尝了一遍 就算不经验 也不至于难吃吧 难道她在西北酒了 连口味都变了 正在想怎么办时 对面的人突然笑了下 抬头头对上她的眼睛 她说 我骗你的 面前的女人 表情变得欣喜起来 她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 穿了条白色裙子 裴志将她所有表情的小变化 尽收眼底 得知自己能影响她的情绪 手心发痒 握紧了筷子 她安静地又评价了一句 挺好的 其实真的不算好吃 冯佳瑞在厨艺上 实在没什么天赋 粥太烂 菜太咸 裴志不动声色地 将所有东西一扫而空 冯佳瑞眼睛亮亮的 自信心爆棚 脸上的笑更加灿烂 看来我很有厨艺天赋啊 裴志点头 今天的冯佳瑞 让她有些受宠若惊 她从来没有主动来探过班 更别说亲自下厨做饭给她吃 忽然间 她心跳加速 嘴角勾起不易察觉地笑 烟肚仙 啊 冯佳瑞没反应过来 裴志用温柔的声音蛊惑她 下次做烟肚仙好不好 这样的情况 冯佳瑞怎么可能不答应 吃完饭 冯佳瑞坐在那儿啃着苹果 她今天早起太早了 现在啃着苹果都能睡着 裴志洗完饭盒 用纸巾将手上的水擦干 俯身将她手里的苹果拿下来 再将自己的空调 毯盖在她身上 她就是坐在冯佳瑞身边 一边吃她肯剩下的苹果 一边看下一场的剧本 小Q就待在不到一米远的地方 看到这一幕 心都要从嘴巴里跳出来 她努力将自己的呼吸放轻 稀释自己的存在感 突然 有人敲了敲车门 小Q跑过去看了看 是同剧组的女主角周瑶 周瑶在剧中演的是裴志带的实习生 实际年龄 只比裴志小一岁 你好 请问裴老师在吗 周瑶抱着剧本 礼貌地询问 下一场是动作戏 因为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我想问一下 裴老师有没有空 我们对一下 即将低危险性 也方便拍摄 她是去年校园剧红青春形象 深入人心 此刻校园亲切 让小Q简直摸不着北 冯佳瑞听到声音就醒了 她毫无形象地 打了个哈欠 睁开眼 眼睛还有些红 裴志从剧本里抬头 淡淡地看着她 还要睡吗 冯佳瑞摇摇头 看着她嘴巴里的苹果 撇了下嘴 裴志问 我再给削一个 冯佳瑞犹豫了两秒 不吃了 她回头往车外看去 周瑶还站在那 基于冯佳瑞在 小Q有点 不敢过来询问 你不去看看吗 她刚刚听到 下一场是动作戏 有点担心 又想到自己待在这里 有点招摇 我先回去 还是在这里等你 裴志恩了一声 还在咳 问声问气的 看起来可怜兮兮 下车之前 又回头看她 总觉得在怪她 裴志 冯佳瑞跑过去 不管不顾 直接拽着她领子往下 用力清了下 我在感冒 嗯 会传染 那就传染给我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不能让我追求对象难受 冯佳瑞刚说完 裴志笑了 二 冯佳瑞再怎么也知道 她一个异性 在裴志的房车里 影响有多不好 她趁裴志在拍戏 偷偷跑了 跑了还给裴志发了个微信 冯佳瑞 我都这么努力追你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 给我转正啊 冯佳瑞 那个叫周咬的 你不会是因为 他才吊着我吧 冯佳瑞没回家 直接去了工作室 今天朱玉他们回来 正好一起收拾一下 手机就放在包里没关住 他看见工作室门口的箱子 愣了一下 朱玉从里面出来 大嗓门道 老板 这个地方真不错 冯佳瑞皱着眉 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了 朱玉面露难色 里面都是徐老师的东西 我怕处理得不好 再引起麻烦 所以就带回来了 冯佳瑞拧着眉头 他之前和许庚素门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 如果处理不好 确实很容易 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只是这许庚 怎么这么阴魂不散 他不愿意想这个人 说 拿去放在杂物间吧 朱玉点头 他看着冯佳瑞 比在西北那段时间 整个人开心了许多 他想 是谁让冯佳瑞 走出那个叫许庚的阴霾 不管是谁 一定是个很美好的人 冯佳瑞 朱玉 还有男助理何朝顶 冯佳瑞直了直酸痛的腰 才想起 已经很久没看手机了 他习惯性静音 打开发现 居然有十几通未接来电 微信消息和语音视频通话 也有很多 这些都来自同一个人 陪志 陪陪宝宝 吃醋了 陪陪宝宝 好没耐心 过了半小时 陪陪宝宝 真生气了吗 陪陪宝宝 我没有 你真的不知道吗 又过了半小时 陪陪宝宝 芮芮 陪陪宝宝 芮芮 陪陪宝宝 我这么喜欢你 怎么可能还会想别的 现在的日子 是我梦里都不敢想的 终于看冯家芮在发呆 问 老板 你不会是舍不得请我们吃日料吧 这个表情 冯家芮回头瞪他们 就你们我还是请得起的 放开吃 他边走边给陪志打了几个电话 没想到传来的冰冷公式化的女生 终于他们选的日料店不大 但口碑很好 提前订才有位置 冯家芮一边喝着美酒 一边关注手机情况 他犹豫了一会儿 给小Q发了微信 小Q 今天剧组聚餐 陪陪的手机可能没电了 小Q 就感觉他气压低 发生什么了吗 冯家芮 没事没事 忽然 身旁的包间热闹起来 隐隐约约听到陪志的声音 冯家芮一愣 心想 不会这样巧吧 难道剧组聚餐这么和他心有灵犀 更巧的还在后面 结账时 冯家芮迎面和大学同学陆棋碰上 他们是一个班的 当年陪志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 因为这个 还被调侃过不实传闻 如果再被他看见 电影学院圈子小 大家又都在一个圈子里 最容易互通八卦 陪志现在当红 万一又误会什么 那岂不是 冯家芮往后看了眼 看着陪志包间的门紧闭 稍稍松了口气 谁知陆棋一开口就不一般 你还和陪志在一起呢 没没没 陆棋理解的笑笑 我明白 地下情 你们还真够长情的 日料店不大 狭小的空间里 来来往往 不知有没有剧组的工作人员 他余光里 看到小Q的身影 在下一秒 陪志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的身侧 他身上有淡淡的酒味 冯家芮下意识地皱起眉 你感冒了 这么还喝酒 陪志一愣 随后眉宇舒展 唇叛浅笑 拒绝不了 冯家芮哼了一声 表示不满 陆棋受不了他们俩 没来眼去腻腻歪歪 行了行了 我可不是来吃狗粮的 真不是 冯家芮下意识就否认 担心来来回回 被有心之人听取 剧组的人一窝蜂出来 冯家芮夹在一群人当中 格外醒目 有几个眼间的认出 他就是下午在陪志车上的女人 焦头接耳 小声交换信息 陆棋显然喝大了 站不稳地一把抱住他们俩 冯家芮神经紧张地看着他 生怕他口出惊人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如果哪天 你们都分手了 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所幸他声音不大 只有他们三人听到 但冯家芮的心还悬着 只听陪志特有的声音 在昏昏的灯光下 打转了几圈 打到他耳朵里 不会 我对他至死不渝 这是什么狗血 穷瑶式告白 陆棋惊了 冯家芮也惊了 陆棋拍了拍陪志的肩膀 用无比佩服的语气地说 真男人 有剧组的工作人员 从门口进来 目光在他们三个身上停留了一秒 然后对着后面 那群大明星说 外面有记者 分开走吧 冯家芮 还有朱玉和何鼎潮 当然不可能和陪志一起走 周瑶和几个女演员 在后面小声议论 那女的看起来有点眼熟 刚刚他们说是大学同学 估计也是圈内的吧 今天就是他来找陪志的 不会是倒贴吧 周瑶一直没说话 他跟着经纪人 从日料店后门走出来 黑漆漆地语目里 目光看到陪志和小Q 在屋檐下 在等保姆车开过来 他戴着黑色的鸭舌帽 一身黑 衣服被风吹得鼓鼓的 手指间有零星的红光 过了一会儿 咬在嘴里吸了一口 吞吐之间 白雾弥漫 男人被黑夜浸染得 多了几分清冷的落寞 周瑶的心跳 更大声了点 他身体不受控制地 走了过去 静悄悄地站在他身旁 他是因为这部戏 才第一次见到陪志 他和圈内的男明星很不同 他身上没有那些 骄傲和挫败 更没有油腻和自恋 就好像没有被烟火器破坏 他知道他名声很好 别说桃色绯闻了 连正常的营业都没有 越是这样的人 越想据为己有 前方的红绿灯 变化莫测 雨刮器快速工作 扫不清眼前的朦胧水器 周瑶鼓足勇气 陪志 你是不是喜欢今天那个人 他愣了下 目光居高临下地看过来 下一秒 烟灰散落 他好像笑了 周瑶的心跳七上八下 终于听到了他的回答 那么明显吗 什么 你都发现了 他怎么否认得下去 保姆车按了下喇叭 小Q撑起伞举过来 裴志没药 将卫一的帽子戴起来 冲进雨幕里 周瑶的助理 见他在原地愣了许久 不放心地问 怎么了吗 周瑶摇摇头 然后抿了下唇 失恋罢了 三 裴裴 刚刚佳瑞姐问我 你是不是不高兴 小Q看着裴志的脸色 你们吵架了吗 裴志没说话 他比冯佳瑞先到家 也不进门 就站在门口的屋檐下抽烟 过了半小时 看着冯佳瑞 摇摇晃晃从远走来 仰着头 用那种很需要安慰的目光看他 裴志没立场地走近 将他手里的包接过 见他脸色不大好 高跟鞋其中一只 还断了一根 他明明比自己早走 这情况 显然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事情 怎么了吗 他打开门 弯腰将他鞋脱掉 拿出拖鞋递给他 代价居然不会看到 太过分了 带着我们 绕了大半个上海 最后油箱告急 还去加了个油 加完油 还说自己的宫里数到了 就跑了 我和朱宇他们 就在加油站等了半个小时 才来了第二个代价 那鞋跟怎么回事 这双鞋是 Jimmy Chu的经典款 起码八千块 现在像个破烂 被扔在一边 亮闪闪的 湿滑落士奇水晶 都被污渍染得 毫无光泽 冯家瑞看着那双鞋 肩膀更委屈地塌了下来 被水泡的 长发缠着 白色的裙子 被雨水染到昏黄 还好出门时 只脱了口红 不然只会更惨 他像犯了错的小朋友一样 蹲在地板上 实在太可怜了 他就用这种可怜兮兮的眼神 看向他 陪陪宝宝 我今天在工作室 打扫卫生 所以没看到你的消息 后来再联系你 已经联系不上 对 对不起 陪志抢先一步 先说了道歉 随后从身后将他抱起来 他身上干净整洁 出了淡淡的酒味 其他和脏兮兮的冯家瑞 有着天壤之别 冯家瑞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脏 陪志不作声地换个动作 本来是他从身后抱 现在变成面对面 你还生气吗 他问 冯家瑞奇怪地看着他 我不生气啊 是我不好 不应该发那么信息 打那么多电话 更不应该让你觉得 有危机感 陪志的声音很小 说话时低着头 呼吸就打在冯家瑞脸上 冯家瑞听得心头更酸 本来今天的事情 就是他不对 他不应该乱开玩笑 让陪志当真不说 还没接到他电话 他特别能理解陪志的心情 他本来就敏感 没安全感 有些怪他 为什么要道歉 他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 更怪自己 陪志 他认真的叫着他的名字 陪志此刻低头 看着冯家瑞的脸 家里的灯有些亮 冯家瑞仰着头下意识地 想抓一下眼前 别动 他温热的声音 带着热轰轰的体温 往他耳朵里钻 更痒了 他听话 胳膊用力抱紧他的脖子 脑袋靠在他耳边 我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什么 因为我找到了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陪志将家瑞抱进浴室 随后还贴心地将他的睡衣送过来 浴室里雾气还没散 他坐在梳洗台上 发呆了好半天 后知后觉地想起 刚刚陪志的表情 什么嘛 闷骚 明明脸都红了 偏偏还不说话 开心就开心呗 浴巾裹着头发 冯家瑞累得不想吹干 导着躺在床上 房间门被敲了两下 陪志打开房门 手里拿着一盒药膏和窗壳贴 他低着头 从他的视线看过去 他的头发很软 像只很好磨的猫 陪志绕到床的另一边坐下 将他被鞋子磨出水泡的那只脚 放到他腿上 水泡已经被磨破 血肉模糊 看起来有点恶心 他用酒精棉球碰了下 他疼得下意识地想收脚 却被他抓住 可以了 你别涂那么多药膏 冯家瑞不吃疼 特别是这种皮外伤 碰到磕道 就娇气地大叫 陪志手下的动作更轻了些 给他贴好窗壳贴 站起身 他弯腰拿起 他掉在地上的浴巾 手掌摸了下他的头发 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他实在找不到 可以做的事情了 安静的房间里 冯家瑞突然开口问 要一起睡觉吗 什么 他错愕地看着他 冯家瑞连忙解释 我了半天 然后自暴自弃地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不是问我 什么时候履行夫妻义务的吗 世界安静了 一秒两秒 冯家瑞眼睛眨巴眨巴 就是不见他的表情变化 可清晰地感觉到 他周身的气压变了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刚刚还按的眸子 突然变得深邃起来 像深夜的大海 有着万种让人探索的欲望 还是说你不愿 我没说 他皱着眉 打断他的话 那你不说话 不就是默认不愿意吗 我喝多了 冯家瑞疑惑地看着他 是醉了 陪志快步走过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一时反应不过来 想亲了他 他原本想劝自己等等 再等等 这么多年都等下来 可他却说这样的话 所以感觉怎么样 冯家瑞坐在工作室 他的办公桌前 拿着手机 再给赵甜甜 分享自己的心情 疼吗 冯家瑞转了两圈笔 开始有一点 后来就好多了 看不出来啊 陪志可以啊 赵甜甜哑着嗓子尖叫 几次 笔掉在桌子上 冯家瑞捂着发烫的脸 看着电脑屏幕里反射的自己 觉得这副样子 他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我不知道 赵甜甜不信 这种事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 很紧张好吗 冯家瑞 感觉这天聊不下去了 总之就是很厉害 挂了挂了 我要工作了 回来已经快两个月 窗外的树 从绿变黄 风一吹 刷刷落了一地 冯家瑞撑着下巴 对着树木发呆 脑子里都是昨晚的一幕幕 他体温很高 但指尖很冰 他嘴角很凉 但牙齿锋利 不仅爱亲人 也爱咬人 等回过神 已经夜幕低垂 冯家瑞觉得自己真的完蛋了 居然想他想了一整天 四 赵甜甜 你家陪志商热搜了 赵甜甜 和别的女人 冯家瑞收到信息的时候 正在陪志的公司 谈下部纪录片的合作 电梯到达19楼 冯家瑞跟着工作人员 只是进了一间会议室 对方是个40岁左右的副总名 叫黎智 十分干练 对冯家瑞说话的语气 也十分客气 家瑞老实是吗 我看了您的作品十分喜欢 如果可以话 希望您能和我们合作 进行拍摄下的选题 黎智很有诚意地 拿出几个方案 包括团队配合和资金支持 正谈的十分投缘时 玻璃门被人敲了两下 近来的人年纪不大 十分慌张地 打开一个直播网址 进行回放 投影幕的画面 就变成陪志 黎智皱眉不满意助理的慌张 怎么了 您继续看 今天是陪志去年 杀青电影的首映仪式 他穿着一身 某蓝血的高定西装 头发全部都梳了上去 一米八七的身高 在一众主创里 非常扎眼 红毯两侧 都是他的粉丝 举着手符 喊得惊天动地 连拿着话筒的主持人的声音 都快要被盖住 冯家瑞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一直对陪志是明星 没什么实质感 现在无数的闪光灯亮起 那个男人嘴角要笑不笑 目光冷淡 一身的境遇矜持 周身气场却无比强大 连一遍站着的影帝 都被压了下去 黎智看着陪志 脸色好了一点 这是一部爱情剧 但演男主的陪志 却没有感情戏 主持人调侃 是因为陪陪不配拥有爱情吗 几个主创哈哈大笑 陪陪可是太冷淡了 我爆料 他身边连工作人员都是男的 女朋友啊 爱情啊 离他实在太远了 我们在国外取景 有女孩过来搭讪 陪陪连一个脸色都不给人家 转身就走 哈哈哈哈 陪陪还小 没开窍吧 有人画风突然一转 不对吧 我之前还看到有偷拍到 陪志和周瑶的照片 对对 我上台前 还看到陪志和周瑶的名字 挂在热搜上呢 镜头特写陪志 陪志目光低垂 一直仍有别人开玩笑 冯家瑞回想 似乎陪志这几年 在娱乐圈 确实是林飞闻 还有个十分难聊的称号 而和周瑶这个飞闻 还是他开天辟地头一遭 主持人在叫陪志的名字 问他是不是要打破住孤身人设了 谁知这个问题刚落 他目光轻眨 冯家瑞心莫名悬了起来 他太熟悉陪志了 就像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 果然 下一秒 陪志直视着镜头 我和周瑶 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那天是剧组聚餐 所有人员都在 主持人刚要调侃他 干啥啥不行 澄清绯闻第一名 没想到 陪志下一句 扔下一个惊天巨雷 我已经结婚三年了 他语气很平静 甚至连表情都没变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 一群老溪骨的脸色 都不知如何变化 更别说 需要控场的主持人了 会议室内更安静 小助理凭住呼吸 看着风力 公司现在乱套了 自家一哥自爆隐婚 这威力 简直堪比原子弹爆炸呀 而制造混乱的人 还在说话 我不拍感情戏 是因为 他想了两秒 很认真到 怕他误会 现场更近 没过几秒 现场直播信号 就被掐灭 会议室空气都变得紧张 黎智脸黑了个彻底 无法再和冯家瑞 洽谈下去 冯家瑞脑子里 也乱糟糟的 心砰砰跳 走路双腿都发软 他站在电梯口 看着电梯 从39层一层一层的往下 在第22层的时候 手机响了 陪志 冯家瑞犹豫着接起来 电梯正好到了 电梯里挤满了人 闹哄哄的 三言两语间 都在讨论刚刚的事情 热搜瘫痪 论坛崩溃 粉圈爆炸 他走进电梯 那个让全世界都混乱的人 声音在他耳畔响起 你在哪 你公司 他沉默了一秒 你去那干嘛 谈合作 他那边显然很忙 应该是尼多问的声音 一直不停地在说些什么 冯家瑞捂着耳朵 莫名感觉 他声音更近了些 像贴在耳边一样 十分钟 地下车库二层等我 冯家瑞等陪志的时候 刷了一下微博 但断断续续 总是刷新不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 刷了下朋友圈 果然朋友圈也乱套了 只有赵田田偷偷私聊他 陪志公开了 冯家瑞你知道吗 我们研究所 刚刚都震惊 好多个女同事 崩溃大哭 你现在可是全世界少女 最羡慕的女人 最幸福的女人 现在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 远处有一辆打着进光灯 距离还有一米的时候 按了下喇叭 冯家瑞下意识地抬头 他没见过这辆车 站起身 往后让了让 刚走一步 车窗摇下 带着棒球帽的裴志 露出脑袋 冯家瑞连话都没让他说 速度比当年跑800米还快 打开车门 坐上副驾驶 裴志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冯家瑞系好安全带 车开了半小时 他皱了下眉头 奇怪地看着他 你不想负责 冯家瑞被他看得莫名紧张 守在中控台上抠来抠去 把车内广播放了出来 顶级流量演员 裴志刚刚在首映会现场 自曝已婚三年 此举引起轩然大波 但据采访到 和裴志的好友 合作过和朋友 纷纷都说 裴志身边没有异性 裴志的结婚对象 至今还是个谜 到底是哪位神圣 这么有魅力 能够降服这位娱乐圈 著名的姓冷淡 冯家瑞换了几个台 每个台都在说裴志两个字 好像全世界都在讨论 180秒的红灯还没结束 倒数计时器慢得要命 冯家瑞心跳如雷 侧头对上裴志的目光 这样对你的事业会有影响吗 我是演员 结婚三年没有公开 本来就是我的过错 但如果在你 我已经发生实质性进展 我还不公开 我不仅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粉丝 他们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事业滑坡或者低谷 都是我必须要承担的后果 他说的每个字 都很认真和严肃 冯家瑞突然意识到 手应会的举动 或许不是他的突然袭击 而是深思熟虑 冯家瑞 你要不要对我负责 裴志又问了一遍 他心跳终于平静下来 红灯跳到绿灯的那一瞬间 他说负责的 全世界都在找裴志 外头一团乱 家里却非常温馨 冯家瑞非要自己做菜 却不小心将自己的手烫饱 还好不严重 检查处理下就好 裴志却用看小朋友的目光看着他 一副离了他 就没办法生活的模样 十分紧张和在意 深夜 11点20分 裴志在厨房里洗碗 一分钟前 他热了杯牛奶 放到茶几桌子上 怕冯家瑞喝着不方便 还给他插了根吸管 冯家瑞垂眸 看着还冒着热气的牛奶 咬着吸管 小口吸了下 温度适中 他支着下巴 看着那个方向 忽然在想 好像很久以前也是这样 裴志背脊挺拔 薄薄的家居服贴在他身上 若隐若现 让他身材暴露在空气中 水珠似乎见到到眼睛里 他习惯性地眯了下眼睛 随后 用沾满泡沫倒手 试图想揉一下 时间就在这一瞬间停了了下 他忽然看向他 冯家瑞 他声音莫名有些烫 空气都惊了 冯家瑞下意识地坐直 像偷看他 被他抓个正着的小姑娘 烧红了耳根 他说 过来帮我下 冯家瑞被他目光蛊惑 乖乖地跑了过去 他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帮 陪志笑了下 微微弯腰 靠近他 有一滴水滴进我眼里了 他声音有些轻 但每说出那个字的热气 都扑在他脸上 他心突然跳得很快 下一秒 冯家瑞点起脚 在他的眼眸上轻了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想轻他 他的人 他的心 他的成熟和帅气 水龙头还在花花放着水 手上的泡沫和衣服混在了一起 他斜着脑袋 就这么咬上了他的唇 他身上也好烫 唇舌一遍一遍在描绘他的唇 极其有耐心地吻着他 他握着他腰的那只手的掌心 又紧又热 逼迫他向他靠近 发丝缠绕 灯光刺眼 他闭上了眼睛 感受亲吻的美妙 冯家瑞 等我两分钟 啊 等什么 冯家瑞迷糊地看着他 陪志将晚洗完 将他带到卫生间 他目光认真地看着他 帮你洗澡 冯家瑞心猛地跳了一下 就要拒绝 我伤得不严重 还是可以自理的 他将他半搂到怀里 另一只手 他眸子像蒙了层水 看着他 陪志被看得猴头一紧 我不会欺负伤患的 他还住他的腰 一只手有鱼 好谢 他刚想说些什么 上衣就被拉到了 脑袋那么高 身体和肌肤 毫无阻碍地暴露在空气里 浴室里亮到黄眼的暖灯 更是让他无处可逃 衣服彻底被丢进了衣筐里 他这时候才想起来 自己今天穿的是黑色的内衣 银白的肌肤 那被包裹着的起伏 像是装了一汪水 性感又甜美 冯家瑞下意识想抱住他 借着他的身体遮住自己 他没想到 自己的这样的举动 给了陪志多大的诱惑 他没说话 将冯家瑞 突然抱坐到洗漱台上 冯家瑞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他在拉自己裤子的拉链 他慌张地用手捂住 捂完又觉得不对 连忙放下 陪志抬眸看着他 不知为何 他觉得 陪志比他还紧张 他那只手 似乎也在微微颤抖 他忽然轻松了些 趁着他不注意 想捉弄他 凭什么都是他掌握了主权 明明以前 逗他可是自己 他这么想着 亲了下那个早就红透了的耳尖 他惊讶地又看了过来 面前的女人身上 只剩下一套黑色的内衣 鬼知道 他光看着 都需要有多大的自制力 可这女人 偏偏不自知 还不要命地来诱惑他 他快速地将自己的上衣 和裤子脱了 而后指腹勾到 他身后的那衣扣子那 他这下真的慌了 拒绝的话 被他的吻盖住 他身上的气息和温度 微微绷直 他另一只手 将他一下子抱来起来 像抱小孩那种抱法 淋浴间的水 已经被打开 在等待热水 冯家瑞的余光 看见镜子里的他 和裴质 水雾弥漫 镜子有些模糊 但他还是无比清晰地 看见自己缠绕着男人 有点像树曼 这种感觉好奇妙 他心里又麻 又酸又软又甜 无法用语言形容 却又很和谐 好像天生就该如此 准备收回目光的那一秒 视线被他捉住 他黑眸如漆 习惯性地眯着眼 下一秒 他歪了下脑袋 用舌尖舔了下他 最暧昧的那种 冯家瑞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他没有受伤的那只手 用力地抱着他的脖梗 他镜子里的那个眼神 好像下一秒 他就要被他占有了 水终于热了 可淋浴间的热气 热得要让冯家瑞窒息 他表情认真的 好像真的只是 要给他洗澡 无比小心地拿着花洒 避开伤口 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自然 目光四处飘忽 不知何时停留在了 他黑色的内裤上 棉织的布料吸了水 再泛着水光 在看什么 他忽然问 冯家瑞绕开视线 选了个最有可能的说 腹肌 他说得很轻 话里都透着红玉 他像是笑了 毛里都带着笑意 几块 他瞪大眼睛 女流氓一样 认真看着数起来 一二三六 六块 话音刚落 他的左手就被他抓住 下一秒 他的手心贴上他肌肤 他声音就在耳边 带着致命的热气 再数一下 热水从上而下 狭小浴室内 他和他几乎全裸 裴志似乎又靠近了些 肌肤好像都贴在了一起 他的脸烧得厉害 目光飘忽 指尖却还在他的腰腹 一二三 他的唇似有似无地 碰到他的耳尖 手被他抓着 继续往下 指腹突然碰到 冯家瑞下意识地想收回手 想要往后退一步 却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脚 重心不稳的他 瞬间被他抱住 冯家瑞急了 裴志 他似笑非笑 大掌划过他的腰窝 黑眸深幽 里面是他看不懂的情绪 瑞瑞 还满意吗 冯家瑞整个人都快熟了 偏偏不服输 就一半 他却抢先一步 将他轻推到身后的墙上 而后身体紧贴 他细碎地稳 就这么铺天盖地地袭来 他低下头 鼻尖停至他耳侧 他的发丝无风自乱 微微颤着 他看不清他的神情 鼻翼被细碎的发丝 碳得发痒 他的颤抖也越发剧烈起来 像是海底的水澡 在无风的水波中 摇曳 松动 融入浪里浮向水面 冯家瑞的眼角红了起来 他喘不过气来 身体又烫又软 似乎不是自己的 眼前的人像是要将他吃的 连骨头都不剩 雷声般的心跳 被水声掩盖 却骗不了自己 他渐渐配合他 一起沦陷在这场疯狂里 我能不能说回之前的话 裴志呼吸不稳 看他的目光 都像要冒出火 冯家瑞被他抱着 下巴抵在他颈窝处 因为害怕掉下去 他一直紧紧抱住他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一切都在和他亲密的接触 将心底最深处的痒 都滋生出来 冯家瑞说不出话来 只能大口地呼吸 什么 欺负病患 他嘟囔着呢喃 那就欺负呀 话音一落 浴室里更烫 他发狠地亲了他一下 你说的 五 你现在是全世界女性公敌 赵天天调侃冯家瑞 所有人都在猜裴志的老婆 到底是谁 你不打算公开自己吗 冯家瑞没仔细听 他正在和裴志聊天 惹了那么大新闻的裴志 第二天像没事人一样 回剧组拍戏 早上起来还闹起床气 抱着他亲了好几下 才不情愿出门 裴裴宝宝 疼吗 瑞瑞 没之前疼 裴裴宝宝 上次很疼 瑞瑞 嗯 感觉整个人都被劈开了 裴裴宝宝 你怎么不说 裴裴宝宝 这次舒服吗 冯家瑞看着屏幕 没回 裴裴宝宝 不回就是默认 瑞瑞 瑞瑞 也有一点 裴裴宝宝 这种事要多磨合 才能体会 赵天天半天没等到冯家瑞声音 你还在吗 冯家瑞 嗡了一声 在呀 你刚刚说什么 赵天天尖叫 啊啊啊啊 你知道吗 就算你什么都没说 我离你这么远 都能感受到 你身上恋爱的腐烂味 老板 这花又送来了 已经送一周了 终于捧着花束走过来 卡片上还是没写 是谁送的 冯家瑞将手机放到一边 看着这白色郁金箱 难道是裴致送的 不会 裴致不会做这种事 那会是谁 也没说送谁 随便插着吧 冯家瑞看着时间差不多 拿着包往外走 还有半个多月 就是裴致的生日 前几天他在裴致车上 发现车前放着的装饰摆件 有点眼熟 那是好多年前 他很喜欢一部动画片的乐高摆件 当初他拼到一半就没了耐心 转手就送给了裴致 还美其名曰生日礼物 当时他看着这少女心十足的南瓜马车面无表情 他正奇怪 怎么还放着时 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 也是唯一一个 冯家瑞只是听着 都觉得自己过分 他内疚了许久 盯着这南瓜车 有点出神 等到了家还在发呆 他拽住要下车的裴致 实在过意不去地说 我今年给你补一份大的生日礼物 黑色棒球帽下 裴致的表情不太清晰 但冯家瑞 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目光 不行 那怎么办 他有点着急 要二十五份 他刚要说 你这是坐地起驾 就触碰到他的目光 又莫名的了下来 行吧 谁让他先不做人再先 人家收点利息 也是正常 裴致的车缸 开到冯家瑞工作室楼下 就看见冯家瑞上了他自己的车 还没来得及叫他 他就开车走了 裴致跟在他车后面 发现他开进了一家商场的地下车库 工作日下午 商场的人并不多 裴致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像个变态跟踪狂一样 跟在冯家瑞身后 他先给自己买了个冰淇淋 裴致在他走后 也在那家店 买了一样的海盐焦糖口味冰淇淋 他学着他的样子的 小口小口的吃 看着他满足地 将眼睛微微眯起来 他也情不自禁地勾起嘴角 嘴巴里这甜甜咸咸奇怪的感觉 也变得美好起来 二十五份礼物 实在是个大工程 裴致今年二十五岁 那是从他出生起开始补 冯家瑞已经在手机里 做好一部分功课了 他还没彻底想好 所以 出来找找灵感 裴致就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看着他从一家家男装店出来 看着他皱着眉头纠结 和店员比划 然后再不满意地摇头 裴致只见抠着手心 心软得一塌糊涂 他从没如此幸福过 他买每一样东西的时候 都要在脑海中想象 是不适合他 这种感觉特别好 就像是 被人放在心肩上 被人在意着 这么多年 他苦涩 酸甜 炽热的感情 仿佛得到了回馈 冯家瑞从店里出来 商场里正好在放裴致的歌 那是他给一部电影唱的主题曲 冯家瑞笑嘻嘻 拿出手机 偷偷录了一段 没一会儿 裴致的手机震动了下 瑞瑞 我在商场听到你歌了 裴裴宝宝 你好棒 裴致手指摩擦着屏幕 忍不住笑出声 他看着冯家瑞的背影 在想 如果现在上前抱住他 他会不会被吓到 肯定会 然后 他会仰头瞪他 这么一想 裴致心里更痒 他往他的方向走进一步 余光忽然看到一个人 他脚步一顿 有一瞬间的慌神 下一秒连忙看向他 冯家瑞手里拎着购物袋 已经走进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上 裴致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他们俩都没看见对方 只是许庚怎么出现在这里 他不应该在北京吗 裴致没想太多 也不敢细想 快步从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 往地下车库跑 冯家瑞前脚刚出电梯 裴致后脚就打开安全门跑了出来 冯家瑞打开门车门 刚坐进去 还没看亲人是谁 整个人就被抱住 脑袋被稚固 昏天暗地里 就被狠狠咬住唇 冯家瑞吓了一跳 如果不是鼻息间 铺天盖地的熟悉的培制的味道 他手里的包就要控制不住 往对方头上砸了 他轻得又急又凶 像是在他确认 他还在不在身边 轻得时间太久 冯家瑞喘不过气来 用手轻轻推了下他 下一秒 手腕又被他抓住 他睁开眼 这才发现 他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眼底似乎暗藏着火 可让人心惊得战有欲 冯家瑞心跳得很快 睫毛颤了颤 而后低垂 四周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 他被困在这张网里 逃不开了 怎么了 他问 想你 他声音又轻又哑 他眨了下睫毛 抬眸看他 不是早上出门时才见过吗 车内空间狭窄 也不知道怎么转的 培制将他抱到腿上 让他陷入他的怀里 他的手放在他腰上 又说 想你 似乎只有这样抱着他 培制才能保证他 就在身边 刚刚看到的许庚的恐慌和害怕 终于缓解了一点 培制心跳异常 如果刚刚冯家瑞和许庚见面了 他该怎么办 思考了无数种结果 无论是哪一种 他都无法接受 如果可以 能不能将冯家瑞就捆在身边 让他的眼里 他的心里只有他一个人 冯家瑞心口碰碰跳 他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不明白他突然而来的情绪 因为什么 他心疼他 轻轻地用脸颊蹭了下他的脸 他想用这种行为来安抚他 我在啊 培制恩了一声 还是说 真的好想你 他的声音又低又哑 有点委屈 有点压抑 更多的是爱恋和温柔 像是奶猫在撒娇 冯家瑞听到这五个字 心火一路烧到了后背 这样的培制太过罕见 仿佛是将他的爱热烈 又直接地告诉他 他身体滚烫 赤裸裸地告知着情和欲 他被烧得头晕目眩 还没意识到 就被他又清了下来 他拖着他的头 另一只抱着他的腰 吻得细腻又温柔 一丝一丝 把他的体温和气息传给他 让他堕落在他的世界里 不远处的隐蔽处 一只手快速按下快门 是培制吧 是培制 太劲爆了 车内积吻神秘女 大新闻 车内的中控屏 显示时间19点10分 冯家瑞揉了下他的头发 一下一下像撸小猫咪一样 你怎么突然在这里啊 培制抓住他作乱的手 低着头不说话 就像是别扭的小宝宝 冯家瑞也不生气 笑着捏了下他脸颊 你怎么来的 培制别过脸 开车 那车呢 冯家瑞四处看看 培制沉默了几秒 望着他 无比认真到 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 冯家瑞打开车门 要下车找车 培制抓住他 不给走 眼睛看着他 声音软了下来 你不能带我回家吗 自然是能的 可 冯家瑞败在培制的眼神里 好 姐姐带培培小宝贝回家家 冯家瑞明显感觉到 最近这段时间的 培制粘人 提高大大提高 比如 每天早上出门 一定要粘粘乎乎 要个早安稳才肯走 走了后 还时不时发个微信来 如果在拍戏休息空档 还一定要发来视频通话 终于看见过 好几次冯家瑞偷接电话 总是偷笑 问他到底和哪个小奶狗 谈恋爱了 冯家瑞 哪能真把培制说出来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朱玉本人 就是培制的女友粉 培制刚公开恋情那几天 朱玉念念叨道 难过了许久 冯家瑞知道 培制没有安全感 他正在和赵甜甜 这个狗头军师取经 说着说着 他忽然想起 以前的一件小事 那个夏天 冯家瑞跑过来 给培制送饭 培制家客厅茶几上 放着一瓶罐装的冰可乐 电视里正在放电影 他没看过 他将饭盒打开 放在餐桌上 随意问 看的什么呀 心得乐名单 主要讲什么的 拯救一个人 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他靠在墙边没骨头一样 黑色衣服 将他露在外的肌肤 衬得更加白 是那种 没有经受过 阳光照射过的病态的白 此刻他神情专注 看着他 打开保温饭盒 又看着他放好网筷 每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也许是他说话时 声音太过冷淡 欲掉毫无起伏 冯家瑞莫名觉得不对劲 回头看他 视线相交 过了几秒 培制说 你想拯救全世界吗 我没那么伟大 嗯嗯 他点点头 拯救我就够了 这六个字很轻 冯家瑞的思绪 被电话那头的赵甜甜 叫到回笼 你怎么不出声 冯家瑞手指一圈一圈 无意识地 抠着咖啡的隔热套 说 感觉自己是超人 什么 拯救了全世界 你在看电影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 甜甜 冯家瑞收回手 我决定了 我要和培制过一辈子 这时 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他穿着和这一屋凌乱 格格不入的得体西装 见到来人 冯家瑞脸色一变 语气不善 如进入战斗状态 你来做什么 他又问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许更似乎什么都没听见 全心全意地 看着冯家瑞好一会儿 在他发火的前一秒 露出如当年一样的笑容 我离婚了 没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糕的了 为什么这个人 可以毫无负罪感 心安理得地出现在他眼前 冯家瑞17岁到头破 血流到25岁 才幡然醒悟 人生有多少个八年 能从头再来 他却用人生最宝贵的八年 认清一个渣男 Chapter 5 你是我费尽心计 和满腔努力 咦 工作室旁的咖啡厅 冯家瑞面无表情地 看着面前的许更 他在想 这个人怎么就能 毫无负担地过来 说这种不要脸的话 郁金香你送的 许更一身西装 戴着金丝边框的眼镜 他比冯家瑞大八岁 正是男人最有味道的年纪 他笑了下 眼神柔和 目光里似有千万种深情 你喜欢吗 不喜欢 冯家瑞语带讽刺 家瑞 我已经离婚了 我想和 冯家瑞冷声打断 以后别送了 会造成我和我先生困扰 雨来得莫名其妙 裴之的车 就停在咖啡厅外的马路旁 他按下点窗户 点了一根烟 苦涩味入喉 白雾缭绕 裴之看着落地窗内的两个人 副驾驶的座位上 还放着他刚刚买的网红蛋糕 排队时 全部武装 还被眼尖的粉丝认出来 他不好意思 给对方签了名后 才拜托对方 不要发上网 他脑子很乱 这几天 一直在极度没有安全感里度过 夹着烟的手不太稳 草草抽完 他深吸一口气 拿起手机 给冯家瑞打电话 电话通了 响了两声 裴之看着冯家瑞 看了眼手机屏幕 然后按掉了 裴之笑了下 将手机扔在一旁 点了第二根烟 雨花花地下 天色昏暗 远处有朵云一开 将最后那一点亮光遮住 裴之忽然觉得 心也暗了 我结婚了 非常爱我的先生 我和你不一样 请你以后 别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冯家瑞说完就站起来 他脸色冷着 快不想要离开 许更笑容里 有些宠密的纵容 伸手抓住冯家瑞的手 家瑞 我希望你幸福 只要你不出现 我就很幸福了 咖啡厅门口 有一个喷泉 冯家瑞出来时 喷泉正好升到最高处 水花四溅 裴之隔着重重水雾 一直看着他 他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裙 黑发飘扬 在这样的闷热潮湿的雨天 格外打眼 他还看见了 他红红的眼眶 和紧绷的身体 但他没看见他 就像很久以前那样 他没看见他 那是领完结婚证的第七天 冯家瑞借着酒精 麻痹了自己几 每次清醒过来 都万分痛苦 结婚证 似乎就是证明他愚蠢的铁证 度日如年的那几天 偶然遇到了许更的同事 对方看他的目光 和往日不同 聊天中 才获知 是他的父亲 去找了许更 脑中所有的不清晰 都串了起来 突然而来的分手 许更的绝情和冷漠 一种被背叛和失望的感觉 撕裂着他 他不管不顾 冲进书房找到父亲 怀着满腔木火 大吵一架 你是不是看不起 许更是个穷学生 我的爱情 你为什么要插手 是你女儿跟在后面 求着人家 眼巴巴想要和他在一起 你以为这样 就能拆散我们吗 书房的门 被大理地拉开 又被重重地关上 女人紧抿着唇 眼底似乎有火 也好像累 裴志站在书房门口 听完他们父女俩 所有的对话 然后就站到客厅 无比显眼的位置 冯家瑞看都没看他一眼 似乎根本就没看见他 带着决绝离开了家 那一刻 裴志觉得很难挨 他刚和自己的初恋 喜欢且唯一喜欢的女人结婚 对方眼里却没有他 冯家瑞回到工作室 将所有郁金箱都收起来 扔进垃圾桶 朱玉看着他的表情 不敢吱声 冯家瑞不后悔 自己曾经爱过渣男 但他恨自己 任人不清 被渣男耍得团团转 还伤害了身边 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和父亲大吵之后 他当天就买了机票 奔向许庚 当时许庚在一所高校里 做辅导员 他并不知道 当时他已经和他 导师的女儿在一起 还满腔深情地 和他说了 自己所有的感情 许庚那时候 也用今天这样温柔 又纵容的眼神看着他 用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 和他保持着 摸不清的暧昧关系 他头昏脑热地栽了进去 后来微博被撕 舆论爆炸 他用最糟糕的方式 知道了 他有女朋友 他第一时间跑去质问许庚 却在他办公室里 看到了那个叫苏萌的女人 事实就在眼前 他所做的一切都像的小丑 那天的雨雨 也下得很大 从北京到上海 两个小时的航班 上海的雨更大 他坐在航站楼里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推着行李箱 脚步匆忙 在北京那么久 焦梦玉给他打过几次电话 每次都说 爸爸和爷爷 被他气得不清 这样狼狈的结果 让他更加胆怯 不敢回家 就在他准备在机场过一夜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情时 手机骤然响起 裴志的声音急急地传来 你在哪儿 浦东机场 就在那儿别动 我去接你 这天寒流来袭 气温只有零度 他过着厚厚重重的羽绒服 鼻音很重 停顿了好几秒 才乌夜出声 裴志 他似乎能感觉 他此刻的无助 声音更加柔软 等我挂了电话 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从开着暖气的温暖室内 走了出来 就站在很显眼的屋檐下 他冻得鼻子都红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放过任何一辆来往的车辆 他心里知道 如果从市区过来 最起码要一个半小时 但他就是不愿意在机场大厅里 从来没有哪个时刻 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好像自己还有存在感 裴志在一个小时后出现 他将车停在路边 快步穿过马路 将他自己身上的羽绒服外套 脱下披在他身上 一手拿起他的行李箱 一手半楼起他 前后都是鸣笛声 路灯黄眼 他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只是有个人一直抱着他 给他力量 车内暖气醉人 他侧过头 不由自主地看向裴志 不知他是从哪里来 羽绒服里 只穿件衬衫 头发被雨水打湿 脸色阴沉 整个人 看起来比他离开时 轻瘦了不少 冯家瑞想起来了 焦梦玉说他签了一家经纪公司 现在在拍戏 回家吗 等红绿灯时 裴志视线对上他 不回 他说得太急 说完露出一个 有点尴尬的笑容 忽然 他想起眼前的人 是自己刚刚结婚 没多久的法定老公 莫名的羞愧感 又引满心头 太晚了 现在回去会打扰 这里有狠站不住脚 好在裴志没在追问 裴志将车开进 机场附近一家酒店 要了两间房 进房间前 冯家瑞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裴志看着冯家瑞 走进房间后 才打开自己房间的门 手机在口袋里 震动了无数遍 尼多问都快疯了 今天沙青燕 赞助商投资方导演制片都在 你去哪里了 今天晚上 裴志在剧组拍完戏 刷了下微博 意外看到了冯家瑞 被挂上了热搜 他来不及想别的 便连忙切到冯家瑞的小号 正好看到他刚发的微博 得知 他已经到回上海 就在机场 他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也不管沙青燕 从剧组朋友借了一辆车 拼命赶了过来 你都问不知道这些 直直知道 沙青燕上 只少了他家一人 裴志想到什么 自己什么身份 裴志恩了一声 真有事 我晚点回去 有什么事再说 他按掉通话 翻了翻外卖软件 恶劣天气因素 送餐的店很少 他选了附近送餐块的砂锅粥店 点完后 他给冯家瑞打了电话 打了三通都没人接 裴志开始着急 一分钟后 家瑞 冯家瑞 裴志在敲冯家瑞房间的门 他心里没数 数到第一百下 他就去找前台要房卡 在第98下的时候 门开了 冯家瑞红着眼睛 仰着头 脆弱毫不遮掩 声音哽咽 还带着对他的指控 你怎么一直敲一直敲 我不开门 你就得有眼力见地离开 怎么能一直敲一直敲 裴志推门进来 又反手降门关上 下一秒 直接将他抱进怀里 他力度很轻 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他后背 像在安抚他 他的气息温暖又熟悉 一下将冯家瑞悲伤戳开 他从低声啜泣到 嚎啕大哭 大颗大颗的眼泪 将他的衣服染湿 你为什么喜欢许刚 裴志忽然问 这问题有些难 细究起来 冯家瑞自己都没认真思考过 可能是年纪小 遇到个成熟的男人 就被蒙住眼 我当时真的觉得 他又帅又聪明 上镜且温柔 裴志觉得心间被刺了一下 眼底的酸液 快要压不下 他认识他之后 常听他在耳边说 那位楼下记住的许根哥哥 有多好 叽叽喳喳 都是赞美之词 他一开始只觉得心闷 后来才知 一个词叫嫉妒 他向来清心寡欲 能让他体会到 如此心情的 从头到尾 只有冯家瑞一个 冯家瑞哭完 觉得不好意思 看着他扮威胁似的说 今晚的事 你不准说出去 裴志的手机响了 是外卖 他没接话 转身开门拿了外卖 又放到桌上 他将冯家瑞拉过来 坐在小沙发上 将他的衣服袖子卷起 再将一次性餐具 用消毒湿巾纸 擦好地给他 先吃饭 冯家瑞的表情有些傻 目光一直盯着他 裴志看他不动 又将勺子拿回来 喂到他嘴边 不会说出去的 真的 真的 那你心里有没有在嘲笑我 笑我识人不清 还企图想让渣男浪子回头 冯家瑞越说越沮丧 嘴巴里的香甜的粥 变得无味 裴志专心给他喂粥 没有 冯家瑞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真的吗 真的 暴雨下了一整夜 城市的排水系统告急 路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水洼 冯家瑞一夜无眠 凌晨六点时 雨停了 太阳升起 天晴云淡 连气温都回暖了几度 他没有来的 一下子敞亮起来 转头看向在开车的裴志 趁着红绿灯 给他塞了一颗巧克力 谢谢啦 送我去机场吧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二 凌晨四点 季西白从法国拍完广告 刚下飞机 追赶着夜幕就来了 店里已经没几个人 他一眼就找到 角落里 那个散发着生人物镜的身影 我就去法国一周 你就失恋了 谁这么厉害 能把我们裴佩 搞得这么狼狈啊 暗色中 裴志点了根烟 夹在纸间一直没抽 他不太喝酒 但今天放在桌上的杯子 已经空了一半 季西白齐了 他真没见过裴志这个模样 你不会真的失恋了吧 和你结婚三年的老婆 裴志拿起酒杯一口灌下 季西白吓了一跳 连忙将酒杯抢走 干嘛呀 想把自己喝进医院啊 裴志没说话 季西白的手机亮了起来 是微博推送 裴志车内积稳神秘女 季西白眼皮一跳 连忙滑开 不仅有多张高清照片 还有视频 让人震惊的是 平日里公众形象中 境遇感十足的裴志 居然会这样亲一个女人 季西白看了两边 发现奇怪的地方 他将手机推到裴志眼前 你和你老婆被拍了 季西白上次收到裴志的短信后 就恨不得打抱自己狗头 他居然当着裴志的面 三番五次地说 要追人家老婆 好在是好兄弟 留了他一条小命 你不会刚公开 就打算离婚吧 裴志的目光像冰刀一样 刮了季西白一眼 季西白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拿出情感顾问该有的牌面 有什么问题 你得告诉我 我才能帮你分析啊 他前男友回来了 所以 季西白等了半天也没所以 惊讶地看着裴志 你这也太了吧 不就一个前男友吗 怕个屁啊 裴志靠在沙发上 江烟点着 吞吐烟雾的颓废劲 季西白都觉得他帅 你不懂 裴志说 季西白用眼神鄙视裴志 这种事你才不懂 他真的好奇 问裴志 你到底当初怎么追他 追那么多年都没追到 也没怎么追 裴志含糊了一下 急不轻了 骗鬼 轻吧 在放轻摇的桑巴 裴志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头顶上灯光迷离 烟雾弥漫 他看着烟圈眯了下眼睛 忽然笑了 这题又错了 裴志你到底 有没有专心听 裴志的目光 从少女拿笔的手上手上 虽然表情浮动不大 但对方 还是感觉他的无辜 果然 冯家瑞叹了口气 摸了摸他的脑袋 语众心尝道 我们陪陪宝宝 本来好聪明的 现在怎么变笨了 裴志不说话 只是跟着他的动作 目光移到了少女的脸上 他分心地在想 他睫毛卷翘的弧度 他笑时露几颗牙齿 天气热的话 是会输马尾 还是绑双马尾 胡乱地想了一遭 他突然起身 从冰箱里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水果和果汁 还有一堆零食 都是他喜欢的 冯家瑞咬着蜂蜜味的薯片 用十分上道的目光看向他 裴志还没坐下来 他伸手在书架上找些什么 一百过大 抬起的瞬间 少年结实的腰腹 就露了出来 冯家瑞咬着薯片的动作一顿 目光像是粘在那里一样 下一秒 他找到要找的东西了 坐了下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动作太大 还是领口设计的问题 衣服滑到肩膀 他锁骨和脖梗 完全暴露在外 若靠近些 还能看到他薄薄的胸肌 冯家瑞控制不住目光 又被引诱过去 看了太久被抓住 才爽朗一笑 裴裴真天下第一美色 冯家瑞走后 裴之下楼扔垃圾 在楼梯口遇到焦梦玉 两人打了个招呼 焦梦玉回家后 看到冯家瑞若有所思的模样 问 今天补课怎么样 冯家瑞喝了一杯冰柠檬水 疑惑地问 最近裴之爸爸 是不是都没给他买衣服啊 我都看到他好几天穿 不合身的衣服了 不是小了就是大了 焦梦玉回想了下 刚刚在楼梯里的裴之 说 没有吧 冯家瑞肯定 有的有的 骂不爱爹不疼 连个和身的衣服都没有 真是个小可怜 第二天 焦梦玉出门上班 又碰到了刚刚跑步回来的裴之 这次 他特意关注了一下 和身的知名品牌运动套装 到底那里不适合了 就这样度过了两个月 冯家瑞开学走了 裴之觉得 这个城市都冷清清的 当时许庚 想要在北京发展 所以 冯家瑞报了北京的学校 可他刚来北京没几个月 许庚又回到上海 在上海一家教育机构里 做老师 冯家瑞为此和许庚生了好久的气 但后来还是妥协 一有时间就回上海 可许庚工作很忙 很多时候 都无法能够和他在一起 他无所事事 有空没空 就去关心下裴之的学习 高三学业繁忙 枯燥又烦闷 裴之却觉得 是他无比幸福的一年 夏夜心灿 两个人一人 拿着一瓶冰可乐 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 你想考哪个学校 头顶树影传动 广玉兰花香淡淡 裴之偷偷在看身旁的人 看成绩 冯家瑞哈哈一笑 爽快地喝了一大口可乐 看着看上的月亮 听说今天是满月 月亮真的好漂亮啊 嗯 好看 冯家瑞突然转过头 正好抓住少年的目光 但他没发现 他一傻过得慌张 冯家瑞举起可乐 和他干杯 听说在满月下 许愿很灵的 那就助你考上想上的学校 也不知道是不是夜色太好 亦或者 可乐也会喝醉 冯家瑞闹着性子 要吃赤豆冰棒 裴之去小区外超市买回来时 冯家瑞正瘫在肠椅上傻笑 一楼那户人家 开着窗户 正在放热播的偶像剧 冯家瑞最喜欢看这种 没有营养 又甜又腻的剧情 专心致志地听着 忽然他侧头逼问他喜欢善良 但平平无奇的女主 还是美艳却不讨喜的女配 都不喜欢 冯家瑞用虎牙挣小口小口 咬着赤豆冰棍 不高兴地挟了他一眼 你都高考结束了 是大宝宝了 实话实说 我又不会笑话你 我就喜欢女配 多好看呀 剑配培之不理他 他穿着拖鞋 又没穿袜子的脚尖 轻踢了下他的脚 和你说话呢 他目光终于从正对自己那株广玉兰花朵一开 停留在秀气的脚上 他穿着黑色拖鞋 男士的42码 和他的一对比 像是能将他完完全全包裹住 培至小树林 似得睫毛眨了眨 不知留意到了什么 又看向他的眼睛 碎花的连衣裙 柔皱 嘴角还有残留的枝叶 那双清澈见底 眼睛睁得很大 就那么直直地看着他 培至慢吞吞收回脚 目光又回到花上 在冯家瑞不依不饶 想要继续问时 他敷衍地说 好看的 冯家瑞得意地笑 像是对他的答案早就猜到 我就知道 你们男人啊 都不注重内在 培至也在笑 是啊 他怎么就被他吸引 还被抓得死死的 三 那年大一新生开学 培至谁都没说 不声不响地 报了冯家瑞的学校 大二开学比大一早 更何况 冯家瑞根本不关心新生 只想在宿舍里好好睡觉 室友杭念 是新生典礼的主持 非拖着他 一起去 大礼堂那一年 还没翻修 老舅的空调 呼呼在头顶吹了半天 也没半丝凉意 刚从高中校园 走出来的小屁孩 像鸭子一样吵 冯家瑞起床气严重 半眯着眼 看着舞台上那盏坏掉的灯 自己和自己生气 杭念读着稿子 让我们欢迎新生代表导演戏 新生裴志 冯家瑞一愣 不敢相信 骗人吧 是他认识的那个裴志吗 观众席吵吵闹闹 行念又念了一遍名字 一直没人应答 倒数第二排一个男生 看了眼旁边 一直在睡觉的少年 看了眼他放在一旁的名牌 兄弟 别睡了 叫你呢 裴志是被咬醒的 他眨了眨眼睛 意识才慢慢清明 他冷淡淡地看着肇事者 表情不太友好 对方立马指了指舞台 新生代表 要上台发言了 半天 裴志歪了下头 似乎忌其有这么个事 耽误得时间太久 所有人都在焦头接耳 就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 裴志突然站了起来 会场的大门没有关 今天高温预警 下午两点 正是日光最刺眼的时候 闷热潮湿到 让人心烦气躁的空气里 忽然有曙光绚烂地照进来 少年的模样被笼罩住 整个人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冯家瑞瞪大眼睛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旁边的女生更激动 刻意压着嗓子 都控制不住的尖叫声 笑草了吧 绝对笑草了吧 神言啊 我的天 这么帅 居然是导演戏的 爆舔天雾啊 裴志越走越近 他身上的白色短袖领口有些大 歪歪斜斜的 正好露出一点锁骨 黑发冷白皮 瘦高的身材 寡淡的气质 每一步都像踩在在场 所有少女的心上 果然 身边吸气声更重了点 就是这种境遇感 让人更有欲望 刚刚说他叫什么来着 冯家瑞收回目光 好心回答他 裴志 对对对 裴志 连名字都这么好听 接下来 就是裴志的个人表演时间 他是这一届榜首入学 紧紧露面 就已经坐到了笑草的位置 航面向裴志指了指位置 他慢吞吞的走到演讲台前 话筒的质量很不好 草草杂杂 被音响无限放大 他低头黑发遮住眼睛 只说了四个字 我是裴志 安静了几秒 身旁的女生惊叹 天啊 声音也好好听 冯家瑞打开手机 第一时间给焦梦玉发信息 裴志来我学校 你知道吗 焦梦玉秒回 知道的呀 见到了吗 冯家瑞 见到了 焦梦玉 本来想告诉你的 但你一个暑假都不在家 后来就忘了 以后多多照顾裴志知道吗 这个暑假 冯家瑞先去找许庚碰了一鼻子灰 一狠心 就跟着同学 去大西北环线旅游 他不赞同地撇了下嘴 就算他人不在 也能用别的方式告诉他 焦梦玉 哎 听说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的 裴志这么这么厉害 冯家瑞不再回 毋庸置疑 裴志的魅力 就是秒杀各个年龄层的女性 新生典礼结束 冯家瑞和航念说 有事要先走 其实早早就在门口堵裴志 可和他 抱着同一目的的女生太多 裴志一出来 就被热情的少女们 团团围住 冯家瑞看着他在人群里猝眉 幸灾乐祸地笑出声 他好像有感所感应式的目光扫过来 四目相对 冯家瑞耸耸耸肩 然后才大发善心地上前解救他 冯家瑞带着他去了校门口的炒兵店 等兵的时候 旁边的女孩子 纷纷侧目 喜欢你的人怎么这么多 冯家瑞小声嘟囔 裴志眼睛一亮 垂眸看向他 下一秒 他老气横秋地开口 教他社会人才懂得道理 他们都是见色起义 你要好好分辨 人心险恶知道吗 裴志并不买账 结果炒兵 就回头往大部宿舍走 冯家瑞跟在他身侧 我认真和你说的 大学校园的女孩子 都可是会吃人的 有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一直在校门口 看到裴志快步上前 递上一张名片 我是ME公司的老总杨满 觉得你很有前置 对方一直将目光 停留在裴志脸上 光这言 他已经想好了 十几种营销手段 保证一炮而红 谁知 裴志声音空荡荡 从头顶飘来 不感兴趣 杨满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我是ME的老总 现在国内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老总 裴志这次连话都不说了 扯了扯裴志的衣袖 要不你去试试 万一爆红呢 那以后 我可是巨星的姐姐 对面有学生正骑着自行车 速度很快 冯家瑞没看见 裴志突然攥住他的手腕 他停下脚步 不明白地看着他 他一把 将他扯到内侧 刚站稳 自行车呼啸而过 刮到了他的衣袖 这么细心啊 冯家瑞冲他笑 随后他感觉手腕 被重重地握了下 他眼神疑惑 只一瞬 他就松开了 冯家瑞粗神经 没察觉有什么不对劲 反而问 你不想做明星 你来电影学院做什么呀 走到女生宿舍楼下 都还没听到裴志的回答 冯家瑞以为他不会说了 他单手捧着炒冰和奶茶 另一只手和他挥走再见 他突然开口 不想被别人看到 啊 冯家瑞没听清 裴志对上他的目光 脸上笑漫不惊心起来 我这么好看 舍不得给别人看 裴志一战成名 校内论坛天天都在刷他 时间一长 大家发现这位导演戏的大帅哥 脑子里只有学习 不仅上自己的课 还跑去隔壁摄影戏蹭课 冯家瑞又在教室里 看到了裴志的身影 这个人怎么回事 居然比他还来得早 他拉着行念 坐到裴志身边 盯着他 裴裴 你这样学 容易成傻子的 裴志抬眸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教室里空调梁 他将自己的外套 递给冯家瑞 冯家瑞自然地接过 放在腿上盖着 他爱美总喜欢穿着裙子 坐下来实腿 露在外面空调一吹 就腿疼 旁边的行念 看到笑了下 小声对着冯家瑞摇耳朵 他是你男朋友呀 冯家瑞立刻否认 不是 裴裴还是个宝宝呢 怎么能谈恋爱 裴志听到这话 本来拿在手里的笔 突然放下 这捷克是枯燥的摄影理论 台上的老教授 语速极慢 又是早上第一捷克 教室里浑浑噩噩 睡过去一大半 裴志手里的书 是冯家瑞的 他和行念共看一本 他写完笔记 抬头看过去 今天早上的阳光特别好 他们坐在靠窗的这边 透光玻璃 暖暖地照在冯家瑞的脸上 他打着瞌睡 脑袋时不时点着 被晒得发热 他皱起眉头 连鼻头都在皱 裴志的目光 仔细地从他的额头 眼睫毛 嘴巴 连脸颊上的痣 都不肯放过 等看见他的新的小表情时 他又忍不住微笑 教室里是有遮光窗帘的 只是北方的冬日来得早 这样的太阳 又太过难得 没人愿意动手 他想起身去拉 却被教授叫住 对 就是那个男生 请你回答下这个问题 满教室好不容易找到个认真学习的 老教授怎么可能放过 裴志回忆了下问题 清起唇 说出标准答案 余光看到冯家瑞醒了 弯着眼睛 冲着他笑 等他坐下来 看到书上密密麻麻的笔记 轻声惊呼 我的天啊 你还是那个学渣吗 他当然不是 大学的期末周都难熬 特别对于上课 根本不用心的人来说 图书馆早就爆满 冯家瑞能有位置 都靠裴志早起站坐 他捧着书摊倒在那 绝望地说 原来以为高中努力完 到大学 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 还是这么让人窒息 其实他书上很多裴志记的笔记 只是大一课多 再有空 也只能上个三分之一 而这三分之一来 辅导冯家瑞 已经绰绰有余了 他声音很轻 嗓子很雅 冯家瑞这才发现 他整个人都在轻微颤抖 脸色白得吓人 冯家瑞吓一跳 连忙摸了下他的额头 发现他不发烧 问 怎么了 话音刚落 裴志就倒在了他身上 这天北京在下雪 外面冰天雪地的 他打了120 急得要命跟上车 到了医院一检查 才说他胃病犯了 医生问了冯家瑞一些情况 他一问三不知 那一晚上 冯家瑞都在极度自责中 明明这个人和自己朝夕相处 自己怎么对他的情况 一点都不知道呢 裴志的室友也赶了过来 冯家瑞这才知道 他白天上课复习 晚上还得去打工 第二天雪更大 整个人城市都披上一层冬装 裴志睁开眼 就对上了冯家瑞的眼睛 你交代下 你这么需要钱做什么 要多少和我说 裴志张了张嘴 声音发出时 才发觉嗓子更哑 冯家瑞扶起他 将温水抵在他唇边 你明知道自己胃不好 干嘛还要熬夜 为什么还要饮食不规范 你知不知道 这次多严重 你都晕倒了 医生说 再不好好保护恶化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他一夜没睡 整个人气色也差到极点 没忍住 一边掉眼泪 一边说落他 他抱着裴志 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 裴志看着他湿漉漉的眼睛问 我今天可以出院吗 不行 冯家瑞瞪着他 你不会还想打工吧 还有几天就考试了 到底什么是这么急 必须赶在这几天去打工啊 裴志垂下眸子 过了一会儿又问 不行吗 不行 你想都别想 我今天会一直看着你 可以 今天是你生日 我不想让你在医院 他抬眸看着他 无比认真的说 冯家瑞一愣 后知后觉的 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日期 啊 你不说我都忘了 突然有个荒诞的想法 从冯家瑞脑子里闪过 他睁大眼睛 不会吧 裴志问 我随身带着的背包 你拿了吗 冯家瑞从柜子里拿出来 递给他 他抓着背包的手一紧 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停顿 本来想晚一点给你 拉链拉来 他从背包里 拿出很大一个盒子 冯家瑞认识这个牌子的口红 又贵又高级 他接过 打开 居然有三层 他惊讶地道 五十只 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网上说 送这个女孩都会开心 他手上还挂着点滴 说话时低着头 想看他表情又微微抬起 从他的角度看过去 觉得他小心翼翼地 期待他的夸奖 五十只口红啊 这两年 口红之风 确实刮得猛烈 但他对彩妆类产品 也没太在意 不过 哪有女孩面对这份礼物 能不感动 他看着陪志 你就是因为这个去打工的 陪不哼生意 做得越来越大 给陪志的生活费 不会少 就算这个价值不菲 但对于陪志来说 也不会困难 他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 不想用他的钱 给你买生日礼物 这是他成年后 第一次给冯家瑞 送生日礼物 他想用自己赚的钱买 他问 喜欢吗 冯家瑞点点头 喜欢 你是今年第一个 给我送礼物的人 我准备回礼 什么 你等我一下 冯家瑞穿着羽绒服跑出去 在医院门口 找了一家蛋糕店 买了一个小蛋糕 又飞快地跑回病房里 他跑得急 呼吸不匀 头上还有雪花 将病床上的小桌板拉起来 把蛋糕放在上面 蜡烛点上 暖黄色的烛光下 冯家瑞忽然开口 我决定把生日愿望 当作回礼送给你 快许愿 陪志看着他 心猛地跳了下 看我干嘛 快闭上眼 不然蜡烛都要烧完了 医院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人几人 同一个病房里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 陪志本来觉得 这一切糟糕透了 他为了这个生日礼物 一边打工 一边帮人写作业 还得出现冯家瑞的事业里 保持正常 明明一切都很好 突然在最后的时候 出差错了 他压下心底的悸动 闭上眼 在心里说 希望冯家瑞 每个生日都有我 陪志其实思考过 为什么喜欢冯家瑞这件事 他是第一个 对他直接表露善意的人 无论是送散 还是送愿望 虽然多数时间里 都处在自我折磨中 可就算只有这一份喜欢 都可以让他十分满足 冬夜寒冷 离笑前最后一个晚上 宿舍里男生的话题 绕来绕去 也绕不开女生 他们是电影学院 占尽优势 分析着笑花是哪一个 愿花又是哪一个 陪志一直没出声 他盯着天花板 脑袋有些放空 突然有人叫他 陪陪你是不是和摄影系的 冯家瑞很熟啊 他是摄影系细花爱 哦 是有不满 哦是什么意思啊 对了 大家既然都这么熟了 大家都有个疑惑 一直想问你 长了这张脸 为啥要来导演戏 和我们抢饭碗 陪志忽然问 这张脸怎么了 执女眨 上至99下 只刚会走 你就去学校里 随便拉个女生问问 谁不爱你 假的 陪志嘴角勾了个自嘲的笑 寒假 陪志和冯家瑞 是一起回去过年的 陪不亨在国外回不来 给他转了一笔 很大金额的红包 当做补偿 陪志看了眼放下手机 继续和焦梦玉 一起包饺子 放春晚 陪志突然觉得 陪不亨不回来 也没什么 反正 他贪图的那份温暖 已经有人给他了 快到12点的时候 冯家瑞的手机响了 陪志就坐在他旁边 两眼无神地 看着电视机里 无聊的小品 余光扫到来电显示的名字 他身体僵直起来 冯家瑞开心地接起 嗯嗯了两声后 眼睛一亮 真的吗 那你等我 他外套都来不及拿 穿上鞋就往外跑 焦梦玉和冯温维 已经去睡了 只有他留下来 再陪他扫碎 陪志下意识地 拿起外套 出门追他 那一年 上海还没开始 实施烟花进放 耳边都是半炮声 头顶上是 五光十色的烟花 他一眼就看了 冯家瑞和许庚 陪志就在那株 广玉兰树后 看着他们 许庚是来送新年礼物的 下班完了 好不容易赶在零点前 冯家瑞心疼得不得了 眼睛里的爱意 是陪志从来没见过的 也许 他注定只能是 他人生的配角 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站着不大的篇幅 回想起来不痛不痒 只过了十分钟 冯家瑞就回来了 陪志将刚热好的牛奶 递给他 冯家瑞动得好半天 才缓过来 仰着头看着陪志 哇 陪陪好贴心 果然长大了一岁 就好事不一样 陪志看着他 将热牛奶喝完 露出满足的笑容 是啊 零点到了 春天来了 他的爱情 什么时候可以发芽呢 四 你这也太卑微了吧 继续白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想什么问 那你后来怎么想开的 什么 做明星 我觉得当演员明星啊 这种公众人物 有个好处 时不时就会出现 各种媒体上 我想 不管他怎么样 总得打开电脑手机 电视机吧 实在不行 逛街也得面对广告牌 开车也会听广播 就算他想把我忘了 抛在脑后 这些所有的 也会提醒他 有陪志这个人 时间已是凌晨六点半 外面天已经亮了 陪志喝了一整晚 站起来时 身体摇晃了下 纪续白把自己也喝了半醉 你去哪 你基稳视频刚公开 全世界媒体都在找你 我让我助理来接我们吧 瑞瑞说 想吃的一家灌汤包 就在附近 我去买了 然后回家 陪志走路都不太稳 说的话却非常清晰 纪续白简直服了 拽住他 你不是因为他和前男友 见面生气吗 干嘛给他买汤包 陪志甩了甩手 因为酒精烧脑 他难得多了几分情绪外露 我并没有听到 他们说了什么 瑞瑞也许并没有心软 我要做的 就是相信瑞瑞 而且 那是瑞瑞的初恋 谁对初恋没滤精 这段话说得有理有据 简直把纪续白都绕进去了 过来几秒 发现他发现不对 陪志已经走到门口 他连忙追过去 好在六点半 街道上人还很少 灌汤包的店里 零星几个客人 还都是附近的老人 陪志的八卦 根本就不在他们关心范畴内 两人买完灌汤包 纪续白的助理 差不多也到了 陪志 将陪志送到家后 纪续白没忍住叫他 有付出 总会有回报的 他其实更想说 你的爱肯定不会辜负 但实在太矫情了 他犹豫了一路 还是没说出口 陪志亲手亲脚打开门 幻刚走进客厅 脚步停了下来 冯家瑞躺在沙发上 听见声响 迷糊地睁开眼 看清是陪志 不满地嘟囔一句 怎么才回来 他太困了 整个人还在半梦半醒的阶段 摇摇晃晃走过去 闻到他身上的烟酒味 他下意识地偏开头 怎么还不给亲 冯家瑞还偏不如他意 我要检查一下 陪志刚要问他检查什么 嘴巴就被他亲到 不仅抽烟和喝酒 你还夜不归宿 是不是有别人了 陪志一愣 呆呆地看着冯家瑞 冯家瑞扑痴笑出声 看到他手里拎着的袋子 复春的 陪志点点头 看在你夜不归宿 还带早饭回来 就不和你计较了 有了吃的 冯家瑞也不困了 在餐桌上打开包装盒 看着一个个诱人的灌汤包 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他早就馋这个 连吞了两个 陪志不作声地坐在他身旁 桌上放着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诸语大嗓门自带扩音切 老板 你上热搜了 冯家瑞一紧张 他对这种社交媒体有阴影 连忙打开 正好看见自己 和陪志的机吻视频 饭桌上安静下来 视频还在播放 简直用各个角度都放了一遍 冯家瑞脸皮在后 也开始泛红 瞪了陪志一眼 都是你 反正怪你 陪志点头 怪我 本来还在嘲笑陪志单身久了 出现幻觉的网友们 一下子伤心太平洋 微博上哭倒一片 八卦的力量非常强大 没几个小时 就将冯家瑞的身份 调查得一清二楚 光陪志和冯家瑞的相遇到相爱 就在各个论坛上 被编写了800个版本 冯家瑞一边看着自己的八卦 一边把灌汤包全部吊吃了 抱着电脑 准备出门上班 陪志堵在门口 盯着他看 也不说话 别扭的样子 像是在看守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你要陪我一起去吗 冯家瑞看着他眼睛问 陪志立马点头 看了看身上 又看向他 冯家瑞忍着笑 他真的觉得 眼前的陪志特别可爱 给你半小时洗澡换衣服 终于看着冯家瑞和陪志一起进来 眼睛都快掉到地板上了 他努力控制着自己 不让自己失控尖叫 天知道 他看到微博时候有多惊讶 一个自家老板 一个自家本命 真的是吃瓜 冯家瑞看着颤抖的朱玉 对陪志介绍道 这是你粉丝 朱玉仗红了脸 连忙接话 可以签名吗 陪志顿了下 乖乖地点了点头 不仅签了名 还拍了合照 然后他随便拖了一张椅子 坐到冯家瑞办公桌旁边 很乖地玩着手机 时不时抬头看着冯家瑞工作 朱玉在一边心跳 都要跳出来了 他偷偷地问何鼎潮 你们男孩子谈恋爱 都这么软萌的吗 何鼎潮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朱玉根本不管何鼎潮的反应 继续双手捧心 我家宝宝就算谈恋爱 都这么有魅力 在外冷面小狼狗 在内软萌小奶狗 我的天 这是什么神仙 何鼎潮 尼多问和小Q 从半夜开始 手机就被打爆了 所幸 今天裴志没有活动 不用直接面对媒体 尼多问先给裴志打电话 被挂断 他不信邪 又打了一个 裴志在微信上找他 瑞瑞工作呢 你别老打扰 尼多问 尼多问 祖宗 你现在在冯家瑞的工作室 裴志 对 尼多问 尼多问 行吧 尼多问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发声明 公开冯家瑞身份 各大论坛社交媒介 都被刷爆了 公司和工作室的所有联系方式 也被打爆了 裴志想了想 我一会儿写个声明 你看看 可以的话就发出去 尼多问 好 裴志是个公司很分明的人 特别是他的私生活 被保护得很好 入行这么多年 虽然他粉丝众多且彪悍 却从来没有出过 私生和疯狂的事情 这也和他所倡导的 大家是互相成就 保持距离有关系 虽然听起来有点冷漠 但这也是相互负责 他在事业上努力拼搏 珍惜每个机会 因为自己的角色和努力 甚至个人魅力 让大家喜欢 而粉丝 只需支持他作品就可以 不接机 不跟车 不送礼物 如果遇到更好的人 离开也没有关系 他起身找来一张纸 和一支笔 思考许久后 开始写 大家好 我是裴志 最近发生许多事情 我有一些话想和粉丝说 熟悉我的人 都知道 我是个很怕麻烦 而且不爱说的人 所以决定用这样的方式 来和大家交流 也是思考了很久 作为演员 我已经出道的年份不算长 承蒙运气 有了几个 还算拿得出手的角色 也有了一群喜欢我的人 虽然很少说出喜爱的词 但也会在闲暇的时间 看大家的评论 因为收到的爱太多 所以在说出 结婚已经三年的时候 有了一些羞愧的心情 我是个有很多不足的人 和你们所想象的差距很大 成长的很多时刻 都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存在 他是个很好的人 在16岁相识到 今天已经8年多了 他陪我走过 我漫长又孤独的青春期 在他的眼睛里 我才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在不多的采访里 有提过一段 晦涩的暗脸时光 主角就是他 少年时的梦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我很幸运和他结婚 如今又很幸运 能够和他心意相同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想到一个人 能够感到幸福 情不自禁的就会笑 希望看到文章的你们 也能收获爱情 佩图是一张两个人的 路灯下影子图 陪志刚发完 评论就蹭蹭蹭往上涨 看完全部 我真的好羡慕他 好真挚 感受到了满满的深情 希望我的男孩 永远幸福 陪陪的字 真的好好看 写得也好棒 我极度又羡慕 但只能祝福 陪陪 你一定要幸福 冯家瑞没在第一时间看到 他当时在楼下咖啡厅 正在和平台合作方见面 是对面的人看到推送 羡慕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将连接推给他 让现在最红的顶流男演员 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 公开恋情是什么感觉 冯家瑞还在看 对方又说 字里行间都在维护你 怕你被他粉丝欺负吧 真没想到 陪志是这种类型 好体贴哦 冯家瑞笑了笑 忽然 手机响了起来 朱玉打来电话 家瑞姐 那个 陪志 现在在杂物间 在杂物间怎么了 朱玉明显停顿了下 工作室有个灯 之前装修时候就没弄好 陪志说他来我就眉眉拦住 然后他就去杂物间找工具 然后 许更老师的那个箱子 在杂物间 陪志 好像看见了 完了 朱玉急得要命 他刚刚看陪志 去杂物间找陪志 就看见他 正在低头看那个箱子 他脑袋立马炸了 连声音都不敢出 在微信上 给同一个办公室的河鼎潮 发了无数个信息 问他怎么办 河鼎潮更是不会处理这种问题 最后 朱玉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 告知自己老板 他双手合十 举在头上 都是我的错 我在西北一把火烧了多好 我爱豆刚发了告白信 就发现这种事 我真的是罪人 冯家瑞心慌地要命 一路忐忑 到了工作室 朱玉给他指了指方向 他脚步更轻了点 心跳声却越大 杂物间门打开的那瞬间 他看到陪志正半蹲在那 他没遇到这种情况 只觉得心酸又心慌 一时间 连陪志的眼睛都不敢直看 他从头到尾都没看过 那个箱子里 具体装了什么 不知道逃避 还是真的想开了 觉得那些和许庚相关的东西 都不重要 但 眼下 陪志正微微弯腰 看着眼前的箱子 也不知道 回来时 是哪家快递公司的暴力运输的 交代已经坏了大半 里面的信封 就暴露在外 冯家瑞不知道 陪志现在的心情 陪志伸手随意拿起来一封 他只看到了信封上的名字 许庚 杂物间里 物品摆放杂乱 连灯都是要坏不坏的 陪志看见他们互诉甜蜜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慢性凌迟 他真的太酸了 从心底到血液 甚至连呼出的气都是 带着粗酸的 他那些所有努力粉饰的美好 忽然都成了进花水院 冯家瑞稍稍往里走了一步 陪志终于从那名字里回神 抬头看他 今天有大雨预警 但室外温度高到可怕 工作室里的心风系统 不起作用 冯家瑞抿了下唇 掌心背后都是汗 总感觉满身是嘴都说不清 陪志将手里的信放回箱子里 一言未发 这种沉默 让冯家瑞难熬起来 这几天 好不容易营造的美好 好像在这一刻 化为乌有 冯家瑞注视着陪志的侧脸 心头有些酸 他向他走进了几步 在还有一不知遥的时候 停了下来 以后不会有他了 这次是意外 我现在就扔了 你相信我吗 他也不知心虚什么 就是看不得陪志 露出这种表情 或许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他就会对他无底线的心软 陪志紧抿着唇 下额线绷紧 黑发贴在耳边 连脖梗的动脉 都清晰可见 冯家瑞轻轻碰了他一下 又道 你说话呀 陪志终于动了下 喉结滚动 过了好几秒 疼 哪里疼 哪里都疼 从里到外 安静了几秒 要不你罚我吧 冯家瑞蹲在陪志身边 看着他侧脸轻轻地说 陪志头一侧 他继续说 声音更小 体发也行 这是冯家瑞示弱的信号 从前他惹他生气 总用这一招 偏偏他又吃他这一套 可这次 冯家瑞紧张地盯着他 因为太紧张了 连呼吸屏住了 我看到你发的微薄了 我转发了 陪志狠狠皱了下眉 打断他 你说这些东西 是不是在等他 不对 他现在回来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走 冯家瑞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冯家瑞连忙否认 我不喜欢他了 我喜欢你啊 说完 他看见陪志 露出了一个很苦涩的笑 他下意识觉得不大好 果然 他眼圈发红 似乎有泪在忍着 然后说 我不信 他一愣 手上被烫了下 是眼泪 冯家瑞心里更难受 在这一刻 他自己也讨厌自己 明明说要好好对他 为什么连自己的爱 都没让他感受到 陪志 泪水从眼眶跌落 鼻尖通红 他站起身偏过头 不让他看见 大雨猛的倾盆 轰隆的雨声 连在屋里 都听得清清楚楚 四周狭窄的空间压抑 让人喘不过气来 他声音从头顶砸下 我不知道该怎么信 他就是懦弱自卑 那些所谓的自信 都是强装出来 直恶人耳目 五 冯家瑞只是愣了一会儿 等反应过来 去追陪志 已经不见他的踪影 他在雨里淋了好一会儿 脑子都是他的那句 我不信 朱玉撑着伞追出来 费了好大力气 把冯家瑞拉回工作室 朱玉慌张地 看着冯家瑞 他虽然一直都在门外 但并没有怎么听到 一块追了出去 老板 陪志他 他说的话 在看到冯家瑞 惨白的脸时 立马消音 冯家瑞擦了两下脸 就连忙往家里跑 到了家 发现家里空荡荡的 陪志根本没回来 电话打不通 消息不回 冯家瑞急得团团转 他明天原计划 要出差一趟去丽江 之前风力说 想拍个云南风貌的纪录片 两人聊得不错 说一起去踩踩点 但 现在这情况 他哪有心思 第二天 暴雨依旧不停 机场的航班取消了一大半 冯家瑞凌晨两点 才抱着手机勉强睡着 今早八点的航班 他喉咙沙哑 昨天淋雨后 一阵似乎开始滴烧 一上飞机 他就将帽子戴上 倒在那昏昏欲睡 睡到一半的时候 迷迷糊糊间 听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 你们看到陪志那个生命没 绝了 绝是好男人 我真的太羡慕冯家瑞了 简直拯救了全宇宙 如果我能得到陪志 一定把他捧在手心 天天闯着 风利看了那几个人一眼 向空姐要了杯热水 小声叫冯家瑞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 冯家瑞撑起身子来 将口罩拿了下来 感激地看向风利 淋雨感冒了 机窗外一片漆黑 他们应该还在鸡语云里 冯家瑞滴滴在咳嗽 一次性水杯里的热水里 好像加了什么 苦苦的 但没他的辛苦 他给陪志发了好多消息 上飞机前 还打了电话没打通 又发微信告诉他 他要去丽江出差 对方没回 到丽江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 冯家瑞撑着精神 风利在和当地地陪对接 这里的天气 比起上海来好了许多 阳光明媚到刺眼 坐上商务车 风利抱怨了一句 真不是人干的 外头人都以为 我们光鲜亮丽 从事着高端文影视 文化传播工作呢 结果呢 收入少得可怜 还风餐露宿 风家瑞咳嗽了两声 又笑出声 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 听说这边有一家火锅 很好吃 风利面无表情地 看他了一眼 很是怨恨 冯家瑞没在意 因为他手机震动了一下 陪陪宝宝 我去云南拍戏了 冯家瑞连忙回去多久呀 陪陪宝宝 半个月 瑞瑞 那我能去找你吗 对方又不回了 冯家瑞咬着指甲 心理分析能回消息 他应该也没那么气吧 要在云南拍半个月啊 冯家瑞忽然想到什么 打开日历 自言自语 那岂不是他生日 也要在云南过了吗 25份生日礼物 他已经准备好了 冯家瑞打开自己的备忘录 看了看最近的工作安排 又给朱玉发了个消息 如果我消失半个月的话 工作室不会倒闭吧 朱玉 不会 我们老项目后期完成 就等审核了 新项目 你还没谈好 冯家瑞 那行 你帮我查一下 陪志在云南哪里拍戏 帮我在同一间酒店定房 然后去一趟我家 我一会儿把电子密码发你 你把我房间的那个行李箱 邮寄到酒店 晚上在酒店房间里 风力捧着水杯 和冯家瑞闲聊 你觉得怎么样 还行 风力看着他忽然笑了下 怎么心不在焉的 因为陪志 冯家瑞抿了下唇 又咳嗽了几声 没说话 第二天 一行人又去了 香格里拉的一个藏区 这强大工作量下 风力都觉得 冯家瑞随时都能晕倒 你不行的话 就在酒店休息 那个什么雪山我去就好 冯家瑞摇头 不太放心 一起去吧 人生地不熟 也算有个照应 这个季节正值雨季 毛毛细雨不停歇 山路也难走 冯家瑞和风力 跟着当地的对接公司和地培 一行七八个人 越走越偏 天气更加恶劣 手机逐渐收不到信号 地培说 附近有个村子 也很有特色 要不我们去看看 风力有些犹豫 看着冯家瑞的脸色 没有选择点点头 风力挽着冯家瑞的胳膊 看了眼四周和面前的那几个人 担忧的小声在他耳边说 你撑着一点 我害怕 你看 只有我们两个女的 她们人那么多 夜深人静 还是荒郊野外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风家瑞看了太眼 努力将自己撑住 凌晨一点 终于到达那个村子 村子里一片宁静 人生地不熟地 风力没有来的有些恐惧 我心里慌 风家瑞哑着嗓子 我也慌 要不我们走吧 风力声音都变了 怎么走 车也在人家手里 我们什么都没有 风家瑞嘀嘘咳嗽两声 我还是个病患 风力不死心 你在云南有认识的人吗 风家瑞脑子里出现一个人影 就算认识 云南那么大 过来也得要七八个小时啊 小村落里 他们住在一个老乡家 风家瑞没安全感的裹紧外套 感觉自己头更烫了点 风力走来走去 满脸都是害怕 他坐在木板床上 看着窗外 这样的雨夜 确实自长恐惧 肯定是多想了 他道 风力斩钉截铁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空荡的空气里有狗声 每叫一声 都让人心跳一下 风力忽然想到什么 裴志不是在云南拍戏吗 他肯定有办法过来 保护下我们 风家瑞握着手机 很快 手机震动起来 一秒 两秒 三秒 来电显示 是裴志的手机号 他攥着指尖 手心有一层虚寒 他莫名地有点想哭 明明他们在闹矛盾 他居然还能主动打电话过来 喂 他声音很雅 听起来有些疲惫 他心好像悬在半空 嗓子哑着 声音很小 我是冯家瑞 我知道 对方停顿了两秒 声音更为冷淡 你在丽江 现在在香格里拉 有件事又要麻烦你 我现在没理这边 一个偏提的村子踩点 我也很害怕 怕万一 所以想问你 能不能让小Q 或者尼多问过来一趟 他身边好像很吵 他说了句 等会儿 啊 他好像在和身边的人说什么 环境音太吵了 冯家瑞没听清 难道这么晚还在拍戏吗 下一秒 只听见他说 定位发我 然后 他就把电话挂了 风力见他打完电话凑过来 问 怎么样 裴志答应 让人来护花吗 冯家瑞的心砰砰跳 应该来吧 漫长的等待里 黑暗的窗户上 似乎有强光扫过 紧接着 冯家瑞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一条信息 出来 凌晨3点5时 雪山下神秘村落 突然多了三辆车 冯家瑞和裴志出去 看到看到裴志尼多问小Q都在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壮涵 看起来像是请来的保镖 风力起伏了一整夜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裴志走到冯家瑞身边 低头看了看他 没事吧 冯家瑞还是不敢相信 问 你怎么这么夸 尼多问让他们赶紧上车 你们俩运气好 正好这两天 在香格里拉拍戏 过两天回昆明 哪怕想护你们 都没那能力 冯家瑞眼睛睁得很大 还是感觉不真实 直到他的手 附在他额头上 发烧了 他外套淋满雨 冷冰冰的 手也冷冰冰 冯家瑞 恩了一声 想立刻就解释之前的事情 裴志伸手轻拉住了他 对一边的风力说 你坐后面那辆车可以吗 风力当然没意见 冯家瑞就被他扶着腰 迷迷糊糊 坐上车的时候 才想起来问 你还在生我气吗 他嗓子哑 因为发烧脸上 也有些不正常的红 裴志忙着给他关车门 不知听没听清他的话 但他眼神认真 俯身带安全带的时候 传来很重的烟味 冯家瑞心里 还在想着裴志那句话 不知道这一车的烟味 是不是为了他抽的 他又想 他胃不好 烟真的不能这么抽 车里暖气打了起来 风吹在他脸上 有些干 他忍不住转头看他问 你是不是在吃醋 裴志没有说话 他声音更哑 有点委屈 我把那些寄给我 下一秒 他猛地踩住刹车 右手估住他脑袋 横冲直撞地 在他脖子上 狠狠咬了一口 冯家瑞吓了一跳 脖子又疼 想推开他 又舍不得 手掌和身体 被他带进怀里 后面的车吓了一跳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好在裴志只咬了一下 就放开他 车在黑暗中行驶 漫长的安静后 他说 我想好了 什么 他提着心跳问 裴志说 他离婚了 还喜欢你 冯家瑞第六感 感觉很不好 屏住呼吸看着他 裴志笑了下 舌尖舔过牙齿 上面有他的味道 我是不是应该 实相地放你自由 冯家瑞僵住 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抬头看着裴志 他脸色很白 还带着遮掩不了的疲惫 眉头微皱 语气是他特有的清冷 冯家瑞 我累了 他愣了许久 才慢吞吞地 找回自己的声音说 可是我已经 喜欢你了 Chapter六 哄我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爱我 一 裴志把他们送回酒店 看着他的车离开 过了好久 等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才去卫生间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摸了摸脖子上的咬痕 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眼泪掉得越凶 心里就越难受 脑子里都是前段时间的一幕幕 那些甜蜜和温馨 是他从没体会过的 他以为那样的日子 会是永远 谁知道 突然就变了 冯家瑞也不管现在几点 任性地给赵甜甜打了电话 裴志要和我离婚 赵甜甜被吓醒 声音都变形了 他疯了吧 冯家瑞哭声更大 哽咽着问 真的 赵甜甜 如果裴志不要我了 怎么办 赵甜甜想了想 家瑞 你现在什么感觉 冯家瑞 感觉天都要塌了 超级难过 感觉快要死了 那你就去追他 就像你之前那样 可是他不相信 我会喜欢他 冯家瑞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裴志会离开他 哪怕他回来后 说着要追他 也是在知道 他喜欢自己的前提下 而现在 他真的很害怕 好像那个无条件在他身后 爱着他 纵容他的人不见了 眼泪好像掉不完 冯家瑞哽咽着说了好多话 赵甜甜不厌其烦地开解着他 等天都亮了时 问他 那放弃了吗 冯家瑞看着久违的日出 心里突然满是光亮 就像裴志 不 裴志他这辈子 只能是我的 风利一整晚备受惊吓 根本没睡好 六七点的时候 接到蒂培的电话 东拉西扯一会儿 然后决定 立刻买机票 飞回上海 我买机票了呀 也不知道对方底细 我们又贸然跑回来 这地不能呆了 冯家瑞犹豫了话 我不回上海 啊 风利笑了下苗董 你打算去找裴志 冯家瑞点点头 他想了很久 不就是不信他会喜欢他吗 他每天和他说一百遍 就算洗脑 也要给他洗信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体质太好 冯家瑞 今天头也不烧了 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 你多问那天 说他们要回昆明拍戏 冯家瑞给自己 订了个非昆明的机票 又打电话 让之前行李寄放的酒店 将东西倒付到昆明 他偷偷找小T 问了昆明所住酒店的地址 并让他保密 别告诉裴志 冯家瑞收拾完行李 打车到机场 后机的时候 看到赵田田发给他一个链接 揭秘渣女冯家瑞 裴志你睁开眼好不好 帖子开头 用词就非常犀利 先放了一系列冯家瑞的照片 然后点频道 从照片上来看 冯家瑞是个长相 不输女明星的大美女 不仅如此 还是位非常有才华的 纪录片导演 兼职摄影师 我们先谈谈颜值 自从被公开后 冯家瑞的高中大学同学 纷纷出来认领 说他在校期间 就是校花 有许多追求者 这样看来 这张脸 应该是真的 那我们谈谈才华 楼主特意去看了 冯家瑞的作品 呃 怎么说呢 也能算是有自己的风格 下面 我们重点谈谈人品这方面 能让顶级流量 苦练八年求而不得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年轻的朋友 或许不知道 这位冯家瑞小姐 两年前 可是在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被那个网红苏蒙骂过 勾引自己老公 可是个人人喊打的小三 按照时间线来说 那时候 冯家瑞已经和裴志结婚了 既然结婚了 为什么他还缠着人家老公呢 还被别人家老婆 在微博上点名道姓的骂呢 裴志显然知道 是这一切的 还甘愿做接盘侠 还一副幸福 开心不得了的样子 楼主真是佩服冯家瑞 有机会 能不能出一本吊男宝典 让姐姐妹妹都学着点 冯家瑞平静地看完 往下划了几个评论 果然男人都爱这种绿茶表 哥哥哥哥 你擦两眼 他要是没本事 能让裴志这样的帅哥 放在心上舔了八年 这些话 冯家瑞两年前就看过了 从公开的那天起 他就知道 这件事肯定会被翻出来 赵天天 你没事吧 冯家瑞 没事 冯家瑞 我心脏强大得很 冯家瑞想了想 把这个帖子 给朱玉发过去 朱玉 要我删帖吗 冯家瑞 不用 我一会儿要上飞机 你注意一下舆论方向 那我没事 别牵扯到裴志 朱玉 朱玉 好 冯家瑞上飞机的几个小时了 苏蒙早就在微博上 腥风作浪 早前在裴志面前 受的气全部撒了出来 恨不得将冯家瑞踩到尘埃里 冯家瑞刚下飞机 手机刚开机 朱玉的电话就进来 他一边等行李 一边听着朱玉的话 那个苏蒙 真的脑子坏了 两年前就乱泼脏水 两年后还不长记性 老板我们上次就忍了 这次不能再忍了 冯家瑞翻了下微博 看热搜上 只有自己的名字 稍微松了一口气 咱们手里有水军吗 朱玉一愣 可以买 我去问问 冯家瑞看到自己的行李箱 嗯 问问 还是那句话 骂我可以 骂裴志 就让水军成百上千骂回去 朱玉瞬间充满鸡血 好的 明白 城市的另一边 裴志比冯家瑞 做了更早的航班到昆明 此刻正在拍戏 小Q正在和尼多问通话 裴裴现在还不知道 他下飞机就在拍戏 场次排得特别多 根本没空看手机 小Q一直跟在裴志身边 还是大概能知道 他们俩的情况 裴裴好像在和佳瑞姐吵架 如果是平时早就一休息 就打视频通话过去了 这次 而且 冯家瑞还偷偷摸摸 让他做卧底 他真的只是一个小助理啊 尼多问也在时刻盯着风向 自从冯家瑞回来 他感觉自己 每天都在心里焦脆 骂了句脏话 叫小Q 还是得告诉他 这种事瞒不了 裴志刚下戏 就见小Q脸色凝重 给他递水都心事重重 裴裴 你老婆上热搜了 裴志一正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小Q心惊肉跳递上手机 看着裴志的脸色 越来越差 那个苏萌 律师喊已经发过去了 律师材料 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那不起诉 留着他干嘛 裴志语气冰冷 眼神更冷 似乎在说 你看 这就是你纵容的结果 我马上联系律师 小Q真着着语气 裴裴你别生气 网上这些话 多数都是假的 捕风捉影罢了 佳瑞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裴志皱着梅立马回 他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小Q本来想再劝裴志两句 没想到裴志压根 没往那方面想 裴裴 你这么相信佳瑞姐吗 问完 他就被死亡眼神警告了 好在 他非常有眼力见的 把那句 你们不是在吵架吗 吞在了肚子里 冯佳瑞一路打车 到剧组所住的酒店 酒店附近 有不少粉丝和记者 冯佳瑞戴着帽子和口罩 推着行李箱 在前台开了一个房间 身份证对过来时 他明显感觉到 前台的工作人员 多看了他一眼 冯佳瑞签完字 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 看了看周围 突然小声说 是专门来探班的吗 陪陪的房间 就在你右边 加油 网上那些话 都是嫉妒你的 小姑娘 还冲着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冯佳瑞友好的笑了笑 谢谢 右边啊 冯佳瑞躲在房间里 一边偷窥 晚上陪至粉丝发的路透图 一边看小Q发来的拍摄行程 一边从猫眼里 偷偷看外面 电梯在左边 陪至要回来的话 一定要路过他门前 说实在的他 感情史并不丰富 和许庚分分合合 虽然牵扯多年 但在一起的时间 满打满算 也不过一年 许庚的性格和陪至 更是天壤之别 如何哄生气的男人 对他来说 真是个难题 晚上十点 剧组收工 电梯门打开 小Q跟着陪至 从里面走出来 陪至穿着一件灰色的帽衫 那边已经让熟悉的媒体 和营销号 下场了公关了 苏蒙那边法院 还在走程序 需要让律师过去沟通吗 不用 让他闹 闹得越大 陪得越多 身后第二个电梯的门也打开 周瑶和助理也走了出来 周瑶在和陪至打招呼 陪至冷淡地点了下头 走到房间门口 脚步突然一顿 小Q看着门口的礼物盒 不会是私生送的吧 最近新闻太多 课书时期 小Q更敏感了些 不会是黑粉吧 他越想越有可能 走上前 准备检查一下 刚拿到手 却被陪至拿了过去 小Q一愣 周瑶也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礼物盒 发生什么事了吗 陪至没出声 刷了门卡 走进去 小Q甘大一笑 对周瑶说 没事没事 周瑶老师 也赶紧休息吧 拍了一天很辛苦了 小Q进门时 看见陪至拆开包装 香水 陪至拿着香水瓶沉没 小Q忍不住说 真是粉丝送的呀 连你平时用什么牌子 什么香型都知道呢 二 第二天 门口依旧放了一个礼物盒 里面装的是手机壳 奇怪的是 并不是陪至的手机款式 正疑或者 第三天就收到了手机 第四天 似乎开始赶进度了 送了三样 水杯 钥匙扣 和睡衣 小Q觉得这是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陪至的态度 他不收粉丝礼物 可是出了名的 这次去照单全收 他要去查监控 看看打底是谁送的 陪至还说不用 送礼物的人 是打算将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都换成他的呀 送的可都是情侣款 小Q合理怀疑 陪至是不是被哪个富婆看上了 甚至还给冯家瑞 偷偷打小报告 只是 冯家瑞 居然还不生气 第五天送来了 电动牙刷 手表 甚至行李箱 小Q 绝对是个富婆 陪至嘴角翘了下 又立马抿住 这几天 他的手机 可是每天都能收到 冯家瑞的百分百告白 每天还变着花样 一开始很朴素 瑞瑞宝贝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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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瑞宝贝 我超级 超级超级喜欢你 瑞瑞宝贝 我怎么能这么喜欢你呢 后来就成了彩虹屁 瑞瑞宝贝 今天陪陪的美貌 也在认真营业呢 看着陪陪这雕刻般的侧颜 好想在陪陪的鼻梁上滑滑踢 瑞瑞宝贝 今天天气太热拉 但陪陪流的不是汗水 而是妖精的露水 瑞瑞宝贝 剧组保密工作 怎么做得这么好 今天都没有看到陪陪宝宝的脸 但是 哪怕只看到了一双脚 我都能感受到震撼内心的美貌 在后来 就成了变态 瑞瑞宝贝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你能穿着你身上的制服 和我睡一觉 想想就很激动 陪志正在喝水 猛地被枪住 这天拍的是一场雨中枪战 枪战完男主的战友牺牲 还有一场情绪爆发的戏 洒水车早就在一旁停着 陪志将手机锁屏递给小Q 专心看着剧本 越看眉头越皱 对手戏的演员 在一旁明显感觉到了 陪志气压变低 还以为他紧张 陪哥你看我这样眼 陪哥 视线里 对方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陪志点点头 努力将状态找回来 他深吸一口气 在倾盆的雨水里 开始了第一场 冯家瑞就在不远处 看着陪志脸色不太好 他只知道这是场重头戏 一开始还以为他压力大 等正式开拍时 他看到剧情 才明白 他脸色这么差的原因 距离所牺牲的那个人 是他同父一母的弟弟 两人没怎么见面 后来一起考入警校 做了好兄弟 最后才揭晓 两人是亲兄弟 剧里的亲弟弟 死在自己的面前 现实生活中的亲弟弟 还躺在病床上 冯家瑞觉得 陪志是带入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这条NG了九次 陪志在雨里 已经淋了两个多小时 情绪还是不对 冯家瑞开始着急了 再这么淋下去 怎么可能不生病 又NG了一次 导演让所有人休息一下 小Q拿着大浴巾 上来披在陪志身上 他转身上了车 现在拍戏不必以前 粉丝 记者 将所有能蹲点的地方 围得密不透风 稍微有点 什么都传的全网都是 冯家瑞叫的下午查到了 他让小Q出来拿 自己偷偷摸摸 上了陪志的车 车里因为熏人 他一上车 就被呛到咳嗽 陪志听见声音 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表情 似乎根本不意外 他会出现在这里 冯家瑞笑了笑 坐到他旁边 这里条件不比上海 只是普通的商务车 陪志全身湿透 发丝还在滴着水 浴巾披在身上 嘴里咬着烟 满是颓废 他静静地看着他 抽完一根烟 在他准备点上第二根的时候 抢过那根烟 说 我陪你一起抽 烟草呛喉 让他剧烈咳了起来 他感冒还没好透 这几天到处跑 瘦了不少 陪志捶下毛子 掩饰掉眼底的情绪 脸色依旧冰冷 你来做什么 冯家瑞咳了一阵才缓过来 直视着他 死缠难打呀 你看不出来吗 烟实在太难抽 冯家瑞忍耐着又吸了一口 在吸第三口时 嘴里的烟被裴志抽走 他目光冷嗖嗖的 冯家瑞笑着往他身边凑近了一点 反正全世界都知道 我是你老婆了 就算我在车里对你为所欲为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他别过脸 避开他的目光 冯家瑞不在意他的冷漠 继续说 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决定的 不管是剧中的人 还是现实中 更多的情况是 自己不放过自己 裴志一愣 这才明白 冯家瑞在开解他 兄弟啊 母子啊 亲情啊 本来就是一场缘分 缘分有身有浅 我们只要做到 无愧于心就好 太抢求自己 法得不偿失的 他话刚说完 裴志说了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 你来做什么 冯家瑞明亮一笑 女流氓一样 偷亲了他一下 喜欢你啊 所以想来看看你 那些礼物是你送的 他擦了下嘴角 看见手指上的口红印 又瞥了他一眼 冯家瑞笑得更灿烂了 喜欢吗 我计算好了 正好到你生日那天 就送最后一个大礼 你做好心理准备哦 千万别被我感动哭 裴志沉默了几秒 然后送了他两个字 下车 冯家瑞叹了口气 他还软硬不吃 最后这场重头戏 拍到晚上十点才收工 裴志四处看了看 被小Q抓到 家瑞姐走了 裴志一愣 表情看起来没变化 但小Q明显地察觉到 他不开心了 于是 小Q犹豫再三 问 裴裴 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呀 裴志冷冷的视线扫过来 小Q望着天 说出真心话 我就觉得 你好像只别扭的小猫咪呀 三 冯家瑞被赶下车 就接到朱宇的电话 朱宇和他 汇报了下网上的情况 然后说 风利公司 发了个新想法过来 问他有没有兴趣 这次的主题是 都市小资风 片场信号不好 他先回酒店 和风利通话了一会儿 然后 将自己的想法 写了个提案 发了过去 忙完 冯家瑞叫的外卖也到了 他趁着裴志还没回来 跑去前台拿外卖 刚上电梯 就碰到这部剧的女主角 裴志的前飞文女友周瑶 以及他的助理 冯家瑞 之前在网上看过你的照片 不过 你本人比照片好看 周瑶看着冯家瑞 冯家瑞的脸很小 整个人有种很特别的生机感 他穿得很随便 大T恤 运动裤 像极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这几天 冯家瑞三个字 简直火得不得了 周瑶很好奇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和我想象中有点不同 冯家瑞没明白 他们俩对话的意义 但他能感受到周瑶的敌意 于是问 有什么不同 我以为你是个心机很深 还很有手段的女人 不然怎么有办法 把裴志迷得团团转 冯家瑞笑了下 明白了 原来飞文并非空穴来风 眼前这个人 真的对裴志有不一样的想法 烦死了 这个裴志魅力也太大了吧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是裴志的妻子 到了楼层 冯家瑞先从电梯里走了出去 周瑶助理在身后小声问 瑶瑶 你干嘛跟他说这些 周瑶沉默了几秒 脑子里闪现这几天 明显状态不对的裴志 叹息 有的人不懂得珍惜 得让他有点危机感 第二天进度不太敢 剧组见缝插针地 安排了记者探班的活动 记者探班很简单 针对几个主创 问几个官方的问题 因为最近裴志的热度高 所以基本上都围着他转 有个记者问 如果在剧中 几个女性角色上学 陪陪你本人的理想型 是哪一种 裴志皱着眉 不是很配合 我私人的喜好不重要 剧中的她 喜欢就可以了 她向来不爱谈隐私 记者见她不松口 就将这个话题 抛给了其他主创 周瑶抢着回答 当然是裴志啊 拍戏这段时间 我发现 她私下比剧中角色的人设 还要酥 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 整个片场都安静下来 记者们露出笑容 几个主创交换眼神 瑶瑶一直是裴志老师的粉丝 这次能合作 可算是追星成功了 瑶瑶的意思 是想成为裴志老师 这样优秀的人 导演制片连忙打圆场 好在气氛没有尴尬 周瑶点点头 目光往裴志的方向望去 见对方面无表情地走过 连停都没有停一秒 周瑶一正 下一秒又释然地笑了下 那个朋友继续说 可是裴志结婚了 你刚刚和记者们说 那些话会不会不好啊 周瑶摇摇头 不会的 我又不是去破坏她感情 我比任何人都喜欢裴志可以幸福 晚上聚组聚餐 也顺便给过几天过生日的裴志 提前庆生 裴志平时最不爱交集 怕她不同意 制片专门和她说 聚餐在一家野生军火锅店 包厢很大 可以容下三桌 周瑶抢着坐到了裴志身边 喝了点酒 撑着下巴 一直盯着她看 小Q心头锦铃大作 连忙联系冯家瑞 半小时后 冯家瑞进来 就看见裴志面前放了一杯酒 现在已经空了一半 她回想了下 小Q刚刚给她电话的内容 在裴志的身边坐了下来 她皱着没看着她 你怎么来了 冯家瑞没说是 小Q来找她来捉奸 只问 我不能来吗 裴志又不说话了 还以为是她是裴志的助理 但周瑶扔得出来 她嘴角翘了翘 瑶瑶什么事 这么开心啊 有朋友问 感觉自己是爱神丘比特 中途 冯家瑞去了趟卫生间 回来的时候 看到裴志回包厢的 必经之路上打电话 她穿着最基础的黑色帽衫 只是站在那儿 都一一发光 冯家瑞突然就想到了周瑶 她这样的人 不管是周瑶 张瑶 李瑶 总会有漂亮姑娘喜欢的 她拿着电话 似乎看都没看她 错绅过的时候 冯家瑞突然出声叫住她 裴志 裴志步伐加快 手腕却突然被冯家瑞抓住 冯家瑞抬头 目光直直地看着她 她这种眼神 让裴志无法拒绝 她轻叹了口气 最后妥协地站在那儿 对通话那头的人说 挂了 终于挂了 冯家瑞抓着她的手更紧 小声问 后天去北京 为了生日粉丝 见面会 裴志皱着眉 只点点头 目光看着被她拉着的手 能放开我吗 冯家瑞突然笑出声 觉得好像两人互换身份了一样 你现在这么有骨气了 什么 现在连拉你手都不愿意了 冯家瑞的话 眉头莫尾 裴志的脸 却一下子变了 她下意识地挣扎 手腕却被抓得更紧了 周瑶从包厢里出来找她 正好看到这一幕 裴志冷声道 放开 冯家瑞挑了下眉 目光看向周瑶 不高兴地问 你知道她喜欢你吗 冯家瑞松开裴志 观察起周瑶 能当上一线小花 各方面条件自然不差 冯家瑞话里多了几分 不易察觉的酸气 你就那么喜欢她 周瑶刚好听到这句话 脚步停留在原地 目光一直看着裴志 裴志还是不说话 呵 冯家瑞简直快被酸死了 口无遮拦地对周瑶说 你这样没用的 裴志就喜欢我这样 对她坏的 你还不够坏 周瑶下意识地想反驳 可发现 这里并没有她说话的地方 他们俩只是站在那里 就让人觉得 别人容不进去 冯家瑞 裴志出声 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裴志脸色更难看起来 周瑶看不得裴志这样 刚想出声解围 下一秒 裴志面无表情地 看了冯家瑞一眼 声音像千年寒冰 是啊 你不就是 仗着我还喜欢你吗 说完 他转身冷漠地离开 周瑶看了冯家瑞一眼 我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做见一个人的喜欢 来证明自己 不觉得这种做法太伤人了吗 冯家瑞一愣 张了张嘴 心口苦涩 他就是昏了头 极度疯了 包香脸 导演和制片们 贺红了脸 从国内影视现状 聊到国外 从文化产业现状 聊到金融发展 现在更是扯到了感情经历 气氛正好 包香门被猛地推开 裴志冷着脸 拿了外套就往外走 裴志怎么了 里面的人不明所以 冯家瑞就在包香门口 看着他离开 小Q急得要死 问冯家瑞 也问不出什么话 最后跺跺脚 真不想管你们了 前几天才公开 怎么就闹成这样 不会真的要离婚了吧 街上安安静静 裴志连脸色白得吓人 站在那里 咬着烟 吞云吐雾 小Q追出来问 到底发生什么了 又看向他身边的周瑶 周老师 周瑶其实也不知道 他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裴志的不开心 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喜欢一个人 其实就是想他过得好 每天都开心 周瑶忽然说 他应该是吃醋了 裴志拿着烟的手顿住 白天记者采访后 视频就放了出去 他应该看见了 裴志眉头皱得更紧 告白的话 他听得太多 向来不回应 毕竟在这个圈子里 人心浮躁 利用盒被利用 无时无刻不在 有时候能处理更好 周瑶展颜一笑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只是想刺激一下他 多和我的理想型在一起了 还不知道珍惜 安静了几秒后 裴志说 以后别这样了 啊 虽然他吃醋 我很开心 但是我不想让他没有安全感 他将烟头扔到垃圾桶里 又看向周瑶 我希望我所有的家人朋友 都能洗他所洗 忧他所忧 其他烦心的事情 我来做就好 我是不开心 我是很难受 但是我始终都想他好 如果他因此难过伤心 那就是我的错 晚上昼夜温差大 周瑶摸了摸 胳膊上被风吹的小疙瘩 看着裴志离开的背影 声音窝在嗓子里喊 我真的羡慕死冯家瑞了 四 深夜的街道 空空荡荡 路灯将人影拉得长长的 冯家瑞搭拉着肩膀 一步一步慢吞吞地往酒店走 晚风很凉 四周还有小飞虫在乱飞 他一边走一边想 裴志估计 真的要叉翅而飞 他每天变着法 给他发微信 也没见他回 真是冷若冰霜的男人 手机电量 还有9% 他开着导航 连音量都不敢开 冯家瑞开始后悔 为什么出来时 餐厅外那么多出租车不坐 要自讨苦吃 现在连轿车都难了 走了20分钟 焦梦玉女士的电话 不合时宜地响起 冯家瑞坐在行人道的石阶上 有气无力地接起 家瑞你没事吧 焦梦玉平日里不常上网 还是出去和小姐妹逛街时 我看微信部署 这几天你都超过一万步了 是不是因为太难过 所以用暴走来解压呀 没事的 都是人渣惹的货 别太虐待自己 冯家瑞哭笑不得 妈 我没事 网上都是假的 您别太在意 焦梦玉的声音小了点 我还好 就是你爸爸看见了 他超级在意 你也知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起父亲 冯家瑞拿着手机的手收紧 声音也开始发色 到嘴边关心的话 怎么都说不出口 焦梦玉似乎感觉到了他的情绪 他非常关心你的 就是不好意思说 你爷爷也是 风又刮了过来 他感觉鼻音更重了点 掩饰的 笨问了两声 好 我要没电了 先挂了 果然 手机只剩下6%的电了 他叹了口气 站起来 继续走 乐观地想 还好今天穿的是平底鞋 导航显示 还有4公里 其实也不远的 冯家瑞给自己打气 走着走着 不知道是不是他错觉 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 他停下 对方也停下 一瞬间 所有恐怖电影里的画面 和不好的社会新闻 都跑进他脑子里 现在是晚上11点30分 这条路 除了偶尔有车辆飞速路过 连个路人都没有 冯家瑞心悬了起来 僵持在原地 一时不知怎么办 突然 天昏地暗中 传来一个男生 为什么不走了 冯家瑞猛地转身 抬头看清对方的脸 不管不顾跑上前 抱住他 你吓死我了 他心脏砰砰跳 深更半夜的他乡 陌生的街道 真的很吓人好吗 冯家瑞安抚好心跳 往后看了看 除了他没有别人 难道 目光只看着他 很安静 他有些时候 真的很讨厌 裴志这么沉默 他有好多话话多话 想和裴志说 但他现在 他却只想着抱着他 抱紧他 空无一人的街道 助长了他的勇气 他点起脚 手指抚过他的脖子 眼睛一眨不眨 盯着他 声音轻哑 透着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你 非常喜欢你 他眸光微动 冯家瑞声音更轻 指尖似乎带着火 不信的话 你轻我一下就知道了 帽子遮住了 他一半的目光 但剩下的 已经足够厌光逼人 他被抱着全身动弹不得 或许这是他自欺欺人的想法 亲吗 这个年头 在裴志的脑子里闪过 没过几秒 眼前的女人 十分没耐心地抱怨道 你好骂 再接下来 他点起脚 不容拒绝地亲上来 睡着了 小Q看着裴志 将冯家瑞报上车 十分不可思议 这样也能睡着 刚刚不是还强吻吗 裴志看了小Q一眼 他体力不好 小Q 这算什么解释 到了酒店 小Q本来还想问 需不需要再开一间房 没想到 裴志熟门熟路地 从冯家瑞的包里 拿出一张房卡 打开了隔壁的房间 小Q 他这个坐卧底的 都不知道的事情 裴志为什么什么都知道 裴志帮冯家瑞 将鞋子脱掉 盖上被子后 转头和小Q说 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的 他其实更想留下来看后续啊 门被缓缓关上 和尚之前 小Q不小心从缝隙里 看见裴志坐在床边 低着头神情专注地 看着冯家瑞 在和尚的前一秒 他看见了 裴志在吻他 裴志的粉丝 分为女友粉 妈妈粉等 但无论是什么粉 都公认他 虽然起来清冷静欲 但是他身上 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性感 这种性感 带着致命的荷尔蒙 但又不像成熟男人那么浓烈 有种少年的懵懂 很多视频剪辑大手 喜欢用裴志做素材 剪辑一些知名的影视 或文学作品 只是他所拍的感情戏太少了 连吻戏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可就在这仅存的吻戏里 每一个吻 都让粉丝津津乐道 回味无穷 他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宝藏 每一个神情 都让人心头发痒 他倾下来时 像是全世界都不重要了 小Q是个标准的直男 偶然也看过这种剪辑 有一说一 确实很好看 但是总觉得 粉丝的彩虹屁 太过夸张 只是这一幕 真实发生在眼前时 他居然想拍下来 不 他之前已经拍了 那个无人的街道的拥吻 唯美的 让他存着 以便不时之需 这一晚 一夜好眠无梦 冯家瑞睡了这些日子 以来第一个好叫 他睡醒后 刚给裴志发了几条骚扰短信 就接到一个棘手的电话 老板 你快回来 出大事了 朱玉在电话 那段十分慌乱 冯家瑞才刚睡醒 整个还是懵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 朱玉声音里都是哽咽 平日里 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郁姐 居然半天都说不清 最后发给冯家瑞一段视频 视频里 工作室的墙上 全部被人喷上了红色的涂鸦 上面写着 冯家瑞小三 在后面是监控视频 朱玉和河鼎朝上班的时候 有戴着口罩的人 向他们破油漆 冯家瑞抿着唇来来回回 看了三遍 每一遍都心酸非常 立刻手指颤着 订了回上海的机票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感觉如此对不起 自己的朋友和同事 明明是自己的事 却将他们牵扯进来 上海的天 还是那样阴沉不见日光 冯家瑞下了飞机 直接打车去了工作室 墙面上 已经被洗刷过一遍 但还有很深的印记 触目惊心的五个字 路过的人 下意识地看过来 指指点点 冯家瑞沉默地看了五分钟 目光盯在小三两个字上 他知道 网上是怎么嘲讽培制的 说他是接盘侠 说他头上一片草原 说他没用等等 每个字都戳在他心里 那么优秀的人 就算他在低谷时 都没遇到过这样的口碑崩盘 叫来朱玉 拿了台摄影机过来 冯家瑞摘掉口罩和帽子 站在那面墙前 镜头里 冯家瑞素面朝天 穿着最基础款的衬衫加牛仔裤 但精神很好 眼睛溢溢发光 嘴角挂着浅笑 有一种勃勃的生机 根本没有被拳网合 变得一蹶不振 冯家瑞思考了许多 他原本认为 时间总会冲淡一切 那些真真假假的信息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也总会还他清白 但朱玉 和鼎朝 还有裴志发生的这些事 都告诉他 如果他不站出来 那么受伤害的就是他们 他们一点错都没有 无非都是被他牵连 大家好 我是冯家瑞 这段时间 关于我的言论许多 我今天做一个统一的回应 我和许庚 确实是前男女朋友 但我从来没有插足 破坏过他的婚姻 这件事 两年前我不回应 基于对大家的尊重 两年后的今天我回应 是希望无论这件事 网友选择相信谁 或者站在谁的角度 都没关系 但不要伤害我的同事 朋友 还有裴志 他们都是无辜的 我没关系 本来就应该为过去的感情负责 这段话一共40秒 没有任何后期的加工 连美颜滤镜都没加 就发不到了冯家瑞个人微博上 不到10分钟 就上了热搜 评论下转发里 依旧是恶语相向 但还是有灵星的声音 在为他说话 冯家瑞没看也没在意 他先将油漆和涂鸦事件报警 后又给朱玉 和鼎潮 都放了一周的带薪假 朱玉和和鼎潮 很不放心地看着他 冯家瑞笑着故作轻松地开玩笑道 这可是千载难得的机会 这次不要 下半年可就没假期了 朱玉知道 冯家瑞是不想让他们 在危险的环境里工作 欲言又指了几次 还是被何鼎潮拉走了 我不放心老板一个人 何鼎潮看着他 那你觉得你在能起什么用 相信老板吧 他可是个女战士 冯家瑞确实是个女战士 杀里滚 土里跑 在艰难的环境里 他也没叫过苦 这几年怎么过来的 他们都看在眼里 可是 朱玉还是不太放心 感情和工作不一样 等所有人都离开 冯家瑞一个人 坐在空荡荡的工作室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他设计布置的 好像就是属于 他一个人的小事件 陪着之前就坐在他身边 看着他工作 看无聊了就打瞌睡 不然就开一局游戏 冯家瑞撑着下巴 情不自禁地微笑 眼睛望着窗外 在想 当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会不会觉得很闷 还是 微信最后都聊天记录 还停留在今天早上 瑞瑞 你亲我了 瑞瑞 趁我睡着的时候 陪陪宝宝 做梦 瑞瑞 还敢做不敢当 然后他没再回 确实是他做得还不够 非常不够 赵田田来找冯家瑞的时候 只看见一个孤零零的背影 十分可怜 再走近一看 冯家瑞拿着手机 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 而页面 就是裴志的微信界面 别丧了 带你去个地方 赵田田一把将冯家瑞拽起来 往外拖 暑假刚过 才开学没几天 学校满满的都是人 校门口的门卫大叔 还记得他们俩 笑呵呵地放他们进去 现在是上课时间 操场上有几个班 在上体育课 可能是阴天 连学生们都没什么精神 懒洋洋地摊在草地上 谈天说地 同样摊着的 还有冯家瑞和赵田田 两人望着天 回忆高中生活 赵田田田好奇到 你现在真的在追佩志啊 冯家瑞恩了一声 他好难追啊 赵田田笑出声 侧头看向冯家瑞 你真的追过人吗 我怎么没有 那你知道追人讲究的是什么吗 什么 赵田田神秘一笑 昆明 小Q一大早就发现 裴志的脸色不太好 他早上看见冯家瑞走了 但房间没退 片场安静 周瑶和裴志都坐在监控前 看他们刚刚拍的那一条 周瑶有些心不在焉 余光一直绕在裴志身上 休息时 他跟上前去 结结巴巴地问 那个 裴志你看微博了吗 裴志沉默一秒 没有 那你看看吧 周瑶脸有些红 昨天做了那样的事情后 总有些不自在 特别是听说 今天一早 冯家瑞就回上海了 他十分愧疚 我之前因为演技太差 也被拳往黑 那阵子 我都抑郁地想自杀了 过了半年才缓过来 他真厉害 能够这样勇敢地站出来 周瑶看着裴志 手指钻紧 给了自己几分勇气 我知道你 为什么喜欢他了 你一定要幸福啊 车里 裴志打开微博 看着那段视频 越看越烦躁 这种舆论风向的事情 最急不得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 已经在好转 但这需要时间 他反逢家瑞 明明遇到这么大的问题和困扰 为什么不来找他 为什么要自己扛 凡婉又觉得自己没劲 小Q在催他 今晚 他得红眼航班飞北京 准备粉丝生日见面会 他问了小Q 苏蒙那边进行到哪一步了 小Q自然知道网上的情况 说 法院传票已经公开 舆论风向确实在好转 裴志听完 视频里 冯家瑞的样子 在眼前挥散不去 他说 安排两个保镖跟着他 晚上的一场 雨让本来十一点的航班 延误到夜里一点多 裴志一直看着手机 冯家瑞刚刚发了朋友圈 他和赵甜甜的自拍 裴志将照片放大 看着冯家瑞的脸 手指碰了下 照片又缩了回去 裴裴 可以登机了 裴志又看了眼微信 心有灵犀版 在这一秒 冯家瑞发来一张图 裴志点开一看 应该是个头像 是个动漫人物 再一看他刚换的头像 似乎是个情侣款 他明知故问地发了个 瑞瑞宝贝 你换上 裴志 你今天就送我这个 他说的是 第25个礼物 是情侣头像 瑞瑞宝贝 对啊 喜欢吗 裴志手指顿了下 想说喜欢 又不回话 他其实想问 今天为什么回上海 是因为吃醋了吗 生气了 想放弃了吗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告诉他 之前他自己明明说 夫妻是共同体 遇到事情 要一起面对 夫妻 他删掉自己打的字 小Q奇怪地 看着站着不动的裴志 说 裴裴要起飞了 关机哦 冯家瑞等了很久 看着上面一直正在输入的提示 轻轻嘞 怎么不回我了 5 生日见面会的地点 在一个只能容纳 1000人的剧场里 裴志从机场 直接到剧场 就开始彩排 时间说不上紧 跳完一首歌 正在看刚刚落好的视频 他眉头一直皱着 舞台总监 在旁边压力很大 舞台总监 本以为像裴志这种 专心拍戏的演员 发首歌 也只是送给粉丝的福利 舞台只要灯光特效 又多又炫酷就行 可从接触裴志开始 他就意识到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裴志简直就是个 细节控到变态的人 他不仅规定着 半无每个动作的弧度 哪个灯光 哪一秒亮起 哪一秒关掉 甚至连摄影的角度 都在控制 舞台总监头大 后背都湿掉了 目光在瞥向裴志 本来到嘴边的话 又咽到肚子里 裴志穿着最简单的 黑色短袖 黑色长裤 头发没做造型 有些乱的在眼前 他的唇微微抿着 脸色很白 眼下的青色 连剧场这么昏暗的灯下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听说他连续拍了几天夜戏 其中还有活动和杂志要拍 三天加起来 没睡到八小时 舞台总监其实很想说 你抠的那些细节 粉丝或许都看不到 他们只要看着你这张脸 就足够尖叫一整晚了 我再跳一遍 按照我刚刚说的 再录一遍 看看效果怎么样 裴志将耳机戴上 走上舞台 尼多问就站在一边 生怕自己宝贝艺人 过牢晕倒 追光灯亮起 一片黑的舞台上 只有裴志一个人的影子 拉得很长 音乐上放下 前奏是很重的心跳声 那一声响起 他猛地抬头 睁开眼 尼多问将这一幕拍了下 又发给冯家瑞 他不知道 这两人正在冷战 尼多问 你男人二十几个小时没睡觉了 再这样下去 怕是生日要变忌日了 冯家瑞刚下飞机 正在赶往会场 收到消息 立马着急 播了语音通话过去 你就这样模仪他的呀 尼多问看了眼裴志 往后抬走 所以让你劝劝他呀 冯家瑞抿了下唇 能给我门票 你真赶过来了 冯家瑞含糊地N了一声 冯家瑞挂着 刚刚尼多问给的全通卡 不仅一路畅通无阻 居然还有人给他指落 冯家瑞推开门时候 裴志的胃病犯了 正靠在休息室的沙发上 一边看着今晚的流程 一边用手撑着胃 脸白得随时都能倒下 距离晚上的演出 还有四小时 裴志如果能睡一觉就好了 他现在太紧绷了 这是刚刚尼多问和他说的话 虽然只有一天没见 但他还是有点激动 比起是先道歉 还是先说生日快乐 他的身体比大脑 先做出决定 疼得厉害吗 他蹲在沙发边 很担忧地看着他 他皱着眉 真的疼得厉害 但他冷淡地别过脸 不大愿意理他 冯家瑞心软到不行 喂药呢 药就在茶几上 可裴志并不配合 不吃 为什么 不好吃 他说的理所当然 冯家瑞耐着性子哄他 良药苦口 裴志皱了皱眉 看着冯家瑞的眼睛 目光淡淡 可就让人觉得 他在逼他 我不想在生日的时候吃药 冯家瑞只能一下一下 轻轻揉着他的胃 裴志这是老胃病 从小时候就落下病根 只要饮食一步规律 或者换剂就发作 记忆里有两次特别严重 直接晕倒送到医院 冯家瑞每次都被吓得半死 导致后来习惯性盯着他吃饭 这个习惯 也有可能是被娇梦欲养成的 走廊外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提醒冯家瑞 距离晚上的演出没多久了 必须要将眼前的人哄好 冯家瑞刚想拜托小Q去买碗粥 就看见裴志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就是小Q 裴志直接按了拒接 他问 你电话电话响了 怎么不接啊 胃疼 不想说话 他还将手机翻了过去 那你现在怎么和我说话 他看了他一眼 似乎更生气了一点 过了会儿 声音很小 分人 冯家瑞听见了 偷偷翘起嘴角 在他放松的这瞬间 端起桌上的水杯 不容拒绝地灌下一口气 直接叫塞了进去 这动作真是越发熟练了 吃完药 他直直瞅着他 无声控诉自己的委屈 看不见看不见 冯家瑞脚有点蹲妈了 他想站起来 顺便出去看看 尼多问和小Q在哪 没想到 酸麻感比想象中还要强烈 直起了一半 整个人就摔在了裴志的身上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出来急促地敲门声 似乎真的情况很紧急 也没等屋里地说话 就转动门把手直接走了进来 小Q刚走进一步 看到屋里的情况 眼睛瞪大 及时杀住脚 猛地回头 关上门 尼多问就在门口 看到小Q 见鬼了 小Q心想 可比见鬼可怕多了 他握着手机 舞台那边说好了 问裴裴要不要再过去看一眼 尼多问劝他 蝶去找虐 小Q很有信心 他们俩吵架呢 我进去只会缓解气氛 休息室的隔音不好 外面的声音 冯家瑞听得一清二楚 他还没爬起来 裴志就先一步直起身 先将他的腿抬了抬 冯家瑞挣扎了下 但看到他脸色淡淡的 好像真的只是在帮他拉身 他究竟是怎么学到 这些乱七八糟的 他似乎感受到他所想 松开手 站起来往外走 这份高冷的架势 和刚刚躺在沙发 若唧唧那个人 简直判若两人 冯家瑞担心他 想跟着 又觉得自己太招摇 只能不远不近地 站在侧舞台旁 尼多问终于发现 他俩不对劲 问 吵架了 冯家瑞苦笑一下 尼多问的反应 出乎冯家瑞意料 他居然能舍得生你的气 演出在晚上八点开始 剧场内一片漆黑 静悄悄的 然后在灯光亮起的那瞬间 尖叫声滑破天际 裴志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帅到让人睁不开眼 在这个瞬间 冯家瑞才发现 舞台上那个人 是个大明星 他被万千人所喜爱 有着强大的粉丝群 冯家瑞身边的小姑娘 一个个都举着相机 专业程度上 居然和他不分上下 忙里偷闲 还得拿着应援舞挥舞 今天是我25生日 我唱歌很一般 公司劝我开见面会很久了 我想 这么多年 似乎确实应该有一个机会 和大家交流 一首 爱人 送给 尖叫声太大 连裴志最后几个字都吞没 但不重要 反正肯定是送给在场的某个人 或者是所有人 爱人的歌词很简单 只是在阐述 一个少年的爱恋 只是太真诚了 真诚到了前程 冯家瑞看着他 突然想起 多年前在学校大礼堂里 那个在简陋舞台上 唱歌的少年 是不是那个时候 那首填到腻的情歌 也是送给某个人 一曲结束 灯光还没有全开 只留一盏最简单的白光 伴舞群退场 偌大的舞台上 只剩下陪志一个人 他没说话 呼吸声一下一下 通过音响无限传播 冯家瑞离得太近了 轻而易举 和他视线相交 虽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的心 还是猛的一刻 眼前人还是当年的少年 一步一步走进了些 黑发有些乱 说话间气息不太稳 知道我的人都明白 我有多不喜欢这种场合 我曾经很不愿意做艺人 因为吝啬 后来想这样 或许多了很多机会 你们几时知道爱的 台下各种回答都有 裴志低头轻笑一声 又抬头 目光重新落在他身上 我是16岁 冯家瑞心剧烈跳了一下 真的很喜欢 他说话的速度很慢 撩动着所有粉丝的胃口 有几个声音很大的女粉丝 故意一直在叫冯家瑞的名字 他忽然笑了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个骑士很爱公主 公主说如果骑士在皇宫外占100天 他就嫁给骑士 骑士答应了 占了99天 公主也做好了嫁给他准备 结果骑士 在第99天晚上走了 因为99天就是爱情 一天是尊严 全世界都安静了 只听见他呼吸声 从话筒里传向四面八方 他还在笑 声音很轻 平白无故让人心疼 我在想 是尊严重要 还是爱情重要 还是安静 安静到连心跳和脉搏都一清二楚 冯家瑞终于知道了他的想法 他仗着他的爱 胡作非为 信心十足地以为 只要他主动 他迟早会原谅他 爱情和尊严 陪陪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难道冯家瑞 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 是个渣女 那陪陪也太惨了吧 六 冯家瑞大脑空白道 连怎么走出会场都不知道 他站在24小时便利店里 买了一堆酒 坐在路边一瓶一瓶地喝完 会场里还没结束 他还可以听到粉丝的尖叫声 手机执着地响了好几遍 他在包里摸了摸 拿出手机 看到是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直接就接了 同一时间摸到了一张房卡 尼德文给全通证实 一起给他的陪制房间的房卡 正愣间 是一个意外的声音将他拉回 需要我帮忙吗 冯家瑞皱了下眉 不用 说完就将通话切断 将这个号码 拉进黑名单 这个人 怎么这么阴魂不散 他骂了许更无数遍 抱着还剩的几瓶酒 拦下一辆出租车 到达陪制所住的酒店 现在是9点半 10点演出结束 从会场到这里 还得半小时 冯家瑞躺在地毯上 躺了10分钟 又跑下楼 将下午请人 寄存在前台的行李箱搬上来 他把从网上学来 红女孩的招数 全部买来来 将花瓣撒满地毯 蜡烛牵引成一条路 然后 将他25岁的生日礼物 放在蜡烛的尽头 他打印出许多 陪制和自己的照片 还有两人为数不多的合照 用夹子挂满房间 再用长长的星星灯 将这些串帘缠绕起来 一切都做好后 冯家瑞看来眼时间 10点过10分了 他将酒拿出来 又咕咚咕咚咕咚 喝了大半瓶 给自己壮胆 等待的时间变得煎熬 他看了看时间 明明都好酒 怎么才过了5分钟 冯家瑞摸着酒瓶 又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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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喝了几口 不知不觉 一瓶酒便见底了 终于10点30分了 门口没有动静 又过了5分钟 还是没有动静 过了15分钟 门口还是一片安静 冯家瑞将另一瓶酒也开了 晚上11点18分 陪制结束工作 回到酒店 他一进门 脚步一顿 反手就将还在门口的小Q 关在外面 门落了锁 他随着蜡烛的方向走 冯家瑞就坐在他床上 看到他 双眼迷离 嘟囔道 怎么这么晚 陪制看着他周围一堆酒瓶 绕开那些 走到离他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嗯 安可了 结束后 又拍了两条祝福视频 冯家瑞慢慢拍地抬起头 不满道 祝福什么 你都问怎么回事啊 你都生病了 还让你这么操劳 明明今天是你的生日 陪制没说话 拿起旁边 被重重精心设计的灯光 缠绕着的礼物盒 冯家瑞忽然静音了 他脑子里 都是他在粉丝见面会上说的话 打开包装盒里面 还有一个 手掌大小 是个著名的珠宝品牌 陪制突然意识到是什么 猛地扫向冯家瑞 冯家瑞仰着头 脸上有喝醉了的红韵 眼神迷离 见他动作停下来 他也将在那 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陪制打开 里面果然是一副对戒 他自认为非常了解冯家瑞 可有些时候 又觉得不懂他 他送了自己24件礼物 从袜子 杯子 钥匙扣 手机壳这种小物件 到手表 行李箱这类 但无一例外 都是实用品 小Q说 这个人想让他生活中 所有能用到的东西 变成他买的 如果是情侣款的话 对方的占有欲 一定很强 他不敢百分百赞同 但也偷偷幻想过 那一夜做的梦 都是甜的 而现在 他又送来了一副对戒 作为他25岁的生日礼物 喜欢吗 可贵了 冯家瑞拽着他衣角 摇摇晃晃站起来 他仰着头 忍着眩晕感 又借着他的身体 光脚踩到床上 这就舒服了 可他身体怎么都不稳 只能将重量压在裴质身上 下巴放在他肩膀上 还问他 喜欢吗 满屋的星星灯 他和他的照片四处悬挂 香薰蜡烛在暧昧跳远 花瓣乱飘 有一片还粘在他头发上 这场景任谁看 都像求婚现场吧 如果 当事人不是滥醉如你就好了 等了好久 还是没听到答案 冯家瑞急了 在裴质的脖子旁 拱来拱去 到底喜不喜欢呀 冯家瑞也是酒壮人胆 他害怕急了裴质那套理论 生怕又从他嘴里 听到什么 自尊大于爱情的屁话 裴质哪里还能继续生气 立马抱紧他 声音又低又温柔 我该拿你怎么办呀 冯家瑞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还以为他在说戒指 买都买了 不喜欢也没办法 反正你都是我老公了 为什么不看完 见面会再走 他忽然问 我不敢 裴质好笑道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瑞瑞 去哪里了 冯家瑞搂着他脖子 声音粘在他耳朵里 武器都被拿走了 当然怕 你还不信我喜欢你 你怎么这么笨呀 说的什么故事 吓死我了 冯家瑞仗着酒意 你快再说一遍喜欢我 不 说一百遍 他看着他 眼睛亮亮的 比星星灯还亮 抿着唇 有些欲言又止 冯家瑞心里发烫 不受控制地凑近他 没有哪个时刻 比现在还想触碰他 轻轻他 在距离还有一厘米的时候 他说 轻了我要就负责 负 冯家瑞心想他 怎么总在纠结负责的问题 他戒指都买了 当然会负责到底呀 他搂紧他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 往自己的方向带 然后低下头 挡住所有的光 就这么居高零下地轻下来 只轻了几秒钟 某个罪鬼就推开裴质 跌坐在床上 伸手毫不客气地说 手机给我 裴质很听话地 将手机放到他手心 冯家瑞按亮屏幕 扬起头问 密码多 哎 开了 你什么时候说着的 第一眼 裴质的声音很轻 冯家瑞没听见 闷着头 打开他的微信 刚准备将情侣头像换上 发现他已经换了 他心满意足 还算听话 冯家瑞将戒指拿下来 他们结婚时 什么都没准备 没有婚纱照 没婚礼 更没戒指 戒指在指尖摩擦了几圈 冯家瑞拽过裴质的手 套进他的无名纸 戴上后 他手还舍不得离开 真好看 裴质皮肤白 手指修长 但又不嫌女气 微博上每次评选没手 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夺冠 这只手现在戴上婚戒 更加好看 有种只属于冯家瑞一个人的感觉 真的好看 我眼光真好 他又拿出女款的钻戒 放到裴质手里 明明喝醉的人 眼里却十分清醒 帮我戴上 裴质拿着戒指的手 有些微颤 他很紧张 从表情和身体 都表现得很明显 戒指刚套进无名纸 还没戴上 冯家瑞叫他的名字 裴质 他一正 嗯 冯家瑞说 我是爱你 爱得快疯了 你别不信了 Chapter 7 你整个宇宙的温柔 1 裴质粉丝见面会的片段上了热搜 冯家瑞只听到了故事的前半段 后半段 裴质说 对我来说 尊严是相对的 比起得到一个人 拿一份看不见摸不着的尊严 去换 冯家瑞的人 突然有一部分倒戈 我不太相信 裴质喜欢的人像传闻 那般不堪 他得是个多好的人 才值得这样美好的人 如此去爱 我认识的裴质 是个善良 认声 话不多 但很有担当的人 粉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想 他会喜欢什么样的人 喜欢人时 他会是什么样子 原来这么冷清的人 也会像烈火一样 冯家瑞我极度你羡慕你 希望你能好好对待我到偶像 现在的环境 很多时候 非黑即白 我们发现 一个人的闪光点 就将他捧上天 只是每个人都是多面对复杂的 我们再还不了解具体情况事 就妄加定论 这就是伤害一个人 更是伤害爱他的人 清晨六点 许庚坐在电脑前 打完最后一个字 点了发布 他写了一封自白式的声明 承认这些年犯下的错误 更澄清了 和冯家瑞的关系 他大学毕业后 在北京发展不顺 才去上海发展 那年冯家瑞才高一 他父亲早年和冯家瑞的父亲 有些交情 受劳有托付 所以 冯家瑞对他颇有照顾 他很聪明 更擅长洞察人心 早就发现 小姑娘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可他只是享受 这份崇拜和喜爱 并没有回应 因为他知道 冯家瑞家事不一般 如果要在上海扎根 事业上得到发展 必须要借助冯家 但如果过早的 就和冯家瑞牵扯在一起 无疑是自断后路 小姑娘就这样 在他的友谊引导下 暗恋了他三年 在高考结束后 小姑娘明里暗里 婉转地直接地都说过喜欢 他总打太极 或许是出于 冯家对于他的防范 又或许是他只是 欲擒故纵一下 想知道 他到底喜欢自己 到什么程度 当时他回了北京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 一个女孩 和他告白 从对方的眼里 他看到了冯家瑞 和冯家给不了的东西 于是 两人光束在一起了 只是这一段感情 没有长久 他想要的 对方给不了他 他又回了上海 有了个很好的机会 发展事业 谁知冯家瑞 却为了他去了北京 真正在一起 是在他大四那年的寒假 小姑娘从冰天雪地的北京 跑来上海 在他公司门口等了许久 看到他出来 露出一个很明亮的笑 然后他问他 到底要不要在一起 这么多年 他真的好辛苦 那天 他送冯家瑞回家 从他公司门口 坐一辆公交车 要坐到守末站的 倒数第二站 小姑娘刚下早起 折腾又坐飞机 没坐多久 就开始打瞌睡 头一下一下点在玻璃窗户上 公交车行驶不稳 他就将手点在玻璃上 防止他撞上 一个姿势 维持了五十分钟 还没到站 冯家瑞就醒了 发现这一切 笑得像只偷心的猫 然后说 你果然就是喜欢我 还不承认 是喜欢吗 许庚从心底问自己 他不知道 但他们就从那天开始 只过了没多久 就被冯家瑞的父母发现 冯温为是个 很严肃内敛的男人 他很怕对方 总觉得 在对方不动声色的目光里 自己是透明的 果然 冯温为找上了他 将他所有不堪的心思 都摆放在日光里 看在我和你父亲是朋友上 我不会为难你 但如果你和我女儿 继续纠缠的话 我不能保证 我会做出什么 让你无法承受的事情 他看着冯温为 脸上无法摆出表情 他小心谨慎这么久 本以为得冯家 已经留下好印象 没想到 自己拙劣的演技 根本逃脱不了他们的眼睛 他亮出武器 是你女儿爱我 主动倒追的我 冯温为温和地笑了笑 如果你继续这么想 我就把你这些年 所有的所作所为 和小心思都告诉他 我之所以 现在还能和你心平气和地交谈 是因为我女儿爱上 谁是她的自由 我希望她有一个美好的初恋 可以因为不完美分手 也可以受伤得到成长 但我不希望她知道自己 连最初的那一份心动 都是对方精心设计的 许庚 你好自为之 手机不停地震动 是苏萌的电话 许庚的前妻 许庚和冯温为谈话后 没多久 就和冯家瑞分手了 她回到北京 和昔日导师的女儿苏萌在一起 后来就留在母校做辅导员 说起来 当时是两人互相吸引 苏萌喜欢她 她清风朗月一般的书生气质 又觉得她温和且博学 她觉得 苏萌是学科带头人的女儿 长得还不错 但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 苏萌不是傻子 更多的时候 她情愿装傻 但冯家瑞 是她无论如何都忍不了的 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对方或许也是无辜的 但她就是忍受不了 两年前就闹了一出 许庚和苏萌 却默契地没谈离婚 或许还各取所需 又或许是苏萌真的还在爱她 但是两年来 漫无止境争吵 猜忌 让两人终于走向了离婚 电话接通 许庚 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 我们离婚了 离婚了 离婚了 你就能为冯家瑞说话了 你是不是想去找她 你以为 她现在看得上你吗 你和裴志比 你差远了 她敢拿自己事业做赌注 告诉全世界 她喜欢冯家瑞 你敢吗 许庚 你就是个懦夫 你只爱你自己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 你以为你发了生命 就能放过自己了吗 就能让冯家瑞指 记得你的好了吗 你做梦 苏蒙情绪激动地骂完 便挂断了电话 只剩下嘟嘟嘟的声音 许庚自嘲地笑了下 她在想自己是什么时候 彻底爱上冯家瑞的呢 是面对她时 她明明藏不住喜欢的模样 还是她忙忙壮壮地 向她冲过来 又或者是那个冰冷冬天 上海难得的雪天里 漫长的公交车里 一个睡着 一个护着的美好一幕 她好像有过太多次选择的机会 却都没有抓住 是我配不上你 许庚拿起手机 又换了一个新的号 打点那个早已熟记再新的号码 嘟嘟响了两声 她看着外面蒙蒙亮的天 忽然想到 她肯定没睡醒 刚要挂掉 耳边传来一个男声 清冷中带着一丝不清明 显然是被手机铃声吵醒 许庚微正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 许庚的声音窝在嗓子里 有些艰难 对方丝毫没有察觉 换了一种和她说话 完全不应的温柔语调 再睡会儿 还早 冯家瑞的声音 又轻又甜 是一种被人宠爱下纵容后的任性 好吵 许庚心头突然疼痛难忍 裴志低头 亲了亲冯家瑞的额头 拿起手机 起身走远了一点 卧室里一片漆黑 酒店套房客厅里的窗帘被拉开 今天应该不会有太阳 雾蒙蒙的 不出意外 又是个雾霾天 裴志从茶几上拿起烟盒 咬在嘴里 点火之前 又问了一遍 有什么事 这是冯家瑞的手机 裴志拿着打火机的手一顿 对 我找冯家瑞 裴志侧靠在落地窗上 深吸了口烟 不行 许庚沉默了几秒 那我们见一面 裴志咬着烟没出声 许庚坚持 这件事总得了解 我在北京 我也在 裴志痴笑一下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裴志抽完烟 在客厅站了一会儿 身上烟味散了差不多 才回卧室 冯家瑞鼻子很灵 皱着没挣扎地睁开眼 发现裴志在套卫衣 这么早有形成吗 裴志将卫衣拉好 蹲到床边 清了清他脸颊鼻头额头 最后又清了清他的嘴巴 我去买早餐 冯家瑞眉头还皱着 你抽烟了 说完又抬起头 清了清裴志 确认到 还抽了不止一根 裴志被逗笑 觉得眼前的冯家瑞太可爱 想管我 他哼急一声 嗯 用什么身份啊 他问 冯家瑞睁开困困的眼睛 不满道 我是你老婆 难道还不够吗 裴志又清了他一口 帮他噎好被子 再睡会儿 我很快就回来 裴志又检查了下空调温度 才离开 早上七点 裴志和冯家瑞母校附近的早餐店 这是电影学院 努力的学生早起练生 店里已经有了零零散散几个人 裴志穿着黑色的卫衣 压着棒球帽 找到店里最格格 不入那个西装格履的人 坐在他对面 说老实话 裴志真的很讨厌许庚 这个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是名副其实的渣男 他倒挺好奇 许庚有什么话非要见面说 你比我勇敢 你作为艺人 能如此用自己的前途 裴志面无表情 打断 有话直说 你那套对我没用 许庚眉头皱了皱 我发了个声明 应该可以缓解 对网上对冯家瑞的抨击 你什么都不干 事情也会好转 裴志说话不客气 本来罪魁祸首就是他 现在做这副姿态干什么 许庚没意料到裴志 这么咄咄逼人 那天我看见你了 在喷泉后 文言 裴志抬眸 许庚笑了笑 那天回去 你和家瑞发生什么了吗 关你什么事 那你想知道 家瑞说了什么吗 二 裴志拎着大学期间 冯家瑞最爱吃的 早点回到酒店 冯家瑞还没睡醒 他将早点放在外面 进去将衣服脱掉 简单冲了得早 他下意识地 不想让身上 沾上外面的味道 雨珠打在玻璃上 他脑子里在回放 家瑞说他深爱裴志 回想自己之后的所作所为 裴志关掉脸盆头 擦干水渍 钻进被窝 从背后紧紧抱住冯家瑞 冯家瑞抱住他伸过来的手臂 感觉到他的体温 怎么这么冰 洗澡了 他头埋在他的后颈 我昨晚做了个噩梦 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幻觉 本来很难过的 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好事 我现在特别开心 冯家瑞打了个哈欠 被他亲得有点痒 出去买早餐 能发生什么好事 老板看你帅给你免单啊 裴志专注地亲他 从脖子到下巴 再到锁骨 亲到呼吸急促 差不多 冯家瑞笑着捂住他的嘴巴 他没刮胡子 过了一夜 下巴上有一点不明显的胡渣 蹭在皮肤上痒痒的 能痒到他心里 宝宝 你怎么这么有出息啊 裴志舔了下他掌心 他心一颤 尖叫得下意识松开手 整个人被翻了个身 又被他抱进怀里 他缠上来 亲他亲他 还是亲他 亲到呼吸氧气稀薄 空气滚烫 手机响了 小Q在电话那头颤颤巍巍 陪陪晚上还有夜戏 我们下午一点的飞机哦 裴志不出声 冯家瑞笑盈盈地拿过手机 知道了 挂了电话 冯家瑞看着裴志 你的小Q好一点 裴志咬在他锁骨上 不满道 你关心他 他是你的贴身工作人员 我关心关心 也是应该的 他咬得更用力 冯家瑞叫了一声 他用力巴唧一口 又亲了下来 你怎么不关心不关心我啊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 他一把握住他的手 声音更热你起来 你觉得呢 刚刚冷却的温度 又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冯家瑞的身体也烫了起来 眼眸里像是蒙了层水雾 他迷糊地看着他 然后被他蛊惑 冯家瑞 你感觉到了吗 他亲吻了下他耳垂 尾音更轻 我在你心里 他在最后挣扎 要赶飞机 现在才八点半 然后 所以 反正 很累 在私密的航班 在裴志这个人气和级别的艺人上 都会被扒出公开 机场人山人海 媒体粉丝甚至路人 都来凑热闹 冯家瑞被裴志护在怀里 尼多问和小Q 保镖在外围 艰难地过完安检 才算松了一口气 坐在VIP候机室 裴志端着刚刚到的热水 吹凉一点后 递给冯家瑞 喝一点 温热的 冯家瑞觉得 小肚子胀胀的 不太肯喝 裴志哄他 是不是历价快来了 停顿了几秒 似乎想了下 好像是没几天了 先喝点温水 空调吹着嗓子 会不舒服 尼多问和小Q 在旁边面面相去 努力让自己的存在感降低 太虐狗了 喝个水还要哄 还哄得一脸心甘情愿 尼多问在心里 骂裴志没出息 脸上表情却带着笑 骂完心里莫名其妙 也美滋滋 仿佛看着自家艺人 苦尽甘来 不用再自虐 他好像都感受到春天了 尼多问又在心里 骂了句脏话 小Q从手机屏幕上 抬起头脑 和尼多问说 网上好像平息下来了 尼多问点点头 心有余悉地说 还好还好 我就怕冯家瑞被骂狠了 裴志一个不高兴 退出娱乐圈 他反正有家产可以继承 我们可就失业了 飞机到达昆明 保姆车直接将裴志运到片场 剧组时间赶 再加上之前出意外停工了几天 现在更是恨不得24小时开工 今天估计得够呛 估计围在剧组的媒体也多 尼多问看了眼冯家瑞 话还没说 就被冯家瑞抢去 我直接去酒店就好了 我之前订的房间还没退 裴志点了下头 片场苦 他也不愿意冯家瑞过去 冯家瑞在酒店又睡了一觉 不知不觉已经傍晚 接到黎智的电话 说上次没谈完的合作 什么时候有空继续谈 冯家瑞真的十分佩服黎智 上次没谈下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家一人陪志公开恋情 现在居然可以镇定自然地 邀请陪志的结婚对象 继续谈合作 下周一可以吗 黎智停顿了下 估计猜到他现在在那儿 说那下周一下午两点 我还在之前的会议室等你 好 冯家瑞在工作群 问了下朱玉和何鼎潮 他不再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两人双双表示没有 还说老板 可以适当给自己放个婚嫁 体贴程度 堪称中国好员工 冯家瑞抱着手机发出傻笑 他躺在床上 又泡在裴智的超话里 他最怕裴智公开结婚的消息 会大幅度掉粉 但看超话里的风向 虽然有粉丝不能接受 但更多的是祝福 好在裴智是演员 这些年认真拍戏 也还算有作品 能拿得出手 他在飞机上迷迷糊糊间 好像还听到尼多问在和裴智说 商务和影视这边还算稳得住 他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稍稍放下一点 粉丝见面会的视频 还挂在热搜上 冯家瑞点开完整地看了一遍 才看见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不知怎么的 他心头更酸 切到微信页面 点开置顶的那个人 打了很多字 又删掉 最后想了好久 只发了一句 刚刚打了个喷嚏 发现是你在想我 陪陪宝宝秒回 把空调温度调高一些 我房间有VC 去泡一杯预防感冒 瑞瑞 你应该回事再想我 这次不秒回了 不仅不秒回 冯家瑞翻了三个声 他都还没回 第四个翻身 陪陪宝宝 因为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 乖 去泡VC 陪陪宝宝 顺便把多余的那间房退了 把行李也拿过去 陪陪宝宝 新婚艳儿 我不想分房而居 瑞瑞 不是哦 三年了 不是新婚艳儿 他发完 陪志一个视频通话申请发了过来 冯家瑞手忙脚乱按了同意 他戏份在野外 环境恶劣 脸上为了配合剧情 还化了特效妆 他周围没人 应该是休息时间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陪志盯着他看了会儿 脸有点白 是不是刚刚睡觉 空调开低了 冯家瑞才明白 他发来视频 是为了看他 到底生病没 心头变软 又觉得他有点啰嗦 你怎么老盯着这个话题 陪志皱了下眉 因为你不听话 冯家瑞和他唱反调 和你学的 他眉头皱更深了 冯家瑞发现 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好奇怪 不是陪志哄他 就是他哄陪志 好像两个人轮流 变成小朋友 他说完又哼击一声 决定以身作则 我打算变乖了 如果陪陪小朋友 也乖乖的话 他轻轻眨了下睫毛 目光和陪志相交 忽然发现 他的眼睛比刚刚要亮 冯家瑞故意拉长语调 我就只养你一只 话音刚落 视频断了 瑞瑞 瑞瑞 有谁啊 陪陪宝宝 你不认识 冯家瑞突然想到什么 是你脸红了 还不给我看 瑞瑞 对不对 过了好几秒 陪陪宝宝 对 休息结束 陪志回到片场 导演看他急眼 叫来化妆师 再化得惨一点 一会儿拍的是生离死别 陪志这样 还是太帅了 要让人产生联系 化妆师 只有他觉得 陪志双目寒情 皮肤苍白 额头还有血解 脸颊一道亲子 更能让人产生恋爱吗 三 陪志今晚得抠夜戏 不知道到几点 冯家瑞等着等着睡着了 在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整个人 都在陪志怀里 他伸手摸到手机更亮 已经深夜三点多了 他亲手轻脚地起来 准备去卫生间 人刚爬起来 手腕就被用力拽住 然后又落进陪志怀里 冯家瑞睁开眼 看着他 眼睛还闭着 可抱着自己的力气却很大 难道他刚刚闭着眼 就能精准找到他位置 然后抓他到怀里 他实在太想去卫生间了 身体微微挣扎了下 发现稍微一动 他就抱得更紧 还凑过来 在他头上轻一轻 陪志 他一动没动 眼睛还是闭着 陪志 冯家瑞又叫了一声 难道他真的睡着了 他挣扎的幅度大了一点 轻声对他说 我想去卫生间 陪志这才慢慢睁开眼 带着浓重的困倦 什么 去厕所 他睡之前 喝了一大杯VC泡水 现在好急啊 陪志将手放他小腹上 摸了摸 含混不清的低声说 鼓鼓的 你别啊 冯家瑞急急叫住他 下一秒 陪志抱着他站起来 他很困 眼睛都睁不开 重心不太稳 他吓了一跳 连忙搂紧他的脖子 我自己去 不要 他一口拒绝 将冯家瑞抱进卫生间 还贴心地关上门 冯家瑞洗完手 刚打开门 就看见陪志蹲在门口 眼睛还是没睡醒地半闭着 你在门口干什么 他好奇地问 等你啊 他仰着头 有几根头发不听话地翘起来 往前蹭了几步 像小猫一样 寻求主人注意 然后才站起来 你出来发现 没人等你 肯定会觉得孤单的 我哪有 冯家瑞哭笑不得 点起脚揉了揉培制的头发 又被他抱回到床上 冯家瑞抱着他 目光粘在他下巴上 没忍住 伸手摸了摸 他哼了声 冯家瑞不想打扰他睡觉 连忙收回来 谁知那只手被他抓住 食指交叉握住 就放在他胸口的位置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小声问 两点左右 这么晚 好辛苦 他嗡了一声 轻轻眨了眨眼睛 看着他 轻一下就不辛苦了 轻 他凑过去 轻了轻他喉结 又轻了轻下巴 最后轻了轻嘴角 他笑出声 将冯家瑞抱得更紧 声音埋在井窝里 不能轻了 再轻睡不了了 我明天早上 好早就要起床了 屋子里黑漆漆一片 被窝里 都是他身上的味道 耳边是他有规律的呼吸声 冯家瑞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 在醒来时发现 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好像昨晚温柔甜蜜 是一场梦 手机屏幕上贴了个便利贴 起床记得喝VC 吃得在冰箱里 冯家瑞捏着便利贴傻笑了一会儿 原来真是真的 冯家瑞今天没事 总觉得关系公布之后 再去剧组 有点别扭 好吧 其实是他有点害羞 觉得剧组肯定万众瞩目 而且 肯定不少人来调侃他 冯家瑞拿起手机查了查 发现酒店附近就有个古镇 他翻起来 决定去逛一逛 说不定还能买到当地的好吃的 给裴志 他没来过这边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色 还是被吸引 东逛西逛 还在清巴听了首歌 等裴志打电话来 才惊觉 已经这么晚了 你结束了吗 冯家瑞问 嗯嗯嗯 裴志滴滴应来一下 冯家瑞听他声音有些疲惫 连忙说 那我回酒店 你别动 这么晚了 我去接你 纠结来几秒钟 冯家瑞选择听话 从片场到这边 也算顺路 而且 他觉得 这家清巴的鸡爪 和烤鸡翅 怎么这么好吃 于是又叫来服务员打包了一份 助唱歌手 是个很有故事的大叔 声音醇厚低雅 唱起情歌来 唯唯动听 冯家瑞撑着下巴 眼神被灯光晃到迷离 忽然身后 有人靠近 蒙住了他的眼睛 不猜一下吗 对方问 冯家瑞从高脚凳上站起来 转身抱住裴志 不猜 万一是坏人呢 他嘴角笑得确实有点坏 那就和他一起下地狱 裴志笑着敲了他脑袋 低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下 带着他往外走 清巴里有人眼尖地看见 叫了一声 裴志 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尼多问和小Q进来 店家配合他们 将他们带进一个隐秘的地方 门口和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 这家店的老板 是个横萨的郁姐 星星也一直盯着裴志 过了好半天 才从美颜里醒过来 说 还有个出口 只是外面 现在也都是人 你们绕到车上 季西白打了个电话 尼多问看见了 奇怪地说 打给他干嘛 他也在昆明 尼多问更奇怪了 裴志解释道 拍一针人秀 尼多问 行吧 没一会儿 季西白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辆不起眼的车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将自己的助理带来 少了裴志 尼多问和小Q直接从正门走 上了自己开来的那辆车 此刻助理开着车 季西白坐在副驾驶 冯家瑞和裴志坐在后座 车内十分安静 正在播放裴志和冯家瑞的爱情故事 从两人性格到星座 再到八字 都一一认真分析 季西白通过后视镜 一直看后面的两个人 裴志微微往后靠 看似不经意 其实将冯家瑞整个人搂在怀里 目光也一直黏在冯家瑞身上 而冯家瑞拿着手机 不知道和谁在聊天 劈里啪啦十分繁忙 季西白突然发笑 觉得这一幕特别有意思 他拿起手机给裴志发微信 都是你的了 还紧盯着 是有多想看 屏幕亮起 裴志化开看到信息 抬头 两人的视线 在后视镜中交汇 季西白调笑 继续给他发信息 他发现了 你这个人 其实偏执又占有于报表怎么办 你这么变态 冯家瑞本人知道吗 裴志不回他 只用冰冷的眼神警告他 季西白才不怕他 继续骚扰他 你说 我要是把你心酸的少年心事说给他 他会不会备受感动 从而舍不得离开你 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着 一个不回 一个故意挑衅 突然 季西白打破这一车的寂静 你就是上次给裴佩拍杂志的 佳瑞老师是吗 都怪裴佩 都不告诉我 你就是他老婆 真不够意思 被点名的冯家瑞抬头 点点头 客套的寒暄 对 你好 冯家瑞 其实也不能怪裴佩 他顿了下对上对方 故意调侃的眼睛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 我现在很少拍杂志了 再拍纪录片 我之前看过你的电影 希望以后 有机会能够合作 很客套的场面化 但季西白还故意说 那好呀 佳瑞弟妹 你觉得我和裴佩哪个帅呀 裴志立刻看向季西白 季西白假装没看见 一脸期待地 等着冯家瑞的答案 冯家瑞笑了笑 丝毫不为难 裴志 为什么 我颜值也不差的 适量行凶 就是我本人 季西白故作生气 但语气是玩笑的 裴志嫌弃的一开眼 看向冯家瑞 哪里比他好看 冯家瑞认真的看了看裴志 哪里都比他好看 这句话 冯家瑞是真心的 裴志可是他们学校 公认的神言好吗 季西白虽然好看 但还是比裴志差一点 我本人还在这里好吗 你们还记得 是我大晚上 亲自来解救你们 是我 是我季西白 绝世大帅哥 超级有意气的季西白 季西白扭过头 决定不理他们 冯家瑞和季西白不熟 他轻轻扯了下裴志的衣角 用眼神暗示他 要不要哄哄他 裴志冷漠 不用管 冯家瑞 行吧 到了酒店 季西白还气鼓鼓的 欺负人 冯家瑞 良心有点过意不去 刚准备说什么 就被裴志一手拽住 他微微蹙眉 敲了敲车窗 季西白打开车窗 期待地看着他 知错了吗 裴志用你在做梦的眼神 看着他 少说点话 下一句 赶紧走 季西白气得打开车门 裴志皱眉 干什么 我那边拍完了 今晚就要住这里 和我助理 两间房 钱你出 说完 季西白拖着助理下来 还理所当然地 劝助理听他的 裴志有钱 这样奴役我们 两个房间钱 他出应该的 冯家瑞哭笑不得 他还真不知道 这个花边乱飞的流量小声 是个活宝 四 季西白说到做到 真的赖下来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离开时 裴志去了片场 他明点暗包 对着冯家瑞 说了好久的话 裴裴啊 这个人就是笨 这么多年 只喜欢一个人 我猜他还会一笨到底 他看着冯家瑞的眼睛 寻求肯定 对吧 冯家瑞只想他赶紧走 对对对 裴志在片场 接到季西白的电话 得意的不得了说 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聊机 裴志皱着眉 不是让你少说点话 我都是为了谁啊 季西白相当不满 昆明的戏份 只剩两天 两天后 他们回到上海 阳光明媚 难得气温也不高 商务车里沉闷 冯家瑞打开一点车窗 让风吹进来 目光微眨 停留在草坪上 铺着野餐布 放着风筝的家庭 也许因是周末 老人 小孩 和平时忙于工作的青年 都在 裴志往他视线的方向 看过去 他从西北回来到 现在还没回家一趟 当年闹得那么不愉快 这三年来 除了和娇梦语 与其他家人 几乎是不相往来的状态 裴志抓住冯家瑞 放在腿上的手 冯家瑞将车窗又关闭 转头冲着他笑了笑 你说他们会原谅我吗 当年他为了许更远走 最受伤的 就是把他捧在手心的爷爷 其次就是父亲 他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裴志看着冯家瑞的脸色 知道这他心里的一块刺 更多是他自己不原谅 当初的自己 冯家瑞自己也明白 但大多数人 不都是这样吗 总会把最糟糕的一面 扔给家人 等意识到自己错了 道歉的话 又堵在心口说不出 晚上焦梦玉知道他们回户 特意打电话 来让他们回去吃饭 似乎顾及冯家瑞 特意补充 爸爸出差了 可这五个字 却让冯家瑞 更无地自容 房子还是三年前的模样 只是焦梦玉的眼角下 有一点不太明显的戏文 看见他们一起到来 喜悦之情 异于言表 焦梦玉坐了一桌子 拿手菜 吃完饭 冯家瑞和焦梦玉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裴志主动承担了 洗碗的重任 两人磕着瓜子 见冯家瑞心不在焉 总往厨房看 焦梦玉明老地笑了笑 现在知道心疼老公了 冯家瑞连猛的一红 不是 焦梦玉也不拆穿塔 只说 裴裴真的好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果然焦梦玉女士 还和三年前一样 依旧把裴志 当作亲儿子看 好像他才是媳妇 以前那么多小姑娘 跟在他屁股后头 送情书 现在娱乐圈 乱花见玉迷人 人陪陪都能恪守己心 多难得 裴志刷好碗 端着刚切好的水果 挨着冯家瑞坐下来 冯家瑞还没说要什么 他先把草莓递给他 这个季节的草莓 都小小的 但如果会挑的话 也会很甜 冯家瑞张开嘴 从他手里咬住草莓 唇半不小心含到他的手 裴志笑了下 伸手自然擦了 在自己干净的嘴角 冯家瑞脸更烫了一点 悄悄瞪了他一眼 他笑得更开心了 冯家瑞从盘子里 拿起一个还没红透的草莓 塞进他嘴里 让你笑 焦梦玉看着他们俩的互动 更加开心 笑盈盈地说 看到你们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晚上离开的时候 在楼梯口 遇到了刚刚出来回来的冯温维 他还穿着工作服 拎着行李箱一身的封尘 冯家瑞愣在原地 目光有些躲避 冯温维也愣了一下 四周安静 裴志打破这份尴尬 爸 这么晚才回来啊 冯温维迟疑了两秒点头 扯了两句家常 来吃饭 裴志抓住冯家瑞的手 家瑞说 爷爷和奶奶惊婚 他想操办一下 帮爷爷奶奶 他一套婚纱照 那个年代没什么条件 他想借结婚纪念日来做 冯家瑞猛地看向裴志 他什么时候说了 但现在 他在小情里 透着藏不住的余悦 可以啊 冯家瑞低下头看着脚尖 裴志抓着他的手 更紧了些 继续说 爷爷那边 他不好意思去说 能麻烦爸说一声吗 话音刚落 冯家瑞抬起头目光 正好撞上冯温维的视线 他不自在地点了下头 冯温维更加开心 好啊 没问题 冯温维看着他们上了车 才上楼 焦梦玉正等在门口 看着他脸上都是笑意 故意调侃他 看到女儿这么开心 你今天叫他们来吃饭的 焦梦玉摇了摇头 是裴志 还特意问了你的时间 知道你航班回来的时间 故意掐点的 他说 这样能让家瑞轻松点 冯温维点点头 真是个好孩子 能这么为家瑞照想的人 真的很少了 刚刚在楼下还说 家瑞要给爸妈 拍纪念金婚的婚纱照 家瑞还是有心的 就是一直藏在心里 焦梦玉十分赞同 你们也撒呀 都一个呀 死倔 犯倔本人冯家瑞 在车里正瞪着裴志 我什么时候说了 那你被忘录 你写着干嘛 裴志侧头看他 冯家瑞顿了一下 叹了口气 倒在车一上 晚上十点 马路上依旧不通畅 开开停停 冯家瑞看着远处 高高低低的高架桥上的车灯 密密麻麻 别扭的心稍稍安定了些 你让我放过自己 你也得有勇气 放过你自己 他从第一次见面 就知道裴志的声音好听 声音微微有些低 但里面像是有巴唧巴唧 一戳就破的气泡 酥酥麻麻的 让人心动 而此刻这个心动的人 用他最温柔的目光和声音 在劝慰着他 冯家瑞 反正话都说出去了 肯定要做的 道理他都懂 只是 他也不知怎么说 可能吃得太饱 冯家瑞有些困了 半眯着眼看着裴志 总觉得带了一层滤镜 不然为什么 怎么看他都这么好看 就在他眼皮快要闭上兜时候 突然 瑞瑞 啊 我们的婚纱照 什么时候拍 五 朱玉刚打开工作室的门 就看见自家老板 闷不吭声地抱着双腿 蜷缩在转移里 等他工作了一个上午 发现老板还在保持着 同样的姿势 目光一直炯炯有神地 盯着电脑屏幕 他好奇地走过去看了一眼 问 老板 你要拍婚纱照啊 冯家瑞被朱玉的大嗓门一惊 差点摔下椅子 稳住后瞪了他一眼 是啊 朱玉眼睛一亮 在脑子里挠补了一下 冯家瑞和裴志 站在一起的画面 还真挺有感觉的 冯家瑞今天一天 看了各种各样的婚纱照 他的 爷爷奶奶的 一直没想到好点子 下午六点 赵甜甜的车 停在工作室门口 催着冯家瑞 快点下来 两人去了一家网红火锅店 在门口排号 就等了一个小时 冯家瑞饥肠肋肋肋肋肋肋 看着赵甜甜 要是不好吃 我要在大众点评上 写小作文了 终于叫号轮到他们 满锅的热辣 冯家瑞正专心地涮着肥牛 赵甜甜突然问 现在感觉怎么样 冯家瑞吞下肉 嘴唇背辣得红艳艳的 嗯 和裴滞啊 冯家瑞笑了笑 咬着一拉罐的吸管 喝了一大口冰雪碧 很好啊 哪好啊 筷子在锅底摇晃 冯家瑞心里数着时间 算着什么时候 才是毛肚的最佳口感 感觉自己被爱治愈 又被爱拯救的那种好 这话也太酸了吧 赵甜甜搓了搓 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冯家瑞将毛肚捞出来 咬了一口 又脆又辣 好吃极了 理所当然的点头 我可是艺术工作者 不酸点 都对不起我的职业 真好 赵甜甜举起饮料 看到你这样 真好 有生之年 能看到你们这么幸福 我也满足了 听到赵甜甜这么说 冯家瑞反而好奇 你什么时候知道 他喜欢我的 高三下学期吧 那时候我充分地 理解那句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 即使捂住嘴巴 还会从眼睛里流露出来 他看你的那个眼神 真的很难不让人替你心动 冯家瑞有些遗憾 他想不起 那个让人的心动的眼神是什么样 可感谢他每一个夜晚的等待 记得 冬天天色黑得很早 冯家瑞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怕黑 可能是恐怖电影看多了 还有轻微的被害妄想症 那天放学 一切如往常 只是陪志被几个女生缠着 冯家瑞心灾乐祸地路过 没等他 出了校门 到了红绿灯 和赵甜甜分道扬镳 这条路轻往冷的 只剩下他和跟在他身后的陪志 冯家瑞突然放缓脚步 看着前面忽闽闽的路灯 和旁边黑压压的绿植 有些害怕 还好你在 不然 我一个人 肯定要害怕 正巧 马路上有辆大货车 速度极快地 按着喇叭路过 他吓了一跳 藏在陪志身后好一会儿 才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又叫他的名字 陪志 少年发出单音节 在 少女抱紧他胳膊 呜呜 还好你在 冯家瑞在火锅店所在的商场门口 和赵甜甜告别 挥手的时候 无名纸上的钻石 闪闪发光 早就等在路口的车 打开双闪 冯家瑞钻进去 迎面在陪志的脸颊上 亲了一下 这几天降温 陪志摸了下他的脸 觉得凉凉的 将空调温度调高了点 同时笑着说 这么热情 喜欢你吗 他看着他 从眼睛到鼻子 再到嘴巴 在脑袋幻想了下 如果将他身上的出现率 极高的黑色卫衣 换成校服是什么样 在想什么 一直在笑 想你穿校服的话 会不会特别帅 想出来了吗 那一定很帅啊 陪志今晚的飞机 新代言的广告 要去国外拍 他的行李就在车上 一会儿把车开到他工作室 冯家瑞就在开回家 距离出发还有一小时 躲在工作室地下停车场里 冯家瑞前后乱看 陪志摸着他的头发 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还不专心 哪有 冯家瑞收回目光 侧头发现 陪志正在看着他 之前在车里被拍过 总觉得 现在也有摄像头对着我 正好还有个时装周 要去七八天 啊 这么久啊 冯家瑞拖长声音 不太高兴 那你要给我打电话 每天报被你做了什么 陪志看着他 有些心不在焉 又像是在思考 前几天 在冯家瑞脖子上的 青出来的草莓 硬淡了许多 不注意看 根本注意不到 他突然笑了 你亲我下 我就答应 冯家瑞 想这有什么难的 大家老夫老妻 都亲过那么多次了 他手指突然拂过 他脖梗之间 最后 指尖停留在那个 暧昧粉红印上 他毛子似乎有火 引诱着他 他睫毛微眨 而后又看向他 他脖梗又细又长 他今天穿了一件毛衣开衫 还认真的将扣子 严谨地扣到了最上面一颗 这么绅士气息地打扮 让他有了一种特殊的境遇感 冯家瑞情不自禁地 舔了下下嘴唇 忽然好想解开他的扣子 扯开他的领口 然后咬住他的喉结 他靠着椅背 目光赤裸裸地看着他 好像在说 冯家瑞快来亲我 冯家瑞脸更红了 他指尖攥住他的衣角 目光停留在他白镜的脖梗上 轻还是不轻 晚上九点 冯家瑞正在看 季西白刚上的新剧 他在剧里演了个病奄奄的少年 冯家瑞看着他的脸 脑子里不由自主 和现实生活中的他联系起来 很是出戏 季西白低渴两声说 我天生体弱 冯家瑞扑斥一下笑出声 突然捏在手心的手机亮了一下 陪陪宝宝 刚当尼多问和小Q 都问我是谁亲的 对着镜子 拍脖子上草莓印的照片 冯家瑞立马把屏幕关按 然后将手机放到离自己最远的位置 好像这样就能证明 这没草没硬 和他没关系一样 刚当他的老公 很乖地伸着脖子等着他亲 为了方便他行动 还很自觉地靠了过来 他清晰地闻到 他身上的香水味 似有似无 迷惑着他 然后他鬼使神差地亲了上去 冯家瑞咬他 他声音很轻很哑 冯家瑞受蛊惑地 用舌尖舔过那片肌肤 随后用虎牙的牙尖 轻轻摩擦 他记不清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却还记得他的样子 他一直看着他 深深地看着他 他说 冯家瑞 你要把我吃掉 黑夜漫长 却才刚刚开始 电视机屏幕里的继细白 还在说着台词 冯家瑞的思绪 却早已飘散 脸烫得要命 冯家瑞不要想了 六 老板 你已经转了一上五了 我眼睛都花掉了 朱玉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 看着冯家瑞 对方一直捏着手机 嘴巴里念念叨叨 老板怎么奇奇怪怪的 和顶巢见怪不怪 恋爱中的女人 不都这样 让人摸不着头脑吗 冯家瑞深呼吸了一口气 终于按下了那个号码 只响了两声 电话就迅速被接通 冯家瑞心一跳 还没来得及出声 对面就传来一个和蔼的声音 是家瑞吗 嗯 爷爷 他抠着袖子上 系着蝴蝶结的袋子 我想了几种婚纱照的拍摄方案 都很适合您和奶奶的 今晚可以带去给您看看吗 顺便蹭一下奶奶做的菠萝 不由自主地又笑了笑 好像一块一直压在胸口的重石 突然不见了 那爷爷 我们晚上见 冯家瑞回去 将所有的方案 打印装订好 放进包里 又去商场 买了一堆老人家喜欢的东西 等到了晚上 车停在路旁的时候 又有些静香情窃 他给裴志打了个视频过去 巴黎时间应该是早上八点多 视频里 他已经在化妆间开始时装 他眼尖地认出 冯家瑞所在的这条马路 问 你在永福路吗 准备去老宅了 冯家瑞点点头 你惹的祸 我来谈金婚婚纱照的事情 裴志笑了笑 化妆师脸红了下 下一秒 裴志拿起手机 走到没人的窗边 今天的巴黎天气很好 阳光灿烂 他逆着光站在那儿 好看极了 我们瑞瑞好勇敢 冯家瑞鼻头皱了下 看着老宅大门 还没做好心理建设 不勇敢 好想你在身边陪我 裴志眼眸微动 难得见到冯家瑞 对他这么直白的依赖 我也很想 算了 你毕竟在赚钱养家 我也不会怪你的 冯家瑞眼神坚定 我要去了 你在巴黎 也要再注意安全 我听说欧洲的小偷可厉害了 你千万不要被别的小姑娘偷走了 挂了通话 冯家瑞抱着礼物推开门 刚停了一场雨 院子里架着的葡萄被打坏 腿脚不好的爷爷 正不服老地踩着梯子 拿着剪刀 非要自己动手 奶奶在一旁担心地看着 嘴巴里却不客气地念叨 冯家瑞突然觉得 这就是爱情 有人念叨 有人关心 有人的目光 永远都是你 冯家瑞走过去 抢过他手里的剪刀 十分利落地 把葡萄串剪了下来 您年纪都这么大了 这种事就让阿姨们 做 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 四周安静了几秒 奶奶乐呵呵地笑出声 拍了下爷爷 听见没 家瑞都这么说 爷爷不高兴地摆了摆手 哪有这么脆弱 好了好了 洗手吃饭 饭桌上其乐融融 刚摘的葡萄就是甜 冯家瑞一个人就吃了一盘 碗里的菜都被堆到放不下 他捂着圆滚滚的肚子 发出幸福的哀嚎 再这样 要胖了 胖怎么了 你什么样 裴之不喜欢 爷爷接话 冯家瑞闹了个红脸 什么嘛 怎么连爷爷奶奶也这样 他从包里将婚纱照方案拿出来 冯奶奶哪怕满头银发 还是个充满少女心的小老太太 每个都说喜欢 冯爷爷却有些抗拒 皱着眉头 一脸严肃 不予赞同的模样 最后在两人的劝说下 冯爷爷居然妥协了 选择了一个最大众的民国风 冯家瑞没忍住笑了出来 小时候总觉得爷爷很凶 从来没见过笑脸 他上小学前都住在这个房子里 每天上完课回来就是练字 各种各样的字帖都写了个遍 不写完就不给吃饭 奶奶会很心疼他 每次去幼儿园接他 就会在校门口买那些好吃的给他 冯家瑞抱着奶奶的胳膊 没长大一样撒娇 真的好想你们哦 特别想奶奶的菜 奶奶摸着他的脑袋 十分温柔 冯家瑞在想 家庭是什么 就是你任性是可以发泄自己最坏的情绪 没人会怪你 等你需要他们时 他们又会无条件的给你最大的支持 冯爷爷握着茶杯 带着老花镜 还在研究那份让他头疼的婚纱照方案 他抬起头 看向在撒娇的冯家瑞 嘴角翘起 要离开时 冯爷爷爷突然发出一个大招 十分认真的问他 我的曾孙到底什么时候出现 冯奶奶也满脸期待 陪陪长那么好看 孩子肯定长得好 家瑞你们要抓紧努力啊 冯家瑞落荒而逃 这下放心了吗 夜晚躺在床上 冯家瑞趴着再和裴志视频 他刚洗过澡 穿着刚买的赵甜甜 安丽的小草莓睡衣 整个人显得小了五六岁 裴志目光紧紧盯着他 一秒都不肯移开 嗯 都是我得错 这么多年居然都不去看他们 我真的太任性了 还好爷爷奶奶大人有大度 冯家瑞往他身后看了看 突然发现 一排一排 都是盛装出席的人 问 你不会在秀场吧 裴志点点头 你不是全世界的媒体 都拍到你在视频通话了 裴志笑了 四周确实都是媒体 这是全球奢侈品顶尖品牌 百年来都没代言人 今年突然放下身段 签了裴志做全球代言人 裴志此刻 正坐在装修豪华的秀场 最前排最中间的位置上 身旁是品牌老总和总设计师 无数的媒体对着他 你真聪明 冯家瑞捂住脸 最后仅存一丝希望问 那你对我是小平吗 还是 当然满平是你 完了 冯家瑞当机立断 将通断断了 过了半小时 还气不过 给他发 我素颜啊 还穿着睡衣啊 陪陪宝宝 很美 很可爱的 冯家瑞怀着侥幸心理 打开微博 一开屏 就看到自己的素颜视频截图 被刷屏 视频通话一下 居然就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 秀恩爱事件 总设计师看着裴志通话结束 笑着和他交谈 夫人很可爱 裴志点头 脸上有之前接触 没有的温柔笑意 设计师是个很感性浪漫的人 他很少能看到 这么纯的爱情啊 一个眼神 一个小动作 都能让人感觉到爱意 似乎四周空气都变得甜起来 一会儿可以多多欣赏下女装部分 如果有喜欢的 可以送给他 让他做全球第一个 穿上我新品的人 裴志笑了下 有些意外对方的大方 谢谢 我相信他会很开心 秀结束 品牌方工作人员 大包小包 拿了许多个袋子 递给小Q 小Q疑惑地接过 看着裴志礼貌地和对方道谢 尼多问看了一眼 这一季所有女装 裴志说 是的 刚刚设计师说 送给瑞瑞的 你都问撇了下嘴 刚刚那鬼菜设计师 和你聊什么 居然送你正多女装 你知不知道 你又上热搜了 我知道你的爱藏不住 但是 请你稍微控制一下 Chapter八 爱最难缠 一 事业 今晚裴志杀青 冯家瑞处理完事情 就赶到片场 越看眉头越皱 终于等到他一个人落了单 他拉着他 拐进了无人的角落 今天估计要到凌晨 冯家瑞将买好的咖啡塞给他 然后握着他的手 看都不听 怎么又受伤的 他仰着头 又用指尖摸了下 他脖子上的伤口 还有这脸 之前就是因为拍戏 弄得到处是伤 现在居然还更严重 裴志不大在意 男人哪有没伤口的 冯家瑞瞪了他一眼 你就是不行 我和你说 以后你再受伤 要第一时间和我汇报 他看着他 越看越心疼 动作戏那么多 个个都要亲自上 他真的想冲到尼多问面前 质问尼多问 不能少做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那么拼命干嘛 你都问 有给你包红包吗 裴志笑了 目光细细地 看着冯家瑞的脸 看着他的眼睛 看见他的担心和心疼 他手里还有铁锈和灰尘 刚刚拍了场翻墙而下的戏 还没来得及洗 眼下什么都顾不上 他搂住冯家瑞的腰 低下头咬住他的唇 这里靠近车库 不时有车经过 他的吻又热又烫 没几秒 就让冯家瑞举手投降 今天穿的裙子 直到大腿 他有只手 忽然放了上去 只负起了老茧 摸到他嫩滑的肌肤时 痒得让人心颤 他轻轻皱眉 嘴巴轻起 想要躲开 没想到 被他咬住舌头 吻得更凶了起来 他呼吸烫得惊人 眼眸里 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 远处的车灯灯 忽明忽暗 冯家瑞还在分心地想 会不会被剧组工作人员看见 然后耳边 就听见他的声音 现在不累了 他没反应过来 嗯 他在他耳边又轻了下 冯家瑞就是充电站 只要每天轻轻冯家瑞 就可以补充体力 他手指握住他的右手 指负在他食指的窗壳贴触摩擦 也请你交代下 是怎么受伤的 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这是打印合同时候 不小心被指刮伤的 终于想起正事来 我同意了 和你们公司合作 拍你的纪录片 冯家瑞突然想起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你现在是工作室挂靠公司 所以请我的钱 是你工作室出 还是得公司出 裴志亲着他的耳朵 不管谁出 你都不用客气 那边警答好了 你多问 电话过来催 裴志摸了摸他飞脑袋 估计还得有一会儿 你先回家睡觉 冯家瑞抱着他的腰 在他怀里摇头 不要 今天平安夜 你这句拍了四个多月了 我也想陪你一起结束 那你去车里 外面冷 好 冯家瑞拽着他的手 反正要等你 赶在零点之前 裴志的戏份终于结束 冯家瑞笑嘻嘻地送上捧花 裴志扶着他的腰 和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道谢 趁着小Q发礼物的空档 他拽着他跑上了车 他躲在后座换好衣服 随便用湿巾只擦了擦脸 又坐回驾驶位 眼睛亮得过分 提到 约会去吧 啊 冯家瑞还没反应过来 车子已经发动 平安夜 不知道堵成什么样 裴志将棒球帽卡在头上 把车扔进最近的地铁旁停车场 他拽着他的手 就走进了人潮汹涌的人群 地铁里人挤人 裴志牵着他的手 安检人群中排队 他一直低着头 很担心裴志会被认出来 你把口罩戴好 不许说话 帽子再压低一点 裴志捏下他的手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不满 但还是很听话 地铁到站 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中心 他的声音被穿堂风卷进耳朵里 今天会下雪 冯家瑞被他拉着 与无数人擦肩而过 四周嘈杂 耳边有风 他脑子里在想 今天天气预报 似乎没说有雪 护城的雪总来得太珍贵 突然 有雪花飘落 他意外地抬头 裴志抱着他 声音藏着笑意 没骗你吧 是人工降血 做得极其逼真 所有人都在惊喜 裴志拿出手机 勾着他脖子 拍了个自拍 身后有拿着麦的自媒体记者 正到处抓着小情侣做采访 目光正好看到他们 快步走来 请问 有空接受下采访吗 只耽误你们几分钟 冯家瑞下意识就要拉着裴志走 没想到 裴志搂紧冯家瑞的腰 然后点了点头 你干嘛 他轻声问 裴志将他搂得更紧了点 低头在他耳边蹭 没关系 记者转身招呼摄像老师凑近了些 满脸笑容地说 我们在做百人情侣特辑 你们可以说一下 互相是怎么认识和在一起的吗 说完 看着裴志还戴着口罩 觉得有些奇怪 下意识就问 方便摘掉口罩吗 冯家瑞没让裴志说话 四周这么多人 就裴志着人气 万一造成不好的影响 就不好了 不太方便 记者总觉得 对面的女生有些眼熟 一时没想起是谁 只说 那好吧 话题又扯到了刚刚的问题 广场里四面八方都是人 摄像机对着 裴志一手搂着他的腰 另一手拿着钢给他买的热可可 棒球帽的阴影下 那双眼睛不太清晰 但对面的记者 还是可以感受他眼里的深情和爱意 年少 一见钟情 话音刚落 头顶传来一声巨响 原来是零点到了 雪花更大更迷起来 冯家瑞顿了顿 脑子里都是一见钟情四个字 后面的问题 反而一个字都没听清 只看见眼前的人 将口罩往下拉了拉 下一秒附身而来 在他唇上清了下 速度很快 唇上还有温热的气息 眨眼间他口罩又拉了起来 在对面人尖叫之前 他做了个噤声的姿势 这个秘密等视频发出在揭晓 记者拼命地点头 眼睛巴巴地盯着他们看 谁能想到 随便抓个人做采访 就能抓到 现在最红的顶流啊 两个人乱无目的地乱逛 裴志拉着冯家瑞 去自己喜欢的牌子 买几件他风格的衣服 穿在冯家瑞身上 裴志越看越喜欢 也拿了同款穿上 拉着他 站在换衣镜前 拍了张合照 在网红店排队时 裴志下巴放在他肩膀上 买点吃的 然后 我们去汽车影院看电影好不好 冯家瑞回头看他 不小心 唇半蹭到他的口罩 裴志眼里笑意更显 没亲够 冯家瑞看他一眼 拍了一天戏 不累吗 他将冯家瑞抱紧 脑袋摇了摇 累 但更想和你约会 还想 冯家瑞脖子一趟 隔着口罩 都能感觉他气息在脖子上乱飘 他连忙捂住他的嘴 不用他说 他脑子里都自动在播放 两个人接吻的画面 掌心更烫 连瞪他的目光 都变成了妩媚的样子 路灯迷离 将裴志的轮廓 进染得更加迷人 冯家瑞接过店员打包好的马卡龙 鬼迷心窍地 拉着裴志就跑 等清醒 已经坐在车里 四周静悄悄 只有恐怖的音效 冲击耳朵 这地方空旷 也许今晚的活动太多 选择来看汽车影院的 只有灵星几辆车 冯家瑞看着面前恐怖的画面 侧过头看向裴志 他目光低着 正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你选的怎么不看 他伸着脑袋 目光看见他手机屏幕 正在微博页面 添加了好几张照片 正在编辑文字 你发什么 裴志将手机收起来 一言不发 捂住他眼睛就开始亲 你自己看 他摸着要拿起手机 手腕又被他握住 他声音低雅黏糊 粘在皮肤上 像麦芽糖一样 甜得让人无法拒绝 先亲我 那些不重要 他被拥在怀里 暖气烫人 他抬起头 视线被他锁住 腰背扶紧 他想说 这里地点不对 又想说 你带我来看恐怖片 是不是想故意的 可话还没说出口 舌尖就被咬住 咬完就被极致温柔的抚慰 他头无力地靠在他肩头 双手搂着他的脖子 我们回去好不好 他唇滚烫 还在他脖子上 太远了 那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 裴志咬住他喉咙 牙齿摩擦了两下 忍耐着松开他 将车发动 一路急速 居然半个小时 就到了自家车库门口 然后就被拦腰抱起 他的腿分开 坐在他腿上 衣服扯开 车库里黑漆漆的 只有他们俩的喘息声 他被轻得喘不过气来 用手掌推着他 上楼 不要 下一秒 手掌就和肌肤亲密接触 在他大脑空白的瞬间 彻底相容 他吃痛地咬在他肩膀上 热气蒸腾 没喝完的热可可 似乎被碰倒了 甜得发腻 裴志无暇顾及 他觉得怀里的人更甜 这个平安夜 漫长也短暂 圣诞老人 在偷偷给孩子送去礼物 后半夜是细雨萌萌 似乎有雪茄在里面 裴志咬着冯家瑞的耳朵 等着他适应 在一起炙热 我的礼物呢 他问 迷迷糊糊中 冯家瑞蜷缩在他怀里 手指都不想动 裴志摸着他小腹 一寸一寸的摩擦 要个孩子好不好 二 窗帘紧闭 分不清黑夜还是白天 睡醒时 身上有沐浴露的味道 干燥清爽 冯家瑞埋进被子一看 发现身上穿着裴志的衣服 醒了 随着声音被抱进怀里 几点了 才五点 稳落在后背 冯家瑞翻身捂住他的嘴 懒懒地开口 我发现你好纵语 某人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一边轻一边理直气壮地说 毕竟肃了那么多年 他又问 饿了吗 想吃些什么 冯家瑞迷迷糊糊还没睡醒 嘟囔半天 突然闪过一个坏心 说 你呀 话音刚落 下一秒 他下巴就被抬了过去 再然后 唇就被贴住 他的蚊格外温柔 仔细地描绘着他的唇 等一切熟悉 才探进去掠夺他的气息 他掌心格外热 不知何时 捏住了他的脖梗 另一只手在他的腰间 逼迫着他 不许后退 本就单薄宽松的衣服 节节褪败 房间内的温度 似乎在急速上升 空气都变得温热又暧昧 裴志的吻越来越凶 在冯家瑞喘不过气的时候 放开了他 他埋在他的颈窝 气息滚烫 舌尖似乎不注意 还扫到那片敏感的肌肤 冯家瑞轻颤了下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跳 裴志 他紧紧抱着他 体温越来越炙热 我想好了 吃照记的面 裴志动作一顿 冯家瑞就凑在他耳边 这个点去 正好是头汤面呢 裴志暗叹一口气 狠狠轻他一口 起身 目光亮的逼人 你就这样 什么都不准动 冯家瑞裹紧被子 无辜地看着他 不太情愿 我想要一件衣服 他不予批示 没有 等我回来 冯家瑞听话缩在被窝里 拿着手机刷了刷微博 发现自己和裴志的名字 又挂在了热搜上 原因是 昨晚那个街头访问的视频 已经被上传 还有就是裴志的最新一条微博 他拿着手机看 裴志发了九张照片 每一张都是他们俩的合影 看雪的 是衣服的 排队买热可可 等等等等 照片发得如此高调 文字倒显得朴实无华 只有五个字 平安夜快乐 at冯家瑞 我有预感 我以后吃的狗粮会非常多 老公 我没想到 你谈起恋爱 这么恋爱呢 说好的 高贵冷艳性冷淡呢 现在你就是知年人精小奶狗啊 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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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的微博 除了冯家瑞 还是冯家瑞 冯家瑞笑出声 觉得裴志的这些粉丝 真的很有趣 他又窃回微信 刷了一圈朋友圈 发现没有一个起来的 等了半小时 裴志拎着面跑了回来 他见他这么听话 在他额头上清了下 又拿出一件他的衣服 帮他穿上 物理暖气开得足 他像抱孩子那样 抱着他来到餐厅 筷子被塞到他手里 汤头鲜美 面软硬正好 面上的煎蛋 居然都是单面煎糖心蛋 一切都是他最喜欢的状态 冯家瑞咬着面 抬头看向裴志 又悄悄低下头 嘴角藏不住笑 曾经很长的时间里 他都自怨自哀地认为自己 没有被爱的幸运 甚至以为自己 就要这样孤独中毛 喜欢许更时 他觉得自己是火 要为爱情燃烧自己 可喜欢裴志时 他发现自己是水 被宠到柔软 怎么了 冯家瑞嘴巴鼓鼓地盯着裴志看 含混不清地说 真的好爱你啊 裴志脸一红 顿了两秒 没忍住 还是上前亲了下他油腻腻的嘴 我也很爱你 圣诞节一过 他们俩的工作 也开始忙碌起来 裴志作为纪录片的主角 冯家瑞几乎24小时跟着他转 他这才发现 他究竟有多忙 一个行程跟着一个行程 不是在车上 就是在飞机上 别说冯家瑞心疼得不得了 就连朱玉这个粉丝 都天天在冯家瑞耳边喊 裴佩简直是老模 尼多问就是周巴皮 于是 冯家瑞找尼巴皮 来了一次深度谈话 这天裴志正在跨年演唱会后台彩排后场 尼多问站在外面抽烟 冯家瑞走过去 直接就说 烟掐了 尼多问一愣 下意识就把目光移到冯家瑞的肚子上 裴佩最近也在戒烟 你不会真有了吧 没有 冯家瑞开门见山 裴佩这工作也排得太满了吧 尼多问一听就笑了 这才哪到哪 往年比这还忙呢 你现在知道心疼了呀 冯家瑞爽朗地点点头 尼多问笑更凶了 但只笑了一会儿 脸色就变得严肃起来 陪陪不容易 看到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好 我真挺开心的 你也别太心疼 男人嘛 总要忙事事业 不然奶粉钱怎么来 真没怀孕 迟早的是 但在工作空隙 冯家瑞将裴志绑架到高中校园 又让他换上高中校服 等一切都准备好 冯家瑞抬头看着天 我记得今天要下雨的呀 他早就打算好了 婚纱照什么的 该有的 肯定要有的 等他们到了爷爷奶奶的年纪 还能拿出来回忆一番 只是这天气预报 明明说这个点下雨的可能性 是90%啊 朱玉在一旁也着急 要不要联系洒水车啊 裴志静静听着 大概知道了冯家瑞的计划 看着他皱着没着急 他突然很想去倾堂 上天像是听到了他们的祈祷 雨花花而下 闪光灯平闪 裴志看着眼前的人 似乎觉得 这么多年一晃而过 还记得当初 那份最初的心动 拿着呀 他慢吞吞地接过他 递来的伞 冯家瑞冒着雨去看拍摄成果 效果不错 准备拍摄下一组 裴志艰难克制的冲动 终于积攒成影 也不管前后的工作人员 拉着他到怀里 就清了下去 雨下得更大 他撑着伞 工作人员忙着抓拍画面 冯家瑞来不及检查自己的脸 是不是红透了 耳边就听他说 早就想这么做了 昏黄的光影 打着绵绵不断的雨 裴志撑着伞 慢吞吞从学校 走到小区楼下 女孩比他走得快 活泼爱笑 是这个季节难见的阳光 他收起伞 拿出钥匙推开门 一如既往的冷冰冰 灯光亮起 迎接他 只有这一屋寂静的空气 烧水泡面时 眼前不经意 又闪过那张脸 裴志发了五分钟呆 导致今天的泡面 展开难以入口 大约就是从那天起 他下意识地寻找他的踪影 校门口 走廊里 操场上 很容易找到 因为他是最耀眼的 他总撑着下巴 懒洋洋地看着窗外 偶尔会和他不期而遇 那天的心情 就会从多云变成情 只是夏天总是多雨 蝉鸣重叫 雨水不知疲倦下了 不知递多少场 他一遍又一遍 撑开那把伞 一遍又一遍 想起伞的主人 昏暗的夜晚 乌云低腻 狂风卷起翠绿的枝叶 和女孩的头发 吹走了暂时的闷热高温 吹不走少年的情思 他喜欢吃巧克力 紧张时会不自觉地抠手心 心虚目光会四处乱飘 体育不好 数学更差 今天又被叫去办公室挨训 冯家仗义 瑞瑞 舌尖划过牙齿 笑意一满唇间 他望着单调的天花板 又将这两个字重复一遍 嗯 思绪被拉回 培制盯着眼前的冯家瑞 他眼睛很漂亮 清澈透亮 一看就是单纯透彻的人 他笑着说 只是确定了下 嗯 雨声太大 冯家瑞没怎么听清 我确实是对你一见钟情 那我好像明白了 什么 他却只是笑了笑 又转回头去 人还在 景依旧 只是原来那个夏天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热气蒸腾的大地 高寻的炎炎烈日 西瓜果香弥漫的卧室 家瑞姐 我帮你报复他 好不好 和我结婚 让他报汗终生 原来他便是这样 一步步被他引入怀中 三 陪至今年 要参加春晚回不来 冯家瑞包着饺子 第三次和爷爷说 见爷爷面露失望 又安慰道 没事 电视机上看上也一样的 老爷子还是不大高兴 那怎么能一样 奶奶笑呵呵的说 反正总能见到的 焦梦玉指了指客厅的墙 小生和冯家瑞说 你看他们把你拍的婚纱照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冯家瑞抿着唇也笑 他放在旁边的手机凉了下 他擦了下手 点开 陪陪宝宝 大概九点半左右上台 焦梦玉目光含笑 见冯家瑞飞快地打了几个字 又放下手机 继续包饺子 笑意更大 焦梦玉问 不办婚礼的事 你怎么想的 冯家瑞捏着脚皮 神情认真 一点一点地捏 像是在做什么精密的实验 还没怎么想 那陪陪呢 我当然是希望你不要有遗憾 婚礼其实还是很浪漫的 这个事情 其实 陪志和冯家瑞聊过 他们商量 是如果真的要补办婚礼的话 就办一个 只有亲朋好友出席的 小型私密婚礼 在一个隐秘的小岛上 接受最亲近的人的祝福 冯家瑞放下饺子 端着盘子去厨房煮 其实他真的没想好 煮好饺子 电视机上正好主持人 在介绍下一个节目 一家人都坐在那 等着陪志出现 他戳着饺子 站着醋 从来没觉得 哪一年的春节 能过得这么其乐融融 明明节日气息 已经淡了不少 鞭炮声年味 在城市进化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已经没了小时候的热恋 可冯家瑞却感觉很幸福 真的非常幸福 陪志穿着红色西装 出现在镜头里 他皮肤白 冷淡的气质 居然把一身的喜庆 都称得清冷起来 他今年电影电视剧两开花 各方面都比去年更上一层楼 春晚这个solo舞台 就是对他一年成绩的肯定 大家掌门拍着照 给他发了个视频截图 陪志真的帅 这种男人 是不是年纪越大 变得越帅 冯家瑞回他 你也不看看是谁老公 凌晨三点的时候 冯家瑞已经睡着 接到电话 跑到门外 看见陪志正站在一辆车前面 他穿着黑色的羽绒服 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脸颊和鼻头也冻得红红的 冯家瑞心疼 刚下飞机吗 刚刚还在电视里 看着他在电视屏幕里 在春晚的舞台上 和亿万观众一起跨年 居然只过了几个小时 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冯家瑞有些不敢置信 夜空开始飘起了雪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白茫茫的 有一片就落在他的睫毛上 陪志看着他 从车里拿过一个袋子 递给他 新年快乐 纸袋里是一个首饰盒 冯家瑞仰着头看着他 眼里有些莫名 我当年求婚的时候 没送求婚戒指 后来又是你送的对戒 这个我早就定了 昨天才到 只能做新年礼物给你了 陪志 冯家瑞心口痒痒软软 刚要跪下 就被冯家瑞拉住 你还真跪啊 他愣了下 过了两秒 又抬眸看向他 毛子里都认真 嗯 应该跪 钻戒被塞进手指 陪志忽然想到什么 拉着他上车 冯家瑞有些好奇 车哪里来的 拜托来接机 工作室同事开过来的 陪志递给他一个 发热的蒸汽眼罩 冯家瑞看着他 不知他要干什么 车却越开越远 眼看着就要开出城区 现在已经零三点了 陪志点了点头 在下一个出口下了高架 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将蒸汽眼罩拆开 动作很温柔地给他戴上 陪志你到底要去那里啊 眼罩上有熏衣草的香味 熏得他有些犯困 路段越来越慌 他心也在七上八下地打鼓 陪志伸出右手 捂住他的眼睛 也挡住他想摘掉眼罩的手 不许摘 马上就到 大约过了五分钟 车果然停了下来 耳边又听到他的声音 不许下车 冯家瑞点点头 听话地顺着他 陪志将后备箱打开 搬出来很多东西 又过了一会儿 冯家瑞突然听到 有烟花燃放的声音 他一愣 脑子里突然清晰起来 陪志将他的车门打开 将他拉了下来 又摘下他的眼罩 城市的郊外 四周只有草地 和一片不知名的湖泊 天空黑漆漆的 五颜六色的烟花 砰砰砰地在夜空中绽放 这里的雪比市区还大了点 烟花在雪里 也在黑夜里 美得不真实 因为烟花静放 哪怕春节在市区 就变成了被满足的小狐狸 身后烟花璀璨 可在陪志眼里 都不如眼前人来的闪耀 冯家瑞因为激动 下意识地握住了他的手 陪志 好漂亮 谢谢你 陪志看着他 又从后备箱里 拿出几根仙女棒给他 冯家瑞眼睛更亮了些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这个 玩仙女棒 危险性小又好看 一闪一闪的 就像下凡的小仙女 陪志没说话 帮他点燃 看着他开心地蹦蹦跳跳 他伸手食指紧扣住他的手 他说 时间到了 冯家瑞刚问什么时间 就被稳住 陪志稳的温柔又专注 还能是什么时间 当然是我们的接吻时间 从北京到上海 从烈日延延到漫天大雪 从我偷偷地爱你 到向全世界宣告 冯家瑞 办个婚礼吧 我想更名正言顺一点 两个月后 法国 赵甜甜坐了十几个小时 飞机一落地 又坐车坐车 又过了好几个小时 才被运到小镇上一个城堡里 城堡就在海边 赵甜甜看着蔚蓝的海 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他看着正在试装的冯家瑞 你补办婚礼 也太急了点吧 真有了 怕穿婚纱能看出来 冯家瑞闭着眼 他是提前两天到的 被折腾得够呛 现在睁闭着眼 随便让化妆师在自己脸上涂涂抹抹 没 陪至春节时候那么一说 全家都一激动 地点不好定 正好他爸前两年 在这买了个这城堡 就用上了 冯家瑞睁开眼 指了指挂在衣架上的裙子 你看到伴娘裙眉 快去试试合不合身 赵甜甜就算平时再不关注时尚剑 也知道挂着的婚纱和伴娘服 都是品牌大师定制款 他看着镜子里的冯家瑞 总感觉你嫁入豪门了 又立即否定 我差点忘了 你本人就是豪门 冯家瑞笑出声 婚礼定在两天后的周日 天气晴朗 天蓝海蓝 这座南法的小镇 气候宜人 海风徐徐 可能不是旺季 游客没有想象中的多 镇上的居民 过着慢悠悠的小日子 婚礼的人数不多 亲朋好友加起来 还不足五十人 城堡的露台上 香薰蜡烛铺了一地 刚刚采摘的鲜花 正开的娇艳 悬挂着的吊灯 随着风轻轻摇摆 冯家瑞挽着冯温韦的手 缓缓走来 白纱脱地 手里的捧花 洁白美好 他从隐约的投杀里看到 一直被自己是做超人的爸爸 红了眼眶 他双手颤抖 将他的手交给裴志 那个人的眼睛同样红着 眼里有泪 裴志的手很冰 看他的眼神 带着很多种复杂的情绪 他也被感染 眼泪在打转 交换着最朴实无华的约定 然后 亲着最爱的人 他问 如果有一天发现 你我其实是个特别糟糕的人 你慢慢变得不爱我 变得厌倦 然后对这段感情后悔了怎么办 他说 冯家瑞 你死心吧 这辈子 你只能有我了 17岁的裴志生日愿望 希望冯家瑞可以喜欢他 18岁的裴志生日愿望 希望冯家瑞 可以哪天回头 可以看见他 哪怕看一眼就好 19岁的裴志生日愿望 希望冯家瑞 天天开心 万事顺心 20岁的裴志生日愿望 希望冯家瑞 能完成自己的愿望 26岁的裴志很自私 他的生日愿望 希望冯家瑞 能够爱他 爱到发疯 番外一爱 就是心甘情愿 被刀 赵田田视角片 赵田田是偶然一次 在酒店开学术会时 遇见了正在拍戏的裴志 那时裴志 已经是展露头角热播剧男主了 粉丝环绕 他和裴志自高中后很少联系 他以为 这位这位向来冷淡的男人 会对他视而不见 没想到叫住他的 居然是裴志 身边一心只知道 科研的同事都被惊到 调侃他说 可以啊 赵田田 还认识大明星 赵田田笑了笑 走近才发现 裴志还是第一次见的样子 他们就在酒店的Long Bar 坐了坐 裴志帮他要了一杯 没有酒精的软饮 自己只要一杯冰水 目光接触 他笑了下解释 我不能待太久 一会儿还有戏 赵田田点点头 在想从哪里寒暄开始 他们俩 说熟悉也不熟悉 但毕竟也是年少相识的老友 思绪还在运转 他声音从头顶低下来 田田姐 你和冯家瑞还有联系吗 有啊 他和冯家瑞是最好的闺蜜 虽然他远在西北 工作繁忙 但联系也是没断过 他看裴志的脸色不是很好 揣测着问 你是想知道他消息吗 但你们不是结婚了吗 话在嘴边又吞了进去 昏暗的光 幽暗的环境 莫名给这个男人 带了一丝脆弱感 裴志又笑了下 赵田田莫名很难过起来 我和家瑞也不常联系 他很忙 裴志点了下头 他手机在震动 应该是经纪人在催他 他接了电话 嗡了一声 说知道了 然后问赵田田 可以加个微信吗 赵田田当然同意 两人分别 第二天上班 昨天一起去开会的同事 还问赵田田 你和裴志怎么认识的呀 昨天你们都聊了什么 赵田田看着微信上裴志的头像 和他朋友圈的背景图 有些感叹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的爱 就那么长久不变呢 同事跟不上他的节奏 啊 你说什么 我和你说我一个朋友 他从高二就喜欢一个女孩子 大学 毕业工作了 还在喜欢 一直默默守着他 他朋友圈的头像 是那个女孩最喜欢的动漫人物 朋友圈背景图 是女孩童年照 同事愣了下 不敢置信 这年头 还有这么纯情的男孩子 赵田田捧着水杯点头 是啊 真的很纯 再有裴志消息 是在一周后 他主动发来信息 说有一堆物品 请他签收 麻烦给个地址 赵田田这几天实验繁忙 几乎都住在所里 就给了研究所的地址 一天后 他收到快递的电话 正想是什么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从吃的零食 主食 到用的衣服 防晒 化妆品 再到必备的药品 一应俱全 甚至很多在上海本地 都很难买到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 赵田田仔细一看 发现东西 用两个大纸箱包装 东西是两份 他就在上海 东西并不缺 东西实际上是给谁的 不言而喻 赵田田 东西我收到了 我今天就寄给家瑞 赵田田 只是你为什么 不直接寄过去 反而要转弯到我这里 裴志应该在拍戏 微信在三小时后才回 裴志 你一份他一份 裴志 你寄比较好 赵田田知道 给他的一份是谢礼 但摸不透他其他的心思 只是 感觉他这份爱 有些隐蔽 什么都不说不做 对方怎么能知道呢 不知道的话 又如何能得到回报呢 冯家瑞收到 是在三天后 电话里毫不感激 说着 还是田田你最爱我 赵田田没接话 只是问 你和裴志结婚 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那头的人 没心没肺地说 能有什么感情 姐弟情吗 唉 说起来我也苦恼 都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他 这一刻 赵田田知道了裴志的意思 那个胆小的人 怕本来就离得很远的人 跑得更远 太阳晒得让人睁不开眼 转眼雨又哗哗下 接到冯家瑞回来的电话 赵田田激动得 也差点尖叫 下一秒 就出于本能地 给裴志发去消息 裴志 嗯 他就住在家里 赵田田觉得这两个人 总得有一个 先戳开自己的心 给对方看看底牌才行 赵田田 家瑞这次 好像要在上海待好久 裴志强扭得瓜也甜的 前提是你得先扭一下 裴志 知道 赵田田 你一定要加油 我简直太操心了 你们一天不在一起 我这心就难安 这话说的是真的 简直寝食难安 他男朋友和他一样 是研究所的同事 戴着眼镜 看起来有点木棱 裴志之前电影首映 有送过票给他 结束后 三人还一起吃过饭 三个都不是热络的人 一顿饭吃得有些沉闷 少数的话题 还是绕着冯家瑞的 赵田田本来想 劝裴志放弃的话 又吞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 有点是裴志的妈粉了 看儿子情路不顺 简直糟心 赵田田那个 向来情商不是很高 也不是敏感的木头男朋友 饭后回家路上居然问他 裴志是不是喜欢冯家瑞啊 啊 你们俩聊天 话题都是冯家瑞 每次提起他的时候 裴志的语气都不一样 赵田田回想 没察觉出来 真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 男人更懂男人 那天晚上 赵田田田就失眠了 认真想了下 可能是裴志的语气和神态 他从高中时期就看 习惯了 他问自己的男朋友 你说真的有人的爱事 可以自己伤害自己 也心甘情愿 让对方伤害自己的吗 这和打游戏一样 如果对方阵营里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会心甘情愿给他刀 而且还得不露痕迹 不然放水放太多了 对方就没有成就感了 书呆子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催促他赶紧睡觉 然后喃喃自语道 这种人平时隐忍 但实际偏执 一爆发就不得了 赵田田从那天起 就开始期待 那个藏了很久爱的人 爆发出来 是什么样的 后来冯家瑞和他联系 抱怨培之好年人 又抱怨培之好爱吃醋 虽然是抱怨 但口吻娇称 他从这只言片语中 窥到他们的甜蜜 老母亲的心终于放下 对着电话那头的冯家瑞说 儿媳啊 好好照顾我大 大而娶到的媳妇 不容易啊 冯家瑞笑骂一句 请你赶紧脱离亲妈粉的身份 不行 我不仅是亲妈粉 还是你们俩CP粉 求求了 你们好好过日子 翻完二颗到真的了 粉丝视角片 阿苗是培志的死忠粉 从培志第一部剧 就粉上了他 后来还成了培志 全球后援会的管理者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维持好粉丝风向 积极反黑 做好数据 还有管理好年纪小的粉丝们 当培志采访刚出来时 粉丝群里哀嚎一片都在心疼 可是 等培志公布自己隐婚 还上传手写信后 群里更是混乱 但阿苗没乱 他从培志第一部剧 看到他第一眼 就知道 他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他是在后悔员成立 救赛的元老之一 在粉丝里很有影响力 好多小粉丝 来问他怎么办 要不要脱粉 培培有说过自己 不是单身吗 他一直以来 作品和生活 就分得很清楚 他现在主动说 不是很真诚吗 他几个问题一问 群里安静来下来 阿苗没说 他其实知道 培志的微薄小号 他一开始 也不是什么理智粉 培志将他迷得头晕目眩 满脑子都是他 他茶不思饭不想 就这么把培志的小号挖了出来 他很少发东西 几乎不发 偶尔转一点热门上的 更像是在掩盖什么 他关注的人不少 乱七八糟的 阿苗很仔细地翻到了 他第一个关注的那个人 居然也是个小号 对方明显是个女生 时不时上来 乱糟糟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过几天 又精神抖擞地安慰自己 再分享一些吃的 或者嗷嗷叫着想什么 想要什么 阿苗不讨厌他 感觉这种东西很奇怪的 明明什么都没做 只是看着他微薄 就觉得不讨厌 甚至有一点喜欢 阿苗将那女生的小号 从头到尾都翻了一遍 得知对方在西北 从事摄影相关的工作 还翻看了每条下面的评论 对方性格很好 只要评论他的 都会回复 而且很有活力 阿苗发现 裴志几乎不怎么说话 只是偶尔出现 好像真是个平淡如水的网友 阿苗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巴错了 有一天 这个小号兴高采烈地 晒了一张照片 上面的零食 都是他微博上提到过的 他说是闺蜜送的 阿苗点开评论 就看见裴志的小号 在下面问 这么高兴 多吃点 对方回吃好多 两个人没有互关 阿苗想可能这个女生 根本不知道 这个微博小号是裴志的 忽然 有个今天的想法 在阿苗脑子里出现 他觉得 那些零食肯定是裴志送的 原来那个看起来 这么冷漠任生的人 也会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后来阿苗没事 就来这个微博看看 看着自己的本命 如何小心翼翼地 暗恋另一个女生 心上一边插着刀 一边又觉得很甜 她一定是疯了 后来恋情曝光 裴志的老婆身份公布 果然是个纪录片导演 裴志生日粉丝会的时候 她看见了那个女生 和微博上给人的感觉一样 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女生好像心情不太好 又哭的样子 估计是个网上的风向有关 大批网友黑他骂他 他一定过得很糟糕 小号都很久没更新了 阿苗想上去问又不敢 再后来 阿苗觉得自己 挖掘到这两人的小号 真的太厉害了 冯家瑞估计真的以为 没人知道他这个小号 还当做树洞 分享一点小确幸和生活照 有个人黏人 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但是我爱了 今天他居然只亲了我27次 生气 说好的长长久久 每天99呢 古装剧造型 真的好帅啊 如果能古装扮永久就好了 每天在家里看着 都心情愉悦 他瞧我泡面 还吃光了 阿苗忍无可忍 又给自己注册了第三个微博小号 偷偷摸摸将冯家瑞说的 画成Q版画 发在CP超话里 一群喊着甜的转发里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觉得 有人偷窥我生活 阿苗真想回他 自信点 把觉得去掉 啊 一个人磕CP的感觉 真的太爽了 番外三杂七杂八片 一 事业片 滴滴滴 手机铃声响了第三遍 冯家瑞还埋在被子里在睡觉 过了一会儿 一只手伸了出来 东摸西摸 没摸到手机 反而摸到温热的身体 还没反应 就被身后的人抱住 陪至懒洋洋的将下巴 放在冯家瑞的肩膀上 谁啊 这么早 他昨晚有夜戏拍到很晚 才睡下没两三个小时 冯家瑞有点心疼 你再睡会儿 终于摸到手机 是朱玉的电话 他起身走了两三步 到落地窗边 老板 你之前那个纪录片 提名了 冯家瑞大脑还没清醒 被这消息打得更懵 西北行的那个吗 对啊 老板 咱们终于用实力证明自己了 朱玉激动得要命 大嗓门在屋子里回荡 挂了电话 冯家瑞还觉得不敢相信 陪至不知什么时候 走到他身后 双手抱住他 恭喜啊 瑞道 陪至说完想起什么 低笑了声 那这次电影节 我们可以名正言顺一起出席了 一个月后 半山灵狐的文化中心里 星光异议正在举行 第29届金像奖 凭借电影 慢慢出色表现 男主角陪至 是夺奖热门人选 而更让人关注的是 他的妻子冯家瑞 同时在抉择优秀纪录片奖 这是两人公开后 第一次在媒体前同框出现 粉丝和媒体都很激动 冯家瑞最紧张 他没出现过这种场合 酒店房间 造型师拿出几套礼服和装面 让他选择 这架势简直很女明星似的 再看看 旁边还站着一个 穿着超级西装 帅得让人一不开眼的裴志 冯家瑞紧张的程度又加强了 我不至于要这样吧 裴志还没说话 朱玉先急了 苦口婆心地劝他 老板 你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裴佩的老婆 关注度不比那些女明星低 而且 你要是穿得差了 或者被衬得难看 你信不信 论坛上立马有一百个黑帖 不止黑你还黑裴佩 好像有点道理 冯家瑞看着面前的几个人 行吧 来吧 又是采访 又是拍摄 虽然这些工作 平时看着裴志在做 好似很平常 但都轮到踏实 还是不一般的紧张 打仗一样 终于到了晚上 红毯两侧 全是媒体和粉丝 闪光灯平闪 一时宛如白昼 好像全世界走在 叫他们俩的名字 冯家瑞呼绝手腕一紧 侧头看过去 裴志笑着 将他半搂到怀里 在签名板前站了一会儿 主持人笑着送上来两个麦 欢迎裴志和冯家瑞 今天你们俩都有提名 有没有信心 冯家瑞拿着麦 冲着镜头点点头 我对裴志很有信心 那对你自己呢 我能提名 已经是很荣幸了 如果能拿奖的话就更好了 裴志没说话 只是看着冯家瑞 目光温柔到让人沉醉 红毯是以直播的形式在播放 微博和论坛全部刷爆 裴志真的太帅 太温柔 太美好了 又是柠檬金的一天 别酸了 看到冯家瑞多美了吗 太美了 太配了 我磕了 走完红毯 主办方给他们准备了休息室 季西白从刚做完采访跑过来 看了眼裴志和冯家瑞 酸唧唧地说 有的人走个红毯 还秀恩爱 裴志抬眸瞥了他一眼 心眼小时黑点 你什么时候能敢 季西白 冯家瑞笑出声 季西白抬了抬下巴 今天我和你可是竞争对手 看我们俩 谁是最佳男主角 我赢了 要去你家吃饭 你亲手做的那种 季西白说出这话 都觉得自己心酸 和裴志这么多年朋友 他居然都没去过裴志家 裴志不知道他心理活动 居然还犹豫了起来 冯家瑞觉得 季西白有趣 自作主张答应了下来 季西白立马高兴地 翘着小尾巴出去了 裴志说 他这容易得寸进尺 没事的 多有意思啊 裴志点点头 确实和爷爷家 那只小萨摩很像 晚上八点 颁奖典礼正式开始 冯家瑞和裴志并肩坐着 裴志握着他的手 侧头靠过来 从来没想有一天 能和你的名字 一起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冯家瑞很紧张 台上正在宣布 最佳男主角 镜头聚焦在几个提名人身上 他的心扑通扑通跳 裴志入行几年 虽然实力备受肯定 获奖却不多 这个奖对他来说 其实很重要 如果能拿到 他就是线上无短板的实力派了 最佳男主角裴志 这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移了过来 裴志一愣 然后抱住冯家瑞 全世界的镜头都在 万千网友都在看着直播 走上了颁奖台 我是个年轻演员 我很热爱的职业 能遇到好作品 拿到今天的奖项 我很幸运 感谢导演和剧组的 所有工作人员 更感谢我的妻子 冯家瑞眼眶红红的 眼眸亮亮的 看着台上那个人 当年大雨中的 敏感清冷的少年 已经成为了光彩夺目的大人 世人都知道他的优秀 好骄傲啊 裴志拿完奖回来 马上就要轮到 优秀纪录片奖了 一定是你 冯家瑞很紧张 但他觉得不会 哪有把奖项给一家人的 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名字 就出现在颁奖人口中 天哪 怎么办 他压根 没准备获奖感言 裴志 裴志以为冯家瑞紧张 拍了拍他的背 你看你做到了 他问 你获奖感言 还有备份的吗 已经耽误很久了 主持人在催他上台了 冯家瑞一边紧张 一边在脑子里构思 到了台上 接过奖杯 感谢朱玉 感谢何鼎潮 感谢裴志 我爱你们 事后 冯家瑞真的太后悔 早知道 不管得不得奖 都得准备好几套 获奖感言 二 怀孕片 两人获奖后 热度不是一般的高 铺天盖地的热搜 和无数的采访邀约 都被两人拒绝了 裴志收到好多片约 正在家看剧本挑剧 冯家瑞在剪前段时间 拍的裴志纪录片 书房里 一人一半 却格外温馨 剪到一半 冯家瑞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他连忙打开 手机一看 不会吧 裴志从剧本里抬起头 看着冯家瑞跑进跑出 放下了剧本 怎么了 冯家瑞脸红红的 结结巴巴 你你跟我出去一趟 两人戴上口罩和墨镜 开车到离家最近的一家药房 冯家瑞捂住脸 看也不看裴志 使唤他 你去买烟云棒 裴志微微愣住 下意识手就摸上他的肚子 儿子 还是女儿啊 还不一定有啊 你先去买避云棒 冯家瑞抓住他的手 声音黏黏乎乎的 他呆呆地点下头 熄火 下车 五分钟后 他买了一大袋回来 你买这么多干嘛啊 冯家瑞惊呆了 我怕不准 冯家瑞也不好说他 这种事 确实他们俩都没经验 两人回到家 冯家瑞钻进卫生间 裴志就在卫生间门口走来走去 每一分每一秒 都过得格外缓慢 他脑子里在想 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 学校上哪个好呢 公立还是私立 家里有没有学区房 等冯家瑞出来 他已经把孩子的兴趣班 学什么都想好了 冯家瑞看着裴志 手里 捏着艳运棒 真的有了 裴志连忙抱住他 太好了 太好了 名字 学区房 课外班 我都准备好了 冯家瑞 自从冯家瑞怀孕后 就被全家人看得牢牢的 焦梦玉每天都打电话来 让他汇报情况 甚至还隔三差五 不通知上门逼迫他吃东西 这种日子 简直太难过了 裴志看中一部古装剧的剧本 但是拍摄周期有六个月 他有点犹豫 冯家瑞立马怂恿他 赶紧签 签了 他也能跟着他出去 不用留在上海 忍受被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看着的痛苦 我拍摄拍得很紧 而且 横店的环境不太好 你就留在上海 裴志抓住他的手 不让他收拾自己的东西 不行不行 我一天都离不开你 冯家瑞可怜兮兮抱紧他 难道你舍得和我半年都不见吗 裴毫无立场志 他怎么能舍得呢 裴志天天拍戏 冯家瑞自己一个 过得也挺开心的 怀孕实在是辛苦 让他的购物欲直接爆发 直接反映在了裴志所在的剧组 下午送咖啡 奶茶 甜点 晚上送火锅 烧烤 直到有一天 导演趁着众人吃得开心 将裴志拉到一边 他犹豫再三 嘴角牛肉酱还没擦干 陪陪啊 我知道 家瑞是照顾我们 也知道他心地好 但是天天送 实在是太破费了 裴志点点头 确实破费 剧组上百号人 他每天这么送 确实让人觉得 有点灰金如土 导演继续说 你们男演员还好 你看看我们组的女演员 肉眼可见的 那脸一天比一天圆 陪陪啊 虽然真的很好吃 但我们是古装全眸 悲情大剧 一个个都看起来 那么滋润不好吧 从裴志那边 得到消息的冯家瑞 觉得导演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换花样了 给导演和男演员 送的都是肉 给女演员送的 都是沙拉和低卡的食物 导演 女演员 姬西白也在横店拍戏 听到这事 打电话给冯家瑞 弟妹 你知道 你现在已经是 横店女富豪了吗 多少个组演巴巴的羡慕你们 群演知道 能进陪陪的组 都能多开心几天 冯家瑞 客气了 多亏找了个好老公 陪陪片酬 够你这么败家的吗 没事 你不懂 我有更大的金主 裴志正在被剧本 听到这话笑了起来 捏了下冯家瑞的鼻子 我要和爷爷和我爸说了 好了 我不送了 我就是怕你在剧组吃不好 我的对手戏女主 已经胖食斤了 最近下了戏 就去健身房 我的错 我检讨 我送他减肥茶吧 裴志将冯家瑞抱到怀里 你就给咱孩子存点家底吧 三 七夕片 冯家瑞怀孕后 除了购物另一件事 就是看剧 因为太闲了 将这几年没看的剧 都看了个遍 结果迷上了简星周 简星周今年30岁 暑假档 一部古装仙侠剧的男主 出道快十年了之前 几乎毫无名气 就因为这部剧大爆特爆 居然让裴志 都有了一丝丝担忧 他担忧的不是别的 而是冯家瑞 现在十句话里有九句 都是在夸简星周 还剩下的一句 还是告白简星周 这些裴志 还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直到他看到 冯家瑞的微信头像 换成了简星周 甚至加入了简星周的粉丝团 更甚至手机相册 全是简星周的照片 裴志 后院真的着火了 裴志没有具体表现出来 只是用battle方式 偶尔问询 简星周哪里帅 周周当然哪里都好啊 周周的眼睛好看 周周的鼻子好挺 周周的嘴巴 看起来又软又好轻 你看他明明看起来这么瘦 脱掉衣服 居然身材好好 八块腹肌 胸肌还大 腰特别细 裴志看着他如鼠夹针的模样 拳头捏紧又松开 看似轻松的开口 这些我都有 冯家瑞一愣 视线看过来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确实都有 他无法反驳 但是他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你不懂 裴志确实不懂 就刚刚冯家瑞说的那些彩虹屁 他粉丝不也全部说过他 他真的酸死了 自己在他相册里 都没几张照片 全都是剪心粥的 剧照 生活照 活动照 甚至 胸肌照 腹肌照 晚上睡觉 他都抱着他 都酸酸色色的 酸归酸 裴志第二天开工早 还是将早饭中饭都准备好 才离开 冯家瑞口味重 心情不好时 就喜好吃辣来缓解 可是这样对位非常不好 为了调理他身体 裴志吃准他 不会不吃他做的饭 所以 每天都准备好 到剧组得知 剪心粥新剧 今天在横店开机 裴志眼皮一跳 跳了一天 然后叫来小Q 凑到小Q耳边 巧声说了几句 小Q不可思议地看着裴志 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裴志眉头微醋 快去 横店就那么大 小Q丝毫不费力地 就找到了剪心粥所在的剧组 做艺人助理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脸 没一会儿 小Q就和剪心粥的工作人员 混成了好朋友 剪心粥身上 有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和裴志身上那种少年光芒不同 他更像是花了很多年 沉淀下来的古董美词 心粥老师 是这样的 我是裴志的助理 裴裴说想求您一件事 剪心粥听完有些无语 小Q不好意思地看着他 剪心粥 可以的 我很乐意 小Q夸赞 您可真是大好人啊 第二天是七夕 冯家瑞照常睡到中午才醒 睁开眼 摸开手机一看 自己的微博 居然被ate炸了 他认真在脑子里想了想 七夕出轨了 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打开 剪心粥 七夕快乐 at冯家瑞 下面是一个很短的视频 应该是在酒店里 剪心粥站在白墙前 说 冯家瑞小姐你好 寿宁先生培之之妖 为您录制这段视频 听说您非常喜欢 我所塑造的角色 我真的感到十分的荣幸和开心 但是 从这开始 剪心粥的声音和形态就变了 变成了剧中那个人的感觉 您现在是孕妻 一些特别辣的 比如小米辣就别吃了 真的对味很不好 全部都说了一遍 冯家瑞捂住脑袋 在绝望的边缘 一边绝望 还一边觉得 裴之对他 可真是真爱 他打开评论 我吓得一抖 以为周周和冯家瑞公开了 呜呜呜呜呜 谁不是 我刚要去骂冯家瑞 然后我打开了视频 又被迫吃了一顿狗粮 栖息了 果然狗粮是管够的 可怜咱周周 单身就算了 单身还得吃狗粮 还奔走在第一线 这么一想 我又平衡了 第一碗林依次问 为什么裴之不是我的 我去做梦了 我现在有代入对象了 我现在就是冯家瑞 行吧 他这全世界女人 都想成为的人设 越来越稳了 晚上 拍了一天戏 终于下班的横电民工裴之 回到酒店 刚打开门 速度很快地窜出一个人 他下意识地接住 冯家瑞揽着他脖子 下巴放在蹭着他锁骨 声音黏黏呼呼 老公 气息快乐 裴之美滋滋的 低下头刚要轻 冯家瑞立马捂住他的嘴 老公 我喜欢剪心粥 你是不是吃醋了 其实我就是他剧粉 三月剧粉很无情的那种 你不要放在心上 真的吗 嗯嗯 超级无情的 所以 你以后能不能把我这些缺点 都去告诉他 天哪 他偶像知道 他所有的缺点 简直太要命了 裴之眸子半眯了下 将冯家瑞抱回到床上 压制住 不想让他知道你的缺点 他声音淡淡的 冯家瑞却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了 他话里的危险 他将他抱得更紧 缺点是亲密的人 才能分享的 他在偶像面前 必须完美 因为我知道 你是爱我的 最爱我的 所以我才能这样肆无忌惮 这样 他声音软了下来 冯家瑞怕他多想 连忙主动亲了上去 夏夜燥热 横电的热 更是让人心生欲竭 他运气辛苦 却被他记在心上 万事周全 还任劳人怨 冯家瑞不是不知道 他拍戏有多累多辛苦 古装戏更是磨人 这么热的天 戏服一层又一层 热得让人发晕 他却从来不说一句 今天剪心周的视频 说不感动是骗人的 裴智这种人 居然有一天 会为了他做出这种事 老公 嗯 我真的好爱好爱好爱你 数月后 孩子平安出生 是个可爱的小姑娘 裴智为其取名裴智之 冯家瑞没啥意见 小姑娘什么都好 就是粘着裴智 一天24小时都不放过 冯家瑞乐得轻松 笑嘻嘻地看着 出为人妇的裴智 小奶娃 软软地趴在他怀里 吃饱了正在睡觉 他拿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